第3901章一盘散沙 由于魔族没有一个强大的帝皇 能够一统魔族大权 魔牛族 魔狼族 魔羊族 一直在各自为战 魔狼族不善守 所以攻下的城市 转头就会舍弃 魔牛族不善攻 所以根本无法攻城掠地 只能困守魔牛群岛 魔羊族既不善攻 也不善守 而擅长研究 发明 以及创造 如果由魔羊族出手的话 魔牛族的战甲和兵器 绝对会成倍 或者几倍的加强 可是魔羊族哪有心思作这些啊 妖族大军部不紧逼 而魔羊族又极度不擅长征战 因此 魔羊族如今的八成精力 都用在了对抗妖族之上 而旁边的魔牛族 却在独善其身 魔狼族也光顾着去劫掠 抢迫妖族的财物 根本不理会魔羊族的死活 既然别人都不管魔羊族 那魔羊族又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呢 魔族四分五裂之下 成了一盘散沙 多了不说 只要魔狼 魔牛 魔羊 三大种族联合起来 那妖族又拿什么去抵挡呢 攻吗 攻不出去 守吗 守不住的 除了败退 再无其他可能 了解了魔牛族的一切之后 朱恒宇除了叹息之外 却什么都做不了 朱恒宇在魔羊族内 不过一个新晋的魔帅而已 虽然身份和地位有了 但是却并无实权 他甚至被军部给舍弃了 扔在了羊角岛自生自灭 此时此刻 军部的大多促人 其实恨不能他立刻死掉 然后他们就可以争夺 朱恒宇空出来的魔帅之位了吧 朱恒宇现在连魔羊族都影响不了 又谈什么去影响魔狼族 魔牛族 大体探查了魔牛族的情况之后 朱恒宇也终于抵达了 魔牛族的贸易都市 牛魔城 果然 不出朱恒宇的预料 牛魔城内 魔能狙杀囤积了一万三千多枚 数量上 比魔狼族少了四千多 不过 这只是因为 魔牛族的传承祭坛里 出的魔能狙杀比较少而已 事实上 魔牛族本身 根本就不需要远程魔际和魔法 对力大无比的魔牛族来说 飞斧就是最适合他们的远程兵器了 有了飞斧这个最强的远程打击手段 他们哪可能去学什么魔能狙杀 对魔牛族而言 所有速度类的魔际和魔法 都是没人要的 而所有增加力量 增加防御 增加魔体强度的传承魔际和魔法 则最为珍惜 朱恒宇大肆搜刮之下 魔能狙杀 魔能火球 魔能兵剑 魔能地刺 魔能锋刃 全部一扫而空 而蛮牛族喜欢的魔能巨力 魔能战甲之类的传承魔际 则一个都没有 接下来 朱恒宇无比期待地 开始查找其他的魔能传承 魔能疾形 魔能之眼 更是重中之重 探查之下 朱恒宇顿时惊喜了起来 原本 朱恒宇还在担心 这两大传承魔际 有没有可能被魔狼族买走 可是事实上 这两大传承魔际 不但没被买走 其积压的数量 反而达到了两万七千多 如此一来 朱恒宇便凑全了 三万套天魔镜 为所需要的传承魔际 每套传承魔际 都分别为魔能疾形 魔能之眼 以及魔能狙杀 到此为止 朱恒宇魔牛族一行的任务 已经全部完成了 朱恒宇已经可以乘坐白金战舰 赶回魔阳族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朱恒宇却并不想就此离开 了解了魔牛族的强大之后 朱恒宇很想招募一批魔牛族的重装步兵 有了擅守的重装步兵 朱恒宇就再也不需要担心 阳角城的守备问题了 时到如今 朱恒宇的手中 拥有33000多套重装步兵的传承魔际 没错 就是得自魔狼族的 极度适合魔牛族修饰的魔能距离 魔能战甲 以及魔能冲锋 配合上魔牛族重装步兵的钢铁铠甲 以及飞斧 那阳角城 绝对会守得固若金汤 只不过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招募一批强大的重装步兵呢 在朱恒宇想来 魔牛族的精英 肯定都控制在魔牛族的大家族 大势力 甚至是军部的手中 想要招募魔牛族的精英 那绝对是难之又难的事情 可是 当朱恒宇试探着进行了解的时候 所探知到的一切 却让朱恒宇彻底无语了 蓝牛族 光是精锐战士 救族有三亿之促 单救军队数量而言 已经超过了魔族的炮灰种族 魔羊族 要知道 正面战场之上 魔羊族的士兵 从来都是消耗性的兵种 靠的就是数量多 而魔牛族则不同 魔牛族的士兵 那可都是魔族的精锐 是最强大的重装步兵 以及重装骑兵 无论哪个世界 无论是哪朝哪代 重装步兵 以及重装骑兵 都一定是精锐中的精锐 可是现在 魔牛族的士族数量 竟然达到了三亿之促 这可就实在太夸张了 要知道 在亿万年前 魔族退守北域海岛的时候 魔狼族一共有三千万空闲之士 亿万年后的今天 魔狼族的空闲之士 也依然有三千万 而反观魔牛族 亿万年前 魔牛族退守北域海岛的时候 一共只有三百万精锐士族 亿万年后的今天 魔牛族的大军 确保增到了三亿 数量足足提升了一百倍 如此多的精锐大军 可不是凭空诞生的 也不是说 所有魔牛族的修士 都是精锐的战士 单就血脉纯度 以及魔力清和度而言 魔牛族和魔阳族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 魔牛族的三亿精锐士族 是基于庞大的魔牛族人口之上的 至于魔牛族的人口 到底有多少 那便不是诸恒宇所能了解到的 这魔牛族 也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 没有人知道魔牛族到底有多少人口 不过 魔牛族因为擅守的关系 所以 魔牛族控制的岛屿 数量最多 对比而言 魔阳族一共才控制了三千座岛群 而魔牛族控制的岛群数量 却达到了十万多座 基本上 魔阳族以东 覆盖了整个东北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的岛屿 全部都在魔牛族的掌控中 三千对十万 这就是魔阳族与魔牛族之间的差距 说到这里 肯定很多人会想 魔牛族人口多 所以精锐就多 不过 魔牛族精锐虽然多 但是他们占领的岛羽也多 需要的守军也多 可是事实上 却并非如此 第3902章底蕴申 魔牛族太强了 蓝牛铁骑的野外扫荡 可谓是所向披靡 蓝牛近卫守城 可谓是固入金汤 根本就没有人敢入侵魔牛族控制下的岛屿 只要在边疆地带的岛屿上 布置一些驻军 就已经足够了 十万多座岛屿 岛有十万多座岛屿上 是没有守军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势力 敢敢入侵魔牛族的岛屿 退一万步说 即便有人胆大包天 对魔牛族发动了攻击 魔牛族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守军 只要把城门衣冠 魔牛族的百姓拿起武器 穿上铠甲 立刻就变成重装战士了 虽然实力上 普通百姓肯定比不了那些蛮牛族精锐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魔牛族能穿戴钢铁重甲 与他们的实力并无太大关系 魔牛族的种族特性 就是身强体壮 力大如牛 同断魔体的情况下 只有魔牛族可以在穿戴重甲的情况下 奔走如飞 换了是魔羊族 以及魔狼族 一旦穿上了钢铁重甲 根本就走不动路了 就算勉强能走 也非常的不灵活 根本无法战斗 而对魔牛族来说 他们完全可以无视钢铁重甲的重量 而只要穿上了钢铁重甲 那些入侵的敌人 就必然难以攻陷 因此 魔牛族根本不需要什么守军 魔牛族 是一个全民皆兵的种族 就连魔牛族的妇女 那都格顶格是一把好手 因此 魔牛族虽然拥有海量的 高达三亿的精锐士族 但是事实上 魔牛族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士族 那么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拥有这么多士族 却又不需要这么多士族 那么那亿万大军 又该如何安排呢 调查之下 结果却让朱衡宇很难相信 那为数三亿的魔牛族精锐 竟然全部都用来做矿工 建筑工去了 所谓的矿工 就是去开采各种矿石 其中包括黄金 白银 也包括普通的铁矿 铜矿 以及其他的金属矿藏 从开采 到运输 到冶炼 再到锻造 整个流程下来 族族需要两亿的魔牛族精锐 魔牛族的金属 是非常便宜的 基本人人都有几套钢铁战甲 以及各种兵器 其中包括扩刃战斧 长柄战斧 飞斧 对于魔牛族来说 普通的刀剑 根本就不合手 一个发力 很容易就卷刃 甚至是折断了 就连长柄大刀 他们用起来都不得尽 轻飘飘的 不够结实不说 还根本使不出力气来 整个流程下来 魔牛族的精锐们 不但有了工作 赚到了金钱 最重要的是 在工作的同时 他们的魔体 也在持续得到锻炼 无论是开采矿石 还是运输矿石 无论是冶炼矿石 还是对金属进行锻造加工 都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 消耗巨大的能量 工作的同时 他们的力量和魔体强度 也在不断地提升 因此 魔牛族的精锐 越来越精锐 魔体的综合实力 也是越来越高 虽然已经有千万年 没有参加战斗了 但是魔牛族的底蕴之身 简直让人则舌 至于另外的一亿魔牛族精锐 则全部用来开采石料 建造庞大的建筑 魔牛族控制的地盘之上 每座岛屿之上 都建造有巨大的城池 每座城池 都有高高的 坚固无比的城墙 因此 即便有人入侵魔牛族的领地 也根本无用 无论是那高大坚固的城墙 还是城墙上的蛮牛敬畏 都几乎是不可攻陷的 魔牛族这么多士族 是基于恐怖的人口数量的 魔牛族虽然地盘非常大 但是人口却也更多 因此 魔牛族的经济 其实并不怎么发达 基本上 处在自己自足 初步解决温饱的阶段下 想要招募魔牛族士族 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出得起钱 就可以雇佣魔牛族的精锐 只要足够有钱 那基本是要多少 就有多少 即便想雇佣一千万魔牛族精锐 那也绝对不是问题 只不过 消耗的金钱 恐怕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一千万魔牛族精锐 即便每人每天只要一千魔能时 一个月下来 也需要三万魔能时 尤其是五十段以上的魔牛族精锐 一个月的雇佣金 更是高达十万 六十段以上的魔牛族精锐 一个月的雇佣 高达百万 如此高价 即便是朱恒宇 也不可能长期的 大量的雇佣 现在 对于朱恒宇来说 五十段魔体以下的魔牛族精锐 根本就没用 毕竟 羊角岛所面对的 那可都是妖族的主力大军 五十段魔体以下的蛮牛族精锐 很难起到太大的作用 即便他们甩出了飞斧 也很难对妖族造成太大的杀伤 朱恒宇能接受的 是六十段魔体 以及六十段魔体以上的存在 上不封顶 越高越好 抽购完船程魔球之后 朱恒宇并没有急着离开 毕竟 就算现在立刻赶回去 意义也不大 老船长招募那些万战老兵 需要很长的时间 现在立刻赶回去 也只能干等着 什么都做不了 至于羊角城那边 朱恒宇也完全不需要担心 除非纳精雕妖帅 不想要黄精了 否则的话 他绝对不会把羊角岛给灭掉的 最重要的是 朱恒宇可以通过英灵二 通过他与森罗因蛇之间的灵魂锁链 探知到羊角岛的情况 每天白天的时候 都会有大量的灵魂之力 通过灵魂锁链 输送到英灵二这里 这些灵魂之力 正是天魔竟为射杀妖族氏族后 获取的战利品 每天 英灵二的森罗之力 都会暴增一小段 要不了多久 朱恒宇就又可以分离出 更多的森罗因蛇了 朱恒宇已经分离出了 六千多条森罗因蛇 其中三千六百多条 种入了三千六百多名 天魔禁卫的是海内 另外的三千条 则种入了炼狱禁卫的是海内 这两大军团 也正是朱恒宇最重要的两大军团 虽然普通的蛮牛族精锐 其实并不难雇佣 可是六十段模体以上的蛮牛族精锐 雇佣的价格实在太贵了 即便以朱恒宇的财大气粗 也根本无法长期雇佣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恒宇想要的 可不是六十段模体的蛮牛族精锐啊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六十段以上的蛮牛族精锐 只要突破了六十段模体 那一切就都好说了 突破了六十段模体桎之后 一直到九十段模体之前 都只是小桎固 不会有大关卡了 因此 六十段和六十一段 那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3903章可笑的要求 六十段模体 没有荒谷万魔果 没有入魔单 也没有破障精单的话 恐怕一辈子 都只能卡在这里了 可是六十一段模体 则完全不同了 六十一段模体 虽然只比六十段模体高出一段 但是却可以直达九十段 中间再无大的桎固和关卡出现 不过 六十一段模体上的蛮牛族精锐 价值实在太高了 即便是在冰晶江广的蛮牛族 也绝对是稀有资源 要知道 六十一段模体以上 那可是蛮牛族的魔将啊 虽然魔牛族常年未曾战乱的关系 魔将的数量非常多 可是即便如此 魔将也还是魔将 现在的问题是 朱恒宇想要的 是六十一段模体以上的超级精锐 如此的精锐 却不是随便就可以雇佣到的了 即便朱恒宇有钱 人家也未必跟他走 而且魔牛族的军部 是否能容忍朱恒宇如此挖脚 此来想去 朱恒宇却始终找不到太好的办法 无奈下 朱恒宇一咬牙 一跺脚 硬着头皮 赶去了魔牛族的军部 求见魔牛皇帝 说是要重要的 是关魔牛族兴衰的大事 要和魔牛族商谈 面对朱恒宇的申请 魔牛族军部很快便做出了回复 魔牛族的三大魔皇 都处在闭关状态 谁都见不到 不过 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 其实不需要见魔皇 军部的九大魔王 完全可以代替魔皇 做出任何决定了 朱恒宇虽然无奈 但却只能接受 会见的过程 就不仔细去说了 面对着九大魔王 朱恒宇提出了申请 希望魔牛族 能够派出一批精锐 帮助魔羊族镇守城池 面对朱恒宇的申请 九大魔王直接就拒绝了 虽然同为魔族 但是魔羊族和魔牛族之间 并无太深交情 想要顾佑魔牛族 不是不可以 不过价格上 必须给族 至于朱恒宇要求的 雇佣大量魔将级的精英 那更是连谈的于帝都没有 在魔族之内 魔将绝对是最宝贵的资源 有了魔将 才可能诞生魔帅 以及魔王 甚至是魔皇 而且朱恒宇一开口 需求的数量就很大 会面刚持续不到一刻中 九大魔王便失去了 继续谈下去的兴趣 纷纷起身打算离开 在九大魔牛王看来 朱恒宇的想法 纯属妙想天开 魔牛族又不欠魔羊族的 凭什么派那么多精锐士族 帮他们啊 要想谈 也不是不行 让魔羊族的魔皇亲自来谈 实在不行 派出魔王级的代表团 来谈也行 不出让大量的利益 魔牛族是不会出手的 现在的问题是 魔羊族连年与妖族开战 哪还有什么利益出让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魔牛族已经一两千年 没有经历战乱了 虽然魔牛族困手海岛 发展得也很一般 但是最起码 已经初步达到了吃穿不愁了 而反观魔羊族 宝京战乱之下 所有的资源 全部供给前线了 根本就拿不出自够的利益 请魔牛族出手相助 而对魔牛族来说 没道理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去帮助魔羊族啊 要知道 魔牛族一旦投入战争 消耗的资金 是非常恐怖的 多了不说 魔牛族投入战场后 所有的花费 总是要魔羊族出的吧 魔牛族战死的士族 薪水 酬劳 以及抚恤金 总是要魔羊族发的吧 可惜的是 魔羊族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啊 因此 朱恒宇提出的要求 在魔牛族军部的九大魔王看起来 简直幼稚到了极点 三岁的孩子 都不会提出这么幼稚 这么可笑的要求 眼看着魔牛族军部的九大巨头要走 朱恒宇却并不担心 长吸了一口气 朱恒宇知道 他必须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才可以打动这九大魔王了 思索之间 朱恒宇道 你们要利益吗 也好 听到朱恒宇的话 九大魔王顿时扭过头 疑惑地朝朱恒宇看了过去 在他们想来 区区一个魔羊族魔帅 能有什么好处 事关两族之间的合作 岂是区区一尊魔帅可以谈的 就算魔羊族的魔皇不来 最起码 也要派魔王来谈吧 面对九大魔王质疑的注视 朱恒宇的大脑 快速地思索了起来 现在 朱恒宇能拿出的最大利益 就是传承魔球了 其中 比较适合魔牛族的 分别是魔能聚力 魔能战甲 以及魔能冲锋 朱恒宇可以确定 只要他拿出这三大传承魔技 一定可以打动这九大魔王 不过 朱恒宇可不想一次性 全部都拿出来 如果都给了他们 那朱恒宇可就没什么剩余了 可是 三大传承魔技 到底要牺牲哪一个呢 魔能聚力 魔能战甲 都是魔牛族通用的 最适合他们的传承魔技 至于魔能冲锋 则更多的 是在平原冲锋时才可以使用 无论是步行冲锋 还是驾驭着蛮牛 坐骑冲锋 都是非常强大 非常管用的 不过 朱恒宇想招募魔牛族精锐 为的可不是攻城掠地 说白了 朱恒宇现在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要守住阳脚城 如此一来 那魔能冲锋 便似乎没什么用处了 阳脚城的城墙虽然很宽敞 可是即便如此 也不足以在城墙之上 去施展什么魔能冲锋吧 所谓的冲锋 那都最少要经过上百米距离加速的 没有最少百米的距离进行冲锋 根本就凝聚不起无坚不摧的势头 如果这三大传承魔技 一定要牺牲一个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一定是魔能冲锋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城墙上太过狭窄之外 另一个客观原因是 朱恒宇根本找不到足够强大的蛮牛坐骑 别说五彩 七彩 以及九彩蛮牛了 就算普通的蛮牛统领 朱恒宇也不知道去哪弄啊 而不行冲锋的话 还是算了吧 那根本没有任何威力可言 陈寅之间 朱恒宇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深深地看着九大魔王 朱恒宇断然道 我用魔能冲锋传承魔球 换你们的魔牛族精锐 你们看如何 魔能冲锋 听到朱恒宇的话 魔牛族的九大魔王先是一惊 不过很快 其中一个魔王便不屑地摇头道 比那三两个传承魔球 还是拿去商店贩卖吧 也许能卖个好价钱 至于说 用传承魔球换魔将 你自己觉得可能吗 听到魔王的话 朱恒宇淡然一笑道 三两个的话 确实不行 可是 微笑着看着那尊魔王 朱恒宇猛地收起了笑脸 无比严肃地道 如果 我有三万个呢 第三千九百零四张天壤之别 什么 三万个 听到朱恒宇的话 九大魔王顿时骇然色变 要知道 魔牛族最精锐的蛮牛铁骑 就一定要掌握魔能冲锋 否则的话 如此沉重的魔牛族骑兵 加上一身沉重无比的铠甲 再加上蛮牛坐骑 那巨大无比 沉重无比的身躯 根本就跑不快 也冲不起来啊 只要掌握了传承魔技 魔能冲锋 蛮牛铁骑才是真正的蛮牛铁骑 才可以真正地冲起来 也只有真正冲起来的蛮牛铁骑 才真正可以做到无坚不摧 即便正面与妖族的战相 敬畏对战 也一样能战而胜之 深深地看着朱恒宇 那尊魔王冷声道 你真的有三万枚魔能冲锋的 传承魔球吗 用力地点了点头 朱恒宇道 我这个人 从不开玩笑 更不敢在魔牛族的军部 开九大魔王的玩笑 九尊魔王深沉地点了点头 随后凑在一起 小声地交头接耳了起来 好一会 那尊魔王转过头 对朱恒宇道 传承魔球固然珍贵 但是你也知道 相悲而言 还是魔将更重要 点了点头 朱恒宇道 我现在只想知道 三万枚魔能冲锋的传承魔球 能换多少名魔牛族的魔将 深深地看着朱恒宇 为首的魔王深沉地道 我们刚才讨论过了 三万枚魔能冲锋 我们可以换给你 一千元魔牛族的魔将 什么 这 朱恒宇顿时瞪大了双眼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三十枚传承魔球 竟然就可以换到一元魔将了吗 难道说 魔牛族的魔将 就这么不值钱吗 难道朱恒宇和他身边的苏紫云 苏小婉 竟然只值三十枚传承魔球吗 如果说 那三十枚传承魔球 是终极传承的话 倒也还罢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那只是普通的高级传承魔球而已 连稀有都算不上 看着朱恒宇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的样子 那九大魔王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对于那三万传承魔球 他们真的是做梦都想要 有了这三万传承魔球 他们就可以组建起一只 为数三万的蛮牛铁骑了 即便为此付出一千蛮牛族精锐 也绝对是值得的 因此 他们在自己的权限之内 给出了最高的价格 如果朱恒宇还是不满意的话 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了 再想提戒 就必须请出三尊魔皇了 而不是是关魔牛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魔皇是禁止所有人打扰的 看着一脸可切的九大魔王 朱恒宇倒霉想着要继续讲价 毕竟 三十个传承魔球 换一尊魔将 这已经是赚大了 如果还是人心不足的话 老天都会看不过眼的吧 朱恒宇迟疑的道 那么 我如果再拿出三万枚魔能距离呢 什么 理着 听到朱恒宇的话 九大魔王 顿时面露金色 快速凑在一起 热烈地讨论了一番之后 九大魔王共同做出了决定 这魔能距离 是蛮牛近卫必备的传承魔技 只有在魔能距离的增幅下 他们才有足够的力量 将战斧扔出千米距离 有了这三万魔能距离 魔牛族便可以再次组建起一只为数三万的蛮牛近卫来 因此 只稍微一商量之后 九大魔王便做出了决定 三万枚魔能距离 也可以兑换一千名魔牛族魔将 听到这里 朱恒宇简直兴奋的要效出来了 现在 魔能距离 以及魔能冲锋都送出去了 那么 魔能战甲 留着也没啥用了 思索之间 朱恒宇开口问道 那么 如果我再拿出三万枚魔能战甲呢 九大魔王彻底无语了 无论是蛮牛铁技 还是蛮牛近卫 都是需要魔能战甲的 就连为数只有三千的蛮牛近卫 也是需要的 事实上 那三千蛮牛近卫学习的 就是魔能距离 以及魔能战甲 不过 作为蛮牛近卫 他们学的第三个传承魔技 却是魔能投掷 而不是魔能冲锋 魔能距离 魔能战甲 魔能冲锋 三合一之下 可以训练出三万名真正的蛮牛铁技 魔牛族的重骑兵 统称为蛮牛铁技 可是事实上 在魔牛族内部 蛮牛铁技 其实是终极兵种 三大魔王之一 就掌控着一只精锐的蛮牛铁技 这只蛮牛铁技 做起都是五彩蛮牛王 而他们的传承魔技 恰恰是魔能距离 魔能战甲 以及魔能冲锋 当年 凭借三万铁技 一日一夜之间 覆灭三千万妖族联军的 正是魔皇麾下的那只蛮牛铁技 当年 凭借三万铁技 以及三千进卫 正面击溃妖族战相进卫的 也正是魔皇麾下的那只蛮牛铁技 三万魔能距离 三万魔能战甲 三万魔能冲锋 足以再次组建起 一支为数三万的蛮牛铁技军团 虽然 他们要因此 付出三千魔牛族魔将位代价 可是对于魔牛族来说 这绝对是值得的 要知道 魔皇的麾下 一共才只有三万蛮牛铁技而已 如果这次的交易真正达成 那么魔皇麾下的蛮牛铁技 数量便将暴增一倍之巨 这笔买卖 真的可以做啊 所谓 冰贵金 而不贵多 真正的蛮牛铁技 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 因此 这笔买卖 九大魔王 是万难拒绝的 只烧一对势 九大魔王便做出了决定 只要朱恒宇拿出三万套魔能铁技的传承 他们便愿意用三千蛮牛族魔将 进行交换 看着九大魔王迫不及待的样子 朱恒宇不由得消了起来 从现在的状态上看 对方似乎更加迫切啊 虽然九大魔王一直在掩饰 但是很显然 这三万套蛮牛铁技的传承 对魔牛族太重要了 因此 即便他们已经全力掩饰了 可是言谈和举止之间 却还是露出了一丝痕迹 思索之间 朱恒宇开口道 这笔买卖可以做 不过 听到朱恒宇说出不过两次 九大魔王顿时急切了起来 生怕这笔买卖 就这么黄了 在九大魔王焦急的注视下 朱恒宇道 这样的交换 虽然看起来不错 但是 我似乎还是亏了点啊 听到朱恒宇的话 为首的那尊魔王顿时急了 瞪大了牛眼 那尊魔王道 亏 你怎么会亏 三万套传承 换三千元魔将 说道天边你也是大赚啊 皱了皱眉头 朱恒宇道 光是魔将 也还远远不够 我需要的是魔体段位 突破六十一段以上的魔将 听到朱恒宇的话 九大魔王顿时苦笑了起来 虽然只有一段之差 但是很显然 这一段之差 便是天壤之别啊 不过 考虑道 可以组建起三万蛮牛铁骑 九大魔王尽管心里不愿意 但是却还是咬着牙 答应了下来 第3905张会儿不费 虽然损失非常大 但是魔牛族的领地无比的辽阔 出产的各种资源 也非常的丰富 单单只是三千元魔将 突破六十段 智固的消耗 魔牛族还是可以接受的 见到九大魔王一脸为难地 答应了下来 朱恒宇顿时雀跃了起来 朱恒宇实在没有太多资源和时间 帮着三千魔将 突破六十段魔体的智固了 现在直接就可以招募到 六十一段魔体以上的魔将 那真的在好不过了 原本 到此为止 朱恒宇就已经可以满意了 可是看着九大魔王 那无比急切的样子 朱恒宇眼珠一转之间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对方未必会答应 但是问问又不需要消耗什么 而且万一答应了呢 思索之间 朱恒宇开口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们新组建的那三万大军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出兵帮帮我 出兵帮你 听到朱恒宇的话 九大魔牛族魔王 顿时一头的雾水 看着九大魔王疑惑的样子 朱恒宇急忙开口道 大军的薪水 消耗 以及抚恤金 我都会出 这一点你们不必担心 面对朱恒宇的要求 九大魔王顿时愁愁了起来 一旦这支大军成功组建 那绝对是魔牛族的王牌军团 朱恒宇想要随时借用 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可如果直接拒绝掉的话 万一对方生气 不做这笔买卖呢 如果朱恒宇真的不做这笔买卖的话 魔牛族的损失 可就太大了 思索之间 九尊魔牛族魔王 不由低声交谈了起来 族族谈了半个多时辰 九尊魔王才勉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朱恒宇想要借用这三万大军不是问题 不过 这种借用 不可能是没有限制的 万一这三万大军拉走 然后全军覆没 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因此 在九大魔王的讨论之下 终于做出了决定 朱恒宇有权利调用这支大军 但是在调用之前 却必须经过魔牛族军部的批准 并且 一旦获得了批准之后 这支军队外界期间的所有消耗和花费 都由朱恒宇来负责 一旦出现了伤亡 朱恒宇必须全权负责 如果伤亡太过巨大 朱恒宇更是要以命向底 面对九大魔王的要求 朱恒宇只稍一考虑 便答应了下来 事实上 朱恒宇借用这支军团 根本就不是为了战斗 对于朱恒宇来说 这只是一件战略性的武器 其威慑性 远比实际的威力要来的恐怖 一般的情况下 朱恒宇是不会借用这支军团的 可是一旦借用了 就说明朱恒宇已经违在旦夕了 朱恒宇最看重的 其实就是这支蛮牛铁技的威慑性 无论是对妖族 还是对魔羊族内部 三万蛮牛铁技 都是绝对是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 真正用这支军团去战斗 朱恒宇根本没有想过 对于朱恒宇来说 关键时刻 请出这支军团 便足以证明他的底蕴和实力了 无论是妖族 还是魔羊族 再想动他的话 恐怕就要掂量掂量了 当然 如果真的到了危急时刻 到了性命交官的时刻 该借用这支军团的力量 还是要借的 连命都保不住了 谁还会关心后面的事情 经过反复的商谈之后 朱恒宇与魔牛族军部 终于达成了交易 朱恒宇给出三万套蛮牛铁技的 传承魔球 而蛮牛族 则派出三千名六十一段 魔体以上的魔将 终生追随朱恒宇 成为朱恒宇的禁卫军 对于这支新组建的 为数三千人的军团 朱恒宇将其命名为 蛮牛禁卫 对于朱恒宇的命名 九大魔王先是一愣 不过随即就笑了起来 很显然 朱恒宇这世在讨巧 要知道 蛮牛禁卫 那可是三大魔牛族魔皇中 其中一尊魔皇麾下的精锐 这支蛮牛禁卫 身穿钢铁重甲 手持钢铁重盾 以及钢铁战斧 一手飞斧 更是犀利到了极限 这支蛮牛禁卫 堪称是最完美 最全能的军团了 即可以不开阵型 正面与敌军交战 又可以助手城墙 将来犯之敌距与城墙之外 除了不善攻城之外 蛮牛禁卫 几乎无所不能 近身可以用重盾布下盾墙 克制骑兵的突击 撤掉战盾 可以凭借手中的阔腾战斧 砍杀敌人 拉远距离的话 又可以远程投掷飞斧 与敌方的弓箭 以及魔法部队对轰 朱衡宇将这三千人的部队 命名为蛮牛禁卫 绝对是狐假虎威 让外人摸不清虚实 判断不出 朱衡宇与魔牛族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此一来 一旦有人试图对付朱衡宇 便不得不多掂量一下了 万一朱衡与魔牛族关系 真的很默逆 如果动了朱衡宇 真的会触怒魔牛族的话 恐怕绝大多数家族和势力 都是抵挡不住的 而即便他们有心探查朱衡宇的底细 恐怕也探查不出来 朱衡宇与魔牛族的关系 只有九大魔王才知道 其他人最多知道朱衡宇与魔牛族军部有所合作 但却并不知道 到底合作了些什么 这一切都是魔牛族的机密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知道的 即便他们问到了九大魔王的身上 九大魔王恐怕也不会透露什么消息 这种会而不费的事情 他们绝对不介意去做的 朱衡宇能搞到这么多传承魔球 而且还能想到 跑到魔牛军部来做交易 便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有胆略 有气魄 有能力 有本事的人 这样的朋友 谁不愿意多交几个呢 最让九大魔王在意的是 现在 朱衡宇拿出了三万套蛮牛铁骑的传承 以后 朱衡宇会不会拿出更多的传承呢 因此 就算有人问到他们头上 他们也不会拆穿 事实上 朱衡宇与九大魔王之间 就是有着交情的 九大魔王都不介意护着朱衡宇 反正只需要他们口头说句话而已 根本是会而不费的事情 对于朱衡宇 将这三千人的部队 命名为蛮牛敬畏一事 九大魔王只微微一愣 便同时笑了起来 很显然朱衡宇的这个做法 是非常聪明的 虽然此蛮牛敬畏 非比蛮牛敬畏 可是除了九大魔王之外 谁又能知道呢 也许 对于妖族来说 他们还不会太过在意 毕竟 妖族和魔牛族 也分属敌对 人家不会在意你蛮牛敬畏有多牛 反正魔牛族再强 也攻不到陆地上去 因此 妖族完全可以无视蛮牛敬畏的名头 可是魔羊族内 可就不是这样了 第三千九百零六章一模一样 大家都是魔族 你看不起朱衡宇可以 可是你如果看不起蛮牛敬畏 那就真的不行了 打了蛮牛敬畏的脸 就等于是打了魔牛族魔皇的脸 在魔羊族内 绝对没有人敢对蛮牛敬畏 伸出一根小指的 否则的话 真的触怒了魔牛族 魔羊族的军部 恐怕就不得不给出一个交代了 至关两族之间的荣耀和尊严 那事情就太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朱衡宇是魔牛族的子民 那么 他是不能把自己的军团 命名为蓝牛敬畏的 蓝牛敬畏 那可是魔牛族魔皇的专属军团 其他人是不能起这个名字的 可是问题是 朱衡宇是魔羊族的子民 他要起什么名字 魔牛族是管不到的 朱衡宇就是抓住了这个空子 对于朱衡宇的小机灵 魔牛族的九大魔王并不讨厌 这九大魔王 也是从小祖子混起来的 他们比所有人 都更明白戒势 以及戒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看着朱衡宇 他们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因此 对于朱衡宇的小手段 小机灵 他们并不会感到厌恶 毕竟 这是他们曾经用过的 事实上 九大魔王不但不讨厌 反而选择成全朱衡宇 知道朱衡宇要借用蛮牛 敬畏的威名见识 九大魔王稍一讨论之后 便做出了决定 那三千魔牛族魔僵 配备全套的蛮牛族战甲 兵器 以及中盾 和真正的蛮牛敬畏比起来 他们唯一差的 就是蛮牛族魔皇的标记 其他的一切 都是一模一样的 光是从外形上看 绝对是同一个魔子里导出来的 见到九大魔王如此慷慨 朱衡宇不由得喜出望外 要知道 蛮牛敬畏穿戴的铠甲 使用的兵器 手持的虫盾 那可都是混沌黑金 锻造而成的 虽然在坚固程度上 不如混沌白金 但是三千套混沌黑金 锻造而成的虫甲 中盾 以及兵器 已经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了 也就是野精非常发达的魔牛族了 换了是魔羊族 根本就弄不到如此多的黑金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混沌白金锻造的战甲 其实更加坚固 可惜的是 混沌白金 真的太稀少了 即便是真正的蛮牛敬畏 也只有魔帅以上的超级精锐 才有资格穿戴 魔牛族就算在大方 也不可能送给朱衡宇三千套白金中甲 那不是钱的事 如此珍贵而又稀有的资源 是绝对不会外流的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朱衡宇陆续地完成了交接 送出了三万套蛮牛铁骑的传承魔祭之后 魔牛族军部也言而有幸 说话算话的 派出了三千元魔将 加入了朱衡宇的麾下 这三千元魔牛族魔将 魔体段位都在六十一到六十五段之间 身穿黑金中甲 手持黑金中盾 手持黑金战斧 腰里还别着九把黑金飞斧 这三千元魔将 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身高统一在两米左右 最高的 不超过两米03 最矮的 不低于两米 每元蛮牛族魔将 都是身强体壮 一身的肌肉疙瘩 身穿着黑金中甲 手持着黑金中盾和黑金战斧 穷揪揪 气昂昂地站在那里 不用打 光是靠虎的 就可以虎住一大群人 这三千魔牛族魔将 可是九大魔王精挑戏选出来的 既然知道朱衡宇要狐假虎威了 他们自然要精选出 魔牛族的精兵抢将 交给朱衡宇了 如果选的全是些歪关烈藻的话 反倒会剁了魔牛族的威名 魔牛族 是非常好面子的种族 因此 为了不给魔牛族丢脸 九大魔王精选出了三千精英 那些歪关烈藻 或者不够强大 又或者是性格上有缺陷的 一概剔除 对九大魔王来说 这三千人的蛮牛敬畏 可是肩负着展现魔牛族雄风的重任 既然挂上了蛮牛敬畏的名头 哪怕是假的 也绝对不能丢人 朱衡宇这小机灵一斗之间 直接收获了三千元蛮牛族 真正的精锐魔将 若非朱衡宇抖了这个机灵 那九大魔王 还真未必舍得拿出这么好的家底 原本到此为止 朱衡宇已经可以离开了 可是这三千蛮牛敬畏 朱衡宇根本就运不走 如果乘坐普通的战舰的话 最起码要半年多的时间 才可以赶回魔羊族领地 而且这一路上 一个不小心 就会遭遇妖族的战舰 魔牛族在海上 战力可是非常普通的 一旦战舰被集成 所有的魔牛族魔将 恐怕都要葬身海底了 即便再有实力 一旦落了水 也发挥不出来一丝一毫 因此早在一个周之前 朱衡宇便将白金战舰派了回去 想运走这三千蛮牛敬畏 必须将黑金战舰调来才行 不过以黑金战舰的速度 想赶到这里 最起码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因此朱衡宇只能暂时留在这里 不过好在 这些时间并不会就此浪费掉 接收了三千蛮牛敬畏之后 朱衡宇对这三千蛮牛敬畏 进行了培训 虽然朱衡宇送出了 三万套蛮牛铁骑的传承 可是事实上 朱衡宇手中的传承 可不是三万套整 而是三万多套 其中 魔能冲锋已经一个都不剩了 朱衡宇手头一共只有 三万零几十个魔能冲锋的 传承魔球 而且朱衡宇也买不到五彩蛮牛 因此朱衡宇很干脆地 将所有魔能冲锋的传承魔球 都交给了魔牛族军部 至于魔能聚力 以及魔能战甲 则各自还有三千多套 除此之外 必须一提的是 朱衡宇收购自魔狼族的魔能投执 也有四千多套 因此 趁白金战舰还没赶回来的时候 朱衡宇集合起了三千蛮牛敬畏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三千蛮牛敬畏 都清空了原本所学的传承魔技 统一学习了魔能聚力 魔能战甲 以及魔能投执 面对朱衡宇拿出的三大传承魔技 三千蛮牛敬畏彻底傻掉了 不是说 他们这三千蛮牛敬畏是假的吗 可是时到如今 他们和真正的蛮牛敬畏 又有什么差别呢 蓝牛敬畏是重装步兵 掌握的三大传承魔技 分别是魔能聚力 魔能战甲 以及魔能投执 现在 除了那道魔皇印记之外 这三千蛮牛敬畏 和真正的蛮牛敬畏 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到此为止 朱衡宇原本已经打算离开了 可是算了一下时间 距离老船长招募到足够的万战老兵 这点时间显然远远不够 因此 朱衡宇选择留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 朱衡宇对三千名蛮牛敬畏的装甲 兵器 进行了炼制 从玄色谷中之内 那神奇般的人形虚隐处 朱衡宇得到了全套的炼丹之道传承 以及全套的炼器之道的传承 两大传承之中 炼丹之道是最丰富 最全面 也最高深的 而在炼器之道上 与炼丹比起来 则稍有不如 可是这个不如 不是很差的意思 炼器之道的不如 是针对着炼丹之道的强大 第3907章一天 现在 即便炼制六级 甚至是七级的丹药 朱衡宇照样可以确保 炼制出九品的丹药来 而且还可以保证 一次就能炼制成功 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和意外 至于炼器之道 朱衡宇获得的传承里 更多的是炼制剑气 在这个领域内 朱衡宇获得的传承 堪称恐怖 这道传承之内 甚至包括了很多让人难以置信 光想想都让人觉得 恐怖的剑气的炼制之道 比如 炼制一柄纵横三千多公里的 超巨型长剑 又比如 炼制出一柄 足以毁灭整个世界 吞噬整个宇宙的黑洞重剑 虽然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朱衡宇知道 一旦这样的宝剑 真的炼制了出来 那么一剑之下 真的是催枯拉朽 所向披靡 即便是整个宇宙党在面前 也一样会被巨大的能量 瞬间溃灭掉 不过 虽然这炼器之道 实在太过恐怖 可是正因为如此 朱衡宇却发现 自己似乎无法去用 难道说 要让朱衡宇 去炼制一艘纵横 几千公里的巨剑吗 可是他去哪里 弄那么多材料和资源 去哪里找那么多帮手 以及黄吉以上的炼器师帮助呢 想炼制如此巨大的剑气 那最少也要几万 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黄吉的炼器师帮忙 即便如此 也需要促以千万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炼制成功 至于那新开一片天地 炼制出黑洞重剑 以及白光圣剑的炼器之道 朱衡宇根本联想都不敢想 不说别的 单单是开辟一方天地 所需要的天地本源 朱衡宇就无处可得 而且 对于朱衡宇来说 独自开辟一方小天地 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这炼器之道内 关于剑气的炼制之道 朱衡宇是完全没法用的 不是说 这炼器之道不高深 恰恰相反 是太高深了 高深到 朱衡宇根本就无法运用的程度了 光是起步 朱衡宇就起步来 迟到如今 他也只能运用剑气的炼制之道中 最浅显 最粗浅的炼制手法 去炼制一下白金战剑而已 至于其他的 朱衡宇根本就不敢想 总而言之 如果算上剑气的炼制之道的话 那么这炼器之道 简直逆了天了 和炼丹之道比起来 那炼丹之道简直就是 小孩撒尿和泥的玩意 可是这剑气的炼制之道 根本就无法用 因此 如果扣除了剑气的炼制之道的话 那么 炼器之道 比之炼丹之道 就相对不如了 这套炼器之道的传承中 在剑气一向上 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已经达到了道的极限 试想 都能独自开辟一方天地了 这还能再高吗 要知道 开辟一方天地 可不是开辟一方世界 世界容易开辟 一个星球 就是一个世界 可是一方天地 则完全不同 一方天地 可以容纳无数个世界 崩坏战场 其实就是一个小世界 崩坏战场世界 位于高级太古战场之内 而高级太古战场 也是一个中世界 高级太古战场 其实就在宇宙 这个大世界内 因此 开辟出一方独立的天地 基本是阻击大能的标志 而所谓的阻击大能 那可是真正至高无上的 盛进高手 不过 即便刨除了 剑气的炼制之道 这套炼气之道 也绝对不是一般人 所能想象的 没有促以千百万年的时间 去钻研和学习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将这炼气之道 钻研到这个境界 虽然相对剑气的炼气之道 其他方面的炼气之道 相对而言 还是薄弱了很多 可是单是和魔牛族的炼气之道 比起来 那真的是好友一比 如果说 魔牛族的炼气之道 是三岁孩子撒尿和尼的话 那么朱恒宇所掌握的炼气之道 便是兵魔重工 即一族之力 钻研了亿万年时光 研制出的钢铁战舰 之间的差距 即便用判若云尼去形容 都是不足以形容的 朱恒宇的炼制手法 说起来也没啥大不了的 他不过是将三千道基础的符文 印刻在了战甲的表面之上 放眼看去 整套蛮牛竞卫套装之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 却又古朴玄奥的花纹 整整三千道符文 这意味着什么 类似的符文 联名的家族只掌握了四道 便已经是叱咤风云 成为魔闻之道的顶级家族了 而同样的符文 朱恒宇这里却一共有三千道 而且 这三千道符文 难挂了所有的符文 其中包括神文 龙文 凤文 妖文 以及魔闻 事实上 所谓的神文 龙文 凤文 妖文 以及魔闻 都不过是符文之道的分支而已 是各族集大能 根据各族的特点 从符文之道中抽取一部分 改良之后的产物 就其根本 其实还是符文 以魔族的魔闻为例 其中只不过是加入了对魔器的运用而已 可惜的是 朱恒宇并没有获得符文之道的传承 因此 他现在只掌握了与炼器之道有关的 三千道基础符文 至于如何运用符文 如何建造符文祭坛 如何凝聚出传承魔球 朱恒宇战时还完全 不过 光只是这样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三千道符文 刻印在蛮牛近卫的战甲之上 便形成了一道完整的混元符文 这套混元符文 在遭受攻击时 还可以吸收对方三成的能量 形成一道能量护盾 网易听起来 只吸收三成能量 似乎太弱了 可是事实上 这实在太逆天了 三成能量 这等于是削弱了对方三成的破坏力 如果对方是一尊魔王的话 那么 对上这套黑金战甲的时候 其破坏力降低三成后 也就和魔帅差不多了 虽然肯定比魔帅强很多 但是毫无疑问 终究是从魔王阶 降低到了魔帅阶 如果说 单只是能量被吸收了三成 还不够恐怖的话 那么接下来 混元符文吸收了三成能量后 会凝聚出一道混元护盾 因此 这三成能量凝聚出的混元护盾 还将抵消掉对方三成的能量 如此一来 对方的攻击 真正落到黑金战甲上的 恐怕只有十支三四而已 不管对方的攻击力有多强 破坏力有多高 在混元符文面前 真正能落在十处的 不过是三成多 不到四成而已 而且最让敌人绝望的是 即便落到了十处 他们要对上的 也是钢铁重甲 黑金战甲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朱衡宇日以继夜 全力炼制着黑金战甲 每套战甲 可都是要明科三千道符文的 而且 明科的材料 还是以印度著称的黑金 因此 即便朱衡宇深谙炼器之道 可是真正炼制起来 却也依然是非常艰难 即便朱衡宇日以继夜的 在忙碌了 可是每天却也只能炼制 一百套黑金战装而已 足足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终于炼制完毕 整整一个月没睡 朱衡宇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飘了起来 炼制完了三千套黑金战装之后 朱衡宇倒头就睡 这一睡 就足足睡了三天三夜 当朱衡宇终于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的状态 简直好得不得了 不过 就在朱衡宇走出房间 进入蛮牛禁卫的营房时 一见让朱衡宇不知道该喜还是该乐的变化 让朱衡宇彻底的呆掉了 第三千九百零八张恐怖 刚一进入蛮牛禁卫的营帐 朱衡宇就被亮闪闪的光芒刺花了双眼 整个营帐之内 三千蛮牛禁卫的身上 穿着一套亮闪闪的铠甲 过去一个月来 朱衡宇日以继夜练制出的三千套黑金战装 竟然不见了踪影 见到这一幕 朱衡宇真的不知道该感到欢喜 还是该感觉愤怒 很显然 那套黑金战装 已经被蛮牛族的军部给拿走了 不过 蛮牛族军部毕竟也是要脸的 他们虽然拿走了黑金战装 却是用白金战装来换走的 但就造假而言 这些白金战装 绝对千百倍于黑金战装 可是对于朱衡宇来说 他炼制的三千套混元符纹 等于没了 而这三千套白金战装 还是重新炼制才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不确定 自己炼制完白金战装之后 会不会再次被蛮牛族军部换走 正在朱衡宇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时候 秦兰人从远处走了过来 一路走到朱衡宇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朱衡宇微微点了点头 低声交代了几句 随后 朱衡宇转过头 对着那三千蛮牛禁卫道 好了 大家整顿好行装 接下来 咱们进行一趟野外演练 面对朱衡宇的命令 三千蛮牛禁卫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行动了起来 三千名蛮牛禁卫 拎起了白金战盾 提起了白金战斧 要礼别着九把白金飞斧 排列成了整齐无比的队伍 在朱衡宇的带领下 一行人招摇过市的 朝野外赶了过去 见到朱衡宇一行人离开 蛮牛族的密探 很快便将这里的情报 全部汇报了上去 听说朱衡宇要统帅大军 去野外操练 魔牛族的九大魔王 并没有太过在意 他们其实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对于朱衡宇的练习之道 他们看的是非常重的 在他们想来 等朱衡宇将那三千套白金战装 全部炼制完毕后 他们确实会将其换走 不过 他们也不会让朱衡宇白忙活 肯定会给出足够丰厚的报酬的 不过可惜的是 他们虽然算计得很好 但是朱衡宇却哪肯留在这里那么久 要知道 蛮牛近卫的数量 也足足有三万多 炼制这么多白金战装 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问题是 杨角城那边 可还在等着朱衡宇呢 他哪里有那么多时间 留在这里炼制什么白金战装啊 真的一年后再回去的话 万一那京雕妖帅等的不耐烦 下了杀手 那杨角城的三千六百天魔境卫 可就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到了那个时候 朱衡宇怕是孤都找不着条 因此 借着野外拉链的借口 朱衡宇统帅着三千蛮牛境卫 一路抵达了海边 只见通体漆黑的黑金战舰 从海面下缓缓地扶了上来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三千蛮牛境卫 鱼冠进入了黑金战舰 直到最后一名蛮牛境卫 进入黑金战舰之后 朱衡宇才最后一个 踏上了黑金战舰的甲板 随后 漆黑的黑金战舰调转过头来 朝着大海深处航行而去 一路离开了牛魔岛 朱衡宇换成白金战舰 全速朝着魔阳族的领地赶了回去 他已经离开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如果再不尽快赶回去的话 恐怕事情会有所变故 至于黑金战舰和蛮牛境卫 就让他们在后面慢慢赶路吧 一路风驰电撤之间 很快 白金战舰和黑金战舰 便远离了魔牛族的领地 直到朱衡宇一行人 离开三个时辰之后 魔牛族才终于接到了消息 朱衡宇一行人失踪了 面对这个消息 魔牛族急了 一通寻找之下 终于在海边找到了朱衡宇留下的一封书信 那封书信 是明刻在海边一块巨岩之上的 书信上写得很清楚 朱衡宇知道 魔牛族更希望 他能多帮他们炼制一些混元符文 可是杨角城那边 真的已经围在旦夕了 他必须尽早赶回去 解除杨角城的危机 至于混元符文的事 等朱衡宇抽出时间后 一定专程赶来魔牛族 为他们炼制三万套白金战装 面对朱衡宇的解释 魔牛族九大魔王不由得叹息了起来 好在 魔牛族暂时没什么战端 因此 这混元符文晚点名科 问题也不是太大 不过无论如何 在九大魔王的心中 朱衡宇的地位 大大的提升了 虽然朱衡宇沉默 为他们炼制三万套白金战装 可是事实上 三万套就够了吗 要知道 蛮牛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 可个有三万啊 一共要六万套白金战装 才可以彻底将他们武装起来 而且朱衡宇交易给他们的三万套传承魔技 又可以武装起三万蛮牛禁卫 如此一来 需要的混元符文 就足有九万套了 光是这样 就足够了吗 不不不 这才哪到哪啊 还有蛮牛铁技呢 还有蛮牛族其他的重骑兵呢 对于混元符文 魔牛族的需求量实在太大了 即便朱衡宇现在留在这里 日以继夜地去炼制 每个千百年的时间 也休想满足魔牛族的需要 朱衡宇其实没这么容易 就轻松逃离的 若不是九大魔王 一直在测试那黑金战装的性能和强度的话 朱衡宇根本是差池都难非啊 过去三天以来 九大魔王基本是足不出户的 一直在研究和测试那三千套黑金战装 以及混元符文 在九大魔王的测试下 普通的魔帅 穿上这套黑金战甲后 竟然可以凭借混元符文 硬抗九大魔王的权力攻击 如果只是能抗住 那倒还没什么 关键是 九大魔王的攻击 根本伤不到人啊 虽然普通的魔帅 也很难伤到九大魔王 可是穿上了黑金战装之后 即便是最普通的魔帅 也已经和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不可开交了 直到魔帅魔戏枯竭竭 魔王才终于强行凭借力量 碾压制胜 可是即便如此 败的却只是魔帅 自始至终 黑金战甲 混元符文 并没有败 对于如此恐怖的黑金战装 以及混元符文 魔牛族的九大魔王 只能用恐怖二字去形容了 凭借一套战装 一个魔帅 竟然能和一个魔王打成平手 这还有天理吗 虽然说 魔王一旦开启终极传承 终究能在短时间内 耗光魔帅的魔器 可是那有什么用 即便那魔帅瘫软在了地上 他们却依然破不开 那套黑金战装 即便魔帅失去了反抗能力 可是那套黑金战装 却依然保护着他们 不砸碎 或者扒下那套黑金战装 就休想伤害到他们的本体 恐怖 真的太恐怖了 第3909章完全没问题 这黑金战装 简直就是一块锤不碎 砸不乱的铁疙瘩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魔牛族九大魔王聚集在一起 重新定位朱恒宇的身份和地位 经过研究 大家一致做出了决定 朱恒宇 是魔牛族最尊贵的客人 朱恒宇带走的那三千蛮牛敬畏 也并非是假冒的蛮牛敬畏 那三千蛮牛敬畏 就是魔牛族魔皇 赠送给朱恒宇 用来护身的敬畏 妖族的事 魔牛族还管不到 可是单就魔族之内而言 与朱恒宇为敌 就是与魔牛族为敌 不需要怀疑 对于魔牛族来说 朱恒宇的练起之道 真的太重要了 配合上朱恒宇的练起之道 魔牛族将再无对手 且不说 魔牛族如何决策 另一边 朱恒宇乘坐着白金战舰 一路朝阳角城的方向赶去 途中 路过天魔岛的时候 朱恒宇装了大量的黄金 并且将朱小妹也带在了身边 这才掉过头来 全速朝阳角岛赶去 距离朱恒宇离开 接近三个月的时间之后 朱恒宇终于再次返回了阳角岛 放眼朝阳角城外看去 入目所见 大地已经被鲜血 染成了暗红色 微风吹过 一股血腥气息 终人欲偶 很显然 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 这里肯定发生了 无比惨烈的战斗 回到阳角城内 朱恒宇的回归 让所有人都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 经过朱恒宇的了解 过去三个月来 妖族的进攻异常的猛烈 不过奇怪的是 妖族的进攻 虽然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但是负责冲锋陷阵的 都不过是山羊族妖兵 那些鹰族妖将 很少冲击城墙 是旧族的神射手 也很少升空标射 因此 虽然战斗无比的惨烈 伤亡更是巨大无比 可是事实上 攻城的强度 却并不是太大 经过再三检查 确定阳角城一切都安好之后 朱恒宇这才松了口气 当天夜里 朱恒宇趁着夜色正深 一路赶往了杨伟城的妖帅府 朱恒宇的魔体 刚出现在杨伟城上空 便被金雕妖帅发现了 不得不说 金雕妖帅的阴眼神通 实在太逆天了 隔着那么远 他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朱恒宇 甚至连他的相貌 都看得清楚无比 对于朱恒宇的到来 金雕妖帅并没有声张 而是任由朱恒宇一路飞进 并且落在了自己的面前 面对金雕妖帅 朱恒宇也没有多啰嗦 大手一挥之间 直接将冰黄手环内装着的黄金 放了出来 刹那之间 一块块整整齐齐 散发着金色光芒的金砖 一航行 一排排 一列列的 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了 金雕妖帅的面前 看着那堆积如山的黄金 金雕妖帅的金色眼眸 顿时瞪大到了极限 目光之中 无比兴奋 无比贪婪的光芒 剧烈地闪动着 所谓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妖族尤其如此 对于妖族来说 黄金白银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 为了这些黄白之物 他们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 对于妖族来说 金银不但是修炼资源 更是流通货币 拥有的金银越多 他们的实力就越强 势力就越大 财富就越雄厚 在妖族 有了黄金和白银 就有了一切 在妖族 有着这样一个谚语 这个世界上 没什么东西 是钱买不到的 包括自由 也包括爱情 虽然这个谚语 肯定是错误的 但是在妖族 这就是治理名言 是所有妖族 都信奉的真理 看着堆满地面的金砖 金雕妖帅一边搓着双手 一边黑黑地笑着 对于金雕妖帅来说 朱恒宇就是他的金主 是能够帮他赚到大钱的存在 因此 对于朱恒宇 他是非常客气的 甚至可以用宫景来形容了 搓着双手 金雕妖帅道 多谢你啦 嘿嘿 不知道 这黄金你那还有没有了 朱恒宇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道 有 肯定有啊 怎么 你还缺黄金吗 还缺黄金吗 听到朱恒宇的话 那金雕妖帅不犹得一愣 这算是什么问题 或者说 这也是问题吗 黄金谁会不缺啊 即便有再多的黄金 也没人介意拥有更多黄金吧 更何况 黄金这个东西 对妖族而言 是昂贵的消耗品 黄金对妖族的作用 就犹如是魔能石 对魔族的作用一样 再多的黄金 也填不满妖族的胃口 迟疑地看了看金雕妖帅 朱恒宇道 怎么 继续停战下去 你那边没问题吗 金雕妖帅哈哈一笑道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啊 妄然挺直了胸膛 金雕妖帅道 要知道 我距离妖王 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只要有大量的黄金 金雕妖帅很快便可以 晋升为妖王了 而一旦晋升为妖王 那就恐怖了 以金雕妖帅的天赋和潜力 再加上他种族天赋 在崩坏战场上的巨大优势 可以说 一旦成为了妖王 他就会成为妖皇宝座 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金雕妖帅不但实力强横 而且有权有势 有背景 也有底蕴 站在魔羊族的角度看 只有那些得罪了权贵 又毫无根底 毫无背景和底蕴的魔将和魔帅 才会被发配到前线 去正面对抗妖族 可是要知道 这只是对魔羊族而言的 站在妖族的角度看 一切可就不是这样了 对于妖族而言 只有那些顶级的权贵 既有强大的根底 又有强大的背景和底蕴的妖将和妖帅 才有机会被派去前线 对于妖族来说 前线就是最有油水的地方 一通侵略搜刮之下 海量的财富 那还不是滚滚而来吗 对于金雕妖帅来说 虽然九宫不下阳角城 对他的威名 是有一定折损的 可是只要能获得大量的黄金 威名什么的 完全可以不理会的 只要金雕妖帅能晋升为妖王 那么他就必然成为下一任妖皇 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对于金雕妖帅来说 这一步之差 便是天壤之辈 外不出这一步 他就永远只是一个有权有势 有背景有底蕴的小小妖帅而已 而一旦卖出了这一步 他便将有资格争夺妖皇的宝座 成为妖族最最至高无上的存在 只不过 想要迈出这一步 需要的黄金 实在太多了 而面前的朱衡宇 恰恰是他最大的金主 只要朱衡宇肯拼命为他办事 那么金雕妖帅还真就有可能 在短时间内 从妖帅晋升为妖王 到了那个时候 嘿嘿 思索之间 金雕妖帅搓着双手 嘿嘿笑道 没问题 只要有足够的黄金 想停战多久都没问题 顿了顿 那金雕妖帅收起笑容 无比严肃的道 如果黄金足够多 即便让出阳脚岛 甚至附近的其他岛屿给你 也完全没问题 第3910张同级存在 什么 这 朱衡宇彻底惊呆了 这金雕妖帅 还真是死刃钱啊 为了钱财 根本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不过可惜的是 即便金雕妖帅肯让出岛屿 朱衡宇也无力接收 他没有足够多的士族 去驻守这些岛屿 因此 面对这么大的诱饵 朱衡宇虽然垂涎三尺 却也无力吃下 看着朱衡宇失落的样子 那金雕妖帅以为 朱衡宇不相信他敢继续停战呢 焦急地瞪大了双眼 金雕妖帅道 其实很简单啊 我只要对上面说 留下你们 是为了练兵 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练兵 听到金雕妖帅的话 朱衡宇顿时亮起了眼睛 仔细想一想 还真就是这样啊 所谓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朱衡宇如果想要练兵 完全可以将一股妖兵 堵截在某个山谷内 使其进退不能 如此一来 朱衡宇就可以不断派出士兵 与对方作战 以达到练兵的目的 至于到底要在什么时候 消灭这支部队 那根本就不重要 摩扬族的军部 也绝对不会关心这样的小事 事实上 如果军部连这样的小事 都要操心的话 那就算忙死了 也根本忙不过来 当然 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 那股部队数量必须极少 而且 那股部队不能捣乱 不能随时冲出来 造成太大的破坏 否则的话 一旦冲部追查下来 那就坏事了 快速的思索之间 朱衡宇很快就明白了 之所以这么容易想明白 其实也是必然的 毕竟 朱衡宇和金雕妖帅 其实是同级存在 大家都是大帅 差别只在于 一个是妖族的妖帅 一个是魔族的魔帅而已 既然拥有着同样的身份 地位 以及权势 那么朱衡宇自然很容易 就能理解金雕妖帅 目前的处境 想清楚一切之后 朱衡宇不由抬起头 朝那金雕妖帅看了过去 如今 朱衡宇的魔体段位 已经达到70段了 早已经过了60段的桎梏 他的玉魂术 已经可以预示6个目标 除了海山 沧水 解玉之外 现在多出了三个驾驭的目标 如果能够奴役着金雕妖帅的话 那 链头一闪之间 朱衡宇双眼顿时亮了起来 虽然 这金雕妖帅的魔体 足足达到了80段 想奴役这金雕妖帅 其难度之大 简直近乎不可能 可是凡事都无绝对 还是那句话 即便目标的阻境大能 也是有一定概率 可以奴役成功的 只不过 成功的概率 可能连万亿分之一都没有 而这金雕妖帅则不同 虽然他的战体 比朱衡宇高出了时段 但是只要朱衡宇 开启魔化 凝聚出天魔战体 那么朱衡宇的实力 便将瞬间提升时段魔体 如此一来 大家都是80段战体的实力 如此一来 奴役成功的概率 就大得太多了 不过 即便是对同级目标失窄 其成功的概率 恐怕也不会超过一成吧 倒有九成概率 会奴役失败 现在 朱衡宇需要考虑的是 一旦奴役失败 结果会是如何 一旦这金雕妖帅暴怒之下 全力攻击阳角城 朱衡宇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快速的思索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虽然非常的危险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险 是值得冒的 就算失败了 其实也没什么 即便金雕妖帅全力攻击 朱衡宇也根本就无所畏惧 如果金雕妖帅 恼羞成怒下 统帅大军发动亡命式的攻击 那正好合了朱衡宇的意 那3600名天魔敬畏 以及即将到来的3000名蛮牛敬畏 正好可以猎杀海量的妖族士兵 以提升森罗之力 而一旦成功了 那收获可就太大了 其收获之大 甚至不再收服海山 沧水 以及泄狱之下 毕竟这金雕妖帅 是有可能争夺妖皇的存在 一旦这家伙逆天而起 那对朱衡宇的帮助 就太大了 如果连妖族的妖皇 都是朱衡宇安插的内贼的话 那对朱衡宇来说 帮助到底有多大 长吸了口气 虽然非常具有诱惑力 但是朱衡宇知道 现在不是行动的时候 毕竟 蛮牛敬畏 现在还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而且 朱衡宇的身上 还携带着三万套天魔敬畏的传承 因此 朱衡宇还是希望 等蛮牛敬畏抵达阳角城后 再开始冒险也不迟 在正式开始冒险前 朱衡宇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无论如何 朱衡宇必须确保一切都万无一失 才可以正式尝试 思索之间 朱衡宇抬起头 朝金雕妖帅看了过去 朱衡宇道 我暂时 还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这样吧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后 我们再详谈 那金雕妖帅虽然有点扫兴 但是毕竟 朱衡宇并没有一口回绝他 这就说明 这件事 还是大有可为的 因此 金雕妖帅开心地笑着道 没问题 三个月后谈也可以 对了 你的钱 花得差不多了吧 我过几天 在派人给你送去十万香魔能时 你帮我拿去兑换成黄金吧 听到金雕妖帅的话 朱衡宇不由苦笑了起来 很显然 这金雕妖帅是担心他不肯帮他的忙 不肯为他服务 所以拿出海量的财富 试图打动他 甚至是收买他 不过 对于财富 朱衡宇虽然不会贪恋 但是人家都把钱送到门口了 朱衡宇当然也不会拒绝 因此 朱衡宇只稍微一迟疑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白给的钱 不要白不要 约定好一切之后 朱衡宇起身赶回了杨角城 接下来 朱衡宇就只能干等了 在蛮牛禁卫抵达杨角城之前 朱衡宇根本不敢冒险去奴役金雕妖帅 当然 朱衡宇不可能干等着 朱衡宇将3600天魔禁卫的白金战甲 全部收集了起来 接下来 朱衡宇在这3600白金战甲之上 文刻上全套的混元符文 虽然同样都是白金战甲 但是不得不说 魔羊族修饰的身高 都只有一米六多一点 不到一米七的样子 和蛮牛禁卫2米01的身高比起来 差距还是很大的 而且 朱衡宇的炼制经验 也在突飞猛进 炼制的速度 提升得也非常快 只花了不到20天的时间 朱衡宇便明刻了3600套白金战甲 第3911张最最粗浅 整套白金战甲 明刻了混元符文之后 其防御力 大大的提升了 遭受攻击的时候 同样可以吸取三成的能量 并凝聚出一道护盾 单就威力而言 白金战甲与蛮牛禁卫的白金中甲 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 白金战甲 毕竟只是轻甲 因此 单就防御力而言 和蛮牛禁卫的白金中甲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有混元符文在 整套白金战甲 却依然可以强行降低 对方时段战体的实力 魔王降为魔帅 魔帅降为魔将 至于魔将以下 那没什么可说的 魔将以下的修士 还没资格破开白金战甲的防御 即便白金战甲只是轻甲 那也毕竟是白金战甲 其强度和硬度摆在那了 穿着白金战甲 就好比照了一层钢铁甲壳一般 如果对方用重锤去砸的话 还是可以伤到钢铁甲壳内的目标的 可如果只是普通人 用普通的肉拳去砸的话 那不需要怀疑 受伤的一定是拳头 而不可能是钢铁甲壳内的人 炼制完了3600套白金战甲之后 朱恒宇又想到 3600天魔镜位所使用的 依然是当初由玄瑰岛工匠设计和炼制的 三间火箭枪 那个时候 朱恒宇并没传承炼器之道 因此 那三间火箭枪 虽然拥有一定的威力 可是 在现在的朱恒宇看来 那真的太古老 太粗陋 太弱小了 只是简单的 在枪尾处镶嵌了一块火金石 用火焰的推动力 推动子弹 枪管内加装了螺旋纹路 以使魔能时旋转起来 这都是最最粗浅的手法和技巧 基本上 符文学徒都能设计出来 甚至于 连没有修炼过的普通人 都是可以制造出来 构思了三天三夜之后 朱恒宇自己取来材料 重新设计 并制造了一杆火焰喷射枪 简称火枪 整杆火枪 朱恒宇取消了枪口处的三个尖刺 改为在枪口之下 安装一柄刺刀 平时的时候 刺刀插在背后就可以了 一旦近身 可以直接抽出刺刀 安装在枪口处的卡槽里 如此一来 火枪就变成了长枪 如果战局太过混乱 太过密集的话 还可以将刺刀取下来 当成是短刀 进行近身格斗 简单说 朱恒宇将火枪 当成是远程兵器 来设计和炼制 近身战斗 可以随时加装 但是却与本体关系不大 说白了 其实就是在枪口上 绑一把匕首而已 朱恒宇的设计重点 放在了火枪的本身 首先 朱恒宇加粗了枪身 炼制出了一个巨大的 比枪身粗大许多的枪托 其次 在那枪托之上 朱恒宇内嵌了九颗火金石 再次 朱恒宇在枪管之上 明刻了一系列的加速符文 经过朱恒宇的改进之后 原本由一颗火金石提供能量的火枪 现在变成九颗火金石 共同提供能量 如此一来 魔能石受到的动能 便疯狂地提升了九倍 枪管内外明刻的加速符文 可以使魔能石的速度 暴增九倍之巨 如果说 原本的魔能石射出去 还能看到一道黑影的话 那么经过石被加速后 连朱恒宇的眼睛 都捕捉不到魔能石的影子 最后 也最重要的是 朱恒宇对魔能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 原本 天魔镜位发射的 就是魔能石而已 魔能石的形状上 是一个略为扁平的 不规则形状的存在 很显然 这样的形状 是不符合飞行原理的 在朱恒宇仔细的测试之后 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魔能石的品级 只与射程有关 并不能增幅 魔能狙杀的威力 现在经过石被增幅之后 初级魔能石的射程 达到了百米以上 最多可以达到三百米 中级魔能石的射程 达到了千米以上 最多可以达到三千米 上级魔能石 达到了万米以上 最多可以达到三万米 很显然 三万米的射程 纯属浪费 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 那已经远远超出了视线的范围 那无目的的射程 是毫无意义的 既然魔能之眼的极限是三千米 那么 魔能狙杀的射程 达到三千米便已经足够了 如此一来 上级魔能石 基本就不需要浪费在这里了 经过反复测试 朱衡宇将魔能石碾压成粉末 随后将三个品级的魔能石 混杂在一起 凝聚成一个个小小的圆锥体 经过测试 圆锥体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 受到的阻力最小 而且 圆锥体尖锐的肩部 还可以增加穿透力 尤其是高速旋转之下 甚至还附带上了强大的破甲能力 在保证了三千米射程的情况下 朱衡宇兴奋的发现 成本大大的降低了 按照一比十比一百的比例 便可以混合出射程达到三千米的魔能子弹 一枚上级魔能石 架十枚中级魔能石 以及一百枚初级魔能石 便可以凝聚出一枚线条流畅的圆锥形魔能弹头 虽然价格依然很高 但是很以前比起来 那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秦兰人 秦可儿 以及秦韵人三人 驾驭着白金战舰 一路赶回了天魔岛 将朱衡宇的信件 送去了天魔村 按照朱衡宇的命令 天魔城内的老村长 立刻组织起人手 快速建立起了一座兵工厂 专门负责生产魔能弹头 之所以要建立工厂 其实也是必然的 在魔能弹头之上 朱衡宇可是设计了一道破甲符纹的 这道符纹 可以增加弹头三倍的破甲之力 因此 想要生产出一颗子弹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都由朱衡宇自己去炼制的话 那么这辈子 他大概也不需要做别的了 而建立专门的魔能弹头工厂 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 迟到如今 联名已经选拔出了上万名符纹学徒 跟随他一起学习符纹之道 虽然这些学徒 还只是刚入门的初级水平 可是炼制一道破甲符纹 却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接到朱衡宇的命令后 魔能子弹工厂 很快就建立了起来 联名是这座工厂的最高主管 而那上万名符纹学徒 则是工厂的工人 全速生产之下 上万名符纹学徒 一天就可以生产出百万发魔能弹头 平均每人 每天都可以炼制出一百颗魔能弹头 因此只等了十天时间 秦兰人 秦允人 以及秦可儿三女 就带着上千万发魔能弹头 离开了天魔岛 第3912章掏空 当第一批魔能弹头送到阳角城的时候 朱衡宇也终于初步完成了魔能火枪的设计和炼制 过去的十天时间里 朱衡宇为魔能火枪 加装了准星 以及标尺 即便远隔三千米 也依然可以凭借魔能之眼 以及瞄准器 来精确地瞄准目标 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新设计和炼制出来的魔能火枪 受到了所有天魔镜位的喜欢 抱在怀里 非常的舒适 而且 射程恒定为三千米 也不用再考虑使用几级魔能时的问题了 尤其是瞄准器的添加 更是让所有天魔镜位多大为兴奋 经过仔细地瞄准 三千米外 他们可以射中一个茶壶 而且 使用魔能弹头之后 魔能狙杀的威力 可谓是十倍提升 经过测试 即便是他们身穿的白金战甲 都被轰变形了 面对威力如此恐怖的魔能火枪 一时之间 朱衡宇也不由得悍然色变 如此犀利 如此恐怖的火气 绝对不能多造 否则的话 整个世界的秩序 都将彻底被颠覆 一个不好 它就会成为世界公敌 经过再三斟酌 朱衡宇终于做出了决定 三千天魔镜位 淘汰出六百人 只保留三千人 剩余的六百人 则作为天魔镜位的预备役 他们的任务 也不再是驻守羊角城 而是回到外洋群岛 作为郑小于麾下 最强大的军团 有这六百名天魔镜位的预备役在身边 即便是魔王清灵 也一样要被秒杀在当场 如此一来 外洋群岛便有了高端的武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了魔能火枪 朱衡宇完全没必要 再将森罗之力 种在他们是海中了 收回了那六百名天魔镜位的森罗英蛇后 朱衡宇派遣白金战舰 将六百名天魔镜位预备役 送回了魔阳剑宗 交给了郑小于 收回的六百多道森罗英蛇 则暂时留了下来 等到蛮牛禁位抵达后 种入蛮牛禁位的是海内 只有如此 才算真正意义上 掌控和拥有了蛮牛禁位 值得一提的是 经过朱衡宇的炼制之后 白金战舰内 朱衡宇明刻了大量的空间拓展符文 虽然白金战舰的体积没变 但是战舰内部空间 却拓展了三倍多 原本只能容纳两百多人 现在容纳六百人 却一点压力都没有 迟到此刻 秦兰人 秦允人 秦可儿 正在不断炼制更多的空间拓展符文 按照朱衡宇的计划 这白金战舰 最起码要拓展到足以容纳三万大军 才算是初步达到要求 不过 真炼制到那个地步 这白金战舰内 已经算是一方小世界了 其中的难度之大 不言可知 那绝对不是一时半会 就可以完成的庞大工程 不过好在 朱衡宇也不急 送走了六百名天魔晋卫的预备役之后 蓝牛晋卫的黑金战舰 却还是没能抵达阳脚岛 炼制完了魔能火枪之后 朱衡宇暂时没有太重要的事要做 前来无事 并赶去了阳脚城后方山谷内 探查一下魔能矿的情况 那座魔能时矿藏的除量 已经太明了 那是一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只不过 这阳脚城所在的阳脚岛 一直是最前线 因此一直以来 始终组织不起人手 进行开采 不过现在 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有金雕妖帅在 阳脚城的安全 是不需要担心的 尤其是接下来 一旦蛮牛尽未抵达阳脚城 朱衡宇便会是探着 看看能不能用玉魂之术 母艺金雕腰帅 如果可以的话 那一切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到了那个时候 朱衡宇就可以派遣矿工 来这里开采魔能矿石 有一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朱衡宇就拥有了庞大的底蕴 一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即便所有矿石开采光了 也不要紧 超巨型魔能石矿 每天都可以汲取空气中游里的魔器 凝聚初心的魔能矿石出来 一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绝对是一个超级聚宝盆 有了超巨型魔能石矿 就算什么都不做 也绝对是日镜斗金啊 在朱衡宇的探查之下 那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很快就被找到了 这座超巨型魔能石矿的位置 在山腹之内 非常容易开采 之前的张奎摩帅 已经开出了矿口 甚至试探性的开采 也一直在进行着 毕竟 张奎摩帅的麾下 可足有十万大军 真正需要战斗的 其实并不多 但多数人 都在日以继夜的 开采着魔能石 因此 山腹之内 其实已经被掏空了 继续开采的话 便应该转向地下 朝大地深处挖掘了 看着那庞大无比 堪比一方世界的庞大矿区 一时之间 朱衡宇的双眼 不由得金光大放 超巨型魔能石矿 覆盖的区域 足有方圆三千多里 整个阳角倒下 都是魔能石矿 只不过 从外面的大地 往下挖的话 那太困难了 不挖下去几千米 是见不到魔能石矿的 只有顺着山腹 一路往下挖 才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可以的话 能运来几万名矿工 一路疯狂地开采下去 那可就发达了 要知道 即便是和海蛇族做贸易 那还需要用货物 去换取魔能石呢 可是这魔能石矿坑不同 只要挥动矿稿 挖出来就是你的 不用任何东西换 挖多少就拿走多少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这里可是超巨型的魔能石矿 这里储藏的魔能石 近乎无穷无尽 即便十万矿工不断挖掘 没有隔千万年时间 也是绝对挖不光的 就算真的挖光了 只要稍微等上几年 这里便又凝聚出海量的魔能石矿 堪称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若不是这超巨型魔能石矿太过珍贵 魔阳族当年 也不会如此重视这里 换了是其他岛屿 面临如此残酷的攻击 恐怕早几万年前 就已经被放弃了 一路探测之间 一个多周的时间 转眼就过去了 这一天 朱恒宇正在探测之间 外面却传来了消息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飞行战舰终于成功抵达了阳脚岛 那三千名蛮牛近卫 也安全抵达了阳脚城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朱恒宇不再继续探测下去 第一时间回到了阳脚城 见到了那三千名蛮牛近卫 以前 因为身处魔牛族阵营中 朱恒宇不敢随便将森罗鹰蛇 种入蛮牛近卫的是海内 要知道 魔牛族可是有魔王 以及三大魔皇的 万一不小心 被他们看穿了森罗鹰蛇的恐怖之处 那朱恒宇 恐怕就没办法交代了 现在 三千蛮牛近卫终于抵达了 朱恒宇的地盘 那没什么可说的 当然是第一时间 种入森罗鹰蛇了 听说朱恒宇能借一道森罗之力给他们 三千蛮牛近卫倒也没有过多考虑 对于朱恒宇 他们还是绝对信任的 毕竟 朱恒宇要害他们的话 实在太简单了 第3913章颠量 只花了一小段时间 朱恒宇便成功地为三千名蛮牛近卫 种下了森罗鹰蛇 到此为止 朱恒宇一共种下了整整九千条森罗鹰蛇 其中包括三千名天魔近卫 三千名炼狱近卫 以及三千名蛮牛近卫 三千名炼狱近卫 还在炼狱迷宫之内 不断地修炼自身 距离炼狱近卫出世 还需要横涨的一段时间 因此 朱恒宇现在能用到的 就是三千天魔近卫 以及三千蛮牛近卫 随着蛮牛近卫的抵达 朱恒宇并没有急于开启计划 要知道 一旦奴役金雕妖帅失败 那问题可是非常大的 被彻底触怒之下 那金雕妖帅肯定会进起妖兵 发动最惨烈的工程战 因此 开启计划之前 朱恒宇还是先要把 三千蛮牛近卫的白金中甲 炼制成符文中甲 不得不说 混沌白金 就是比混沌黑金要坚固 而且还不是坚固了一点半点 足足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朱恒宇才勉强将三千套白金中甲 炼制成了符文中甲 不过 虽然耗费的时间 实在是多了点 但是老话说得好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符文中甲的防御力和强度 比黑金中甲 实在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因此 虽然耗费的时间 实在是太多 但是对于成品 朱恒宇却是无比满意的 混沌白金 绝对是最强的金属了 没有比符文战甲 以及符文中甲 更强大的铠甲了 三个月的时间里 天魔城那边 先后运来了十匹 合计上一发魔能子弹 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已经整装完毕 随时都可以迎接战斗 与此同时 白金战舰 以及黑金战舰 就停靠在羊角岛外 一旦战局不力 朱恒宇随时可以 统率着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离开羊角城 离开羊角岛 有白金战舰和黑金战舰在 妖族拿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确认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 朱恒宇这才调整好状态 趁着夜色 朝羊尾城的妖帅府赶了过去 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朱恒宇一路飞腾之间 只花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便抵达了 杨伟城的妖帅府上空 居高临下 朱恒宇朝着下方的妖帅府 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那一身金色羽毛的金雕妖帅 腾空而起 煽动着双翅 出现在了朱恒宇的面前 对着金雕妖帅点了点头 朱恒宇转过身 朝着杨伟城外飞了过去 看着朱恒宇渐渐飞远的身影 那金雕妖帅先是一愣 目光中闪过惊异之色 不过很快 那金雕妖帅便傲然一笑 扇动着翅膀 追在朱恒宇的身后 朝城外飞去 一路飞腾之间 两人一前一后 抵达了杨伟城外 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之巅 围绕着山峰 朱恒宇一连几个盘旋之后 这才猛的一练恶魔翅膀 落在了山峰之巅 而金雕妖帅 也从后面赶了过来 追随在朱恒宇的身后 金雕妖帅凌空一个盘旋后 潇洒地落在了山巅 助力在了朱恒宇的对面 兴奋地看着朱恒宇 金雕妖帅道 怎么样 考虑了这么久 你有决定了吗 面对那金雕妖帅的询问 朱恒宇微微一笑道 在正式决定之前 我感觉 有必要掂量一下你的实力 如果你的实力够强 那么我就答应你 全力帮你筹措黄金 要多少有多少 不 听到朱恒宇的话 那金雕妖帅顿时亮起了双眼 一听说有黄金 而且还是要多少有多少 那金雕妖帅便兴奋得不能自艺 尤其是 听说朱恒宇要掂量一下他的实力 那金雕妖帅就更加兴奋了 妖族都是好战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金雕族 他们狩猎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战斗 生丝虎豹 吞吃蛟龙巨蟒 每一次狩猎 其实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因此 对于金雕族而言 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战斗 嘿嘿 兴奋的一笑 那金雕妖帅道 你可不要小看我 我能有今天 凭借的可不仅仅是出身和底蕴 要知道 妖族和魔族其实是一样的 想要上位 固然可以凭借家族权势 凭借背景和底蕴 但是真的想上位 还是要靠个人的实力 看着朱恒宇不置可否的样子 那金雕妖帅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金雕妖帅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的魔体段位 似乎只有70段吧 朱恒宇淡然一笑道 确实 我的魔体段位 确实比你低一些 不过 深深地看着金雕妖帅 朱恒宇道 我们魔族的大帅一旦开启魔画 实力便将暴增 所以 你最好不要小区 不等朱恒宇把话说完 那金雕妖帅便不屑地摆手道 你们的魔画我不是不知道 只不过前段时间 死在我手里的那个女魔帅 魔体段位可比你高出整整时段 傲然一笑 那金雕妖帅挺直胸膛道 他也是会魔画 可以凝聚出恶魔战体的 所以我劝你 还是不要随便掂量为好 否则的话 万一我一个不小心 伤到了你的话 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朱恒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确实这金雕妖帅肯定不简单 要知道那女魔帅的魔体段位 可足有八十段 已知朱恒宇足足高出了十段 原本朱恒宇一直以为 那不过是金雕妖帅 凭借人多事重 才将其杀害的 可是现在看来 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啊 不过 不管如何 事已至此 朱恒宇就算硬着头皮 也一定是要拼一把的 所谓富贵险中求 不冒点险 是绝对不行的 长吸了一口气 朱恒宇缓缓抽出了视血魔剑 淡然道 无论如何 不亲手掂量一下的话 我是不会下定决心的 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可是会全力以赴的 如果你麻痹大意 是会死的 麻痹大意 听到朱恒宇的话 那金雕妖帅也眯起了眼睛 哈哈一笑 那金雕妖帅道 对我们金雕族而言 是绝对不会大意的 金雕族 从小就要自己狩猎 从刚记事起 他们便在写的教训下 明白了什么叫苍鹰伯兔 也要用尽全力 哪怕对方看起来再弱小 也是有能力伤到他们 甚至是杀死他们的 即便是柔弱如小白兔 也可以来一招兔子邓鹰 伤到金雕族的修饰 可以说 总爱大意的金雕族修饰 早就死光了 等活下来 并且一路成为妖帅的 绝对不会大意 即便对手再过弱小 他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长吸了口气 那金雕妖帅慢慢探出了双手 睁睁 剧烈的铿锵声中 三前一后 那金雕妖帅的双手之上 分别弹出了四道尖锐的利爪 金雕族的利爪 比老虎的环要长 还要粗 还要尖锐有利 看着那尖锐 锋利 弯曲 有利的利爪 朱恒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旦被这样的利爪抓中 即便是钢铁 恐怕也要被抓裂吧 第3914章封印 看着朱恒宇惊骇的表情 那金雕妖帅哈哈一笑道 我们金雕族 一出生便附带一对神兵利器 凭借这对苍境有利 尖锐无比的利爪 金雕族可以手握日月 魔弄乾坤 从荒谷时代起 金雕族的一对利爪 便帮助他们掌控了一方天地 迟到现在 金雕族的双爪 更是足以让人闻名丧胆 尖锐的利爪面前 即便是宝刀利剑 也难上其分毫 哼 看着一脸自信的金雕妖帅 朱恒宇不由得冷恒了一声 那金雕妖帅 确实足够自信 可是朱恒宇 却也并不会胆怯 既然敢来 他自然就是有所依仗的 且不说他一系列的传承魔技 单单是森罗之力 以及炼狱之力的加持 便足以让朱恒宇信心百倍了 值得一提的是 那炼狱之力 已经被清零了 朱恒宇获得的 只是一颗炼狱之力的火种而已 炼狱魔王积累多年的炼狱之力 已经随着他的死亡 而彻底消散了 不过 即便如此 那炼狱之力也着实恐怖 在炼狱之力的强化下 朱恒宇的魔体强度 以及魔体力量和速度 都成倍 甚至是几倍的增加 因此 即便明知道金雕妖帅很强 但是朱恒宇的心理 却并无畏惧 那金雕妖帅 现在其实已经拥有着 80段左右的战体了 但就战体段位而言 比朱恒宇高出了整整时段 可是对于朱恒宇来说 这样的差距却并非不可弥补 只要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朱恒宇的实力便会直升十段战体 拥有80段魔体的战力 单就战力而言 朱恒宇并不会逊色金雕妖帅 魔族之所以在高级太古战场中 曾经是雄霸天下 所向无敌的存在 正是因为魔族可以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尤其是对那些血脉品质非常高 魔力清合度非常逆天的修饰而言 最多可以提升九段魔体的战力 当然 类似朱恒宇这样拥有着无限魔力清合度 以及天魔血脉的修饰来说 一提升 可就是时段 虽然表面上看 朱恒宇凝聚出的 似乎也是恶魔战体 可是事实上 朱恒宇凝聚出的 是天魔战体 只不过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见过 也没有人能分辨出来而已 来了 朱恒宇也懒得废话 刚才的所有话 其实都不过是说词 不过是借口而已 今天 他就是要正面战胜着金雕妖帅 朱恒宇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将金雕妖帅打成重伤 然后尝试着将其练化 枪枪 剧烈的铿锵声中 朱恒宇先是撑起了森罗护盾 随后一连释放了两道攻击 一道是森罗禁锢 一道是森罗剑气 面对朱恒宇的攻击 那金雕妖帅竟然不闪不闭 就那么挥舞着双抓 将两道攻击彻底湮灭掉了 朱恒宇不由得骇然 光是森罗剑气也就罢了 那毕竟只是纯能量的冲击 可是 那金雕妖帅连森罗禁锢 都给抓爆了 这就太夸张了 要知道 那森罗禁锢中 可是蕴含着禁锢法则的 看着朱恒宇惊骇的表情 那金雕妖帅得意的道 我们金雕族天生的利爪 堪称神兵利器 可以粉碎一切能量冲击 破碎一切法则效果 咔嚓 咔嚓 双爪开合之间 金雕妖帅道 我们金雕族的双爪 有名破灭爪 只要被我们抓中 万事万物都将破灭 即便被抓中的是法则 也一样会坍塌 破灭 斯 听到金雕妖帅的话 朱恒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朱恒宇知道 这所谓的破灭爪 也一定是有极限的 如果攻击她的是魔王的话 她也许可以抗衡得住 可如果攻击她的是 九十段战体以上的魔王的话 那么她的破灭爪 是万万不可能将其抓爆的 可是现在 朱恒宇即便开启了魔化 提升了十段魔体的实力 和金雕妖帅比起来 其实彼此之间 也就半金八两而已 金雕妖帅的破灭爪 也许抓不破魔王 以及魔王的能量冲击 以及法则冲击 可是却恰恰和朱恒宇旗鼓相当 轻松抓破朱恒宇的一切远程打击 哈哈哈哈 看着朱恒宇惊讶的表情 那金雕妖帅不由得双手插腰 哈哈大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金雕妖帅道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那还是别打了 你老实地为我办事就好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哼 面对金雕妖帅的话 朱恒宇不由冷恒了一声 虽然战时来说 朱恒宇的远程攻击 彻底被封印了 但朱恒宇可不是只擅长远程攻击 即便森罗禁锢 以及森罗剑气都被封印了 朱恒宇也可以飞抵对方身前 与对方进行近身战斗 换了是以前的朱恒宇 一旦拉近距离 近身战斗的话 他的力量 速度 摩体强度等方面 都有所欠缺 近身状态下 他是很难战胜对手的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 迟到如今 朱恒宇吃下了3000多颗摩罗血果 服用了入魔丹 拥有了天魔战体 过去的这几年时间里 朱恒宇获得的宝贝 实在太多太多 根本是数不生数 最最重要的是 朱恒宇的身躯之内 现在有了炼狱之力 那炼狱之力 只能对内 不能对外 在炼狱之力的强化下 朱恒宇的力量 速度 以及魔体强度 都几倍增加 在炼狱之火的淬炼下 朱恒宇的肉身强度 每时每刻都在提升着 而随着肉身强度的提升 朱恒宇的力量 速度 耐力 生命力 都在不断地提升着 这还只是刚刚得到炼狱之力 而且 炼狱之力 还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和强化 炼狱之力 乃是九大唯一传承之一 而所有唯一传承 都拥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拥有着无限的成长潜力 森罗之力如此 炼狱之力其实也是如此 森罗之力 炼化的是三魂中的命魂 炼狱之力炼化的 是三魂中的地魂 众所周知 所有生灵 都是有三魂吸魄的 其中 三魂分别为天魂 地魂 命魂 其中 命魂就代表着生灵的生命 一旦命魂消散了 生灵也就死亡了 而天魂和地魂 则在身躯之外 在天地之间游荡 炼狱之力所炼化的 就是其中的地魂 一旦目标被斩杀 其地魂便会被炼狱之火灼烧 洗清其所有的罪孽 净化其灵魂之后 便可以放其转世投生 每当有生灵 被朱衡宇 或者他麾下的天魔 敬畏斩杀的时候 生灵的灵魂 便会被森罗之力捕获 顺着阴灵二 与森罗阴蛇之间的灵魂锁链 输送到朱衡宇的世海内 其中 命魂会被阴灵二吞噬 并且消化吸收 而地魂 则被炼狱之力 所形成的 十八层炼狱宝塔 所吞噬 在炼狱之火的灼烧之下 地魂会被彻底进化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森罗之力 还是炼狱之力 都是不能毁灭灵魂的 森罗之力 只是吞噬和吸收了 命魂中的灵魂能量 炼狱之力 只是吞噬和吸收了 地魂中的灵魂能量 至于灵魂印记本身 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第3915章破绽 枪枪枪 剧烈的铿枪声中 朱恒宇和金雕妖帅 战成了一团 山峰之巅 朱恒宇和金雕妖帅 挥舞着各自的双翅 不断地对轰着 朱恒宇发出的森罗禁锢 森罗剑气 全被金雕妖帅玩耍般地抓爆 而朱恒宇近身挥出的嗜血魔剑 也纷纷被金雕妖帅 凭借一对破灭爪 给一一的挡住了 即便以嗜血魔剑的锋利 竟然也伤不得破灭爪分毫 翻翻滚滚之间 两人的战斗 一打就是三个多时辰 一直从午夜 打到了黎明 说实话 朱恒宇真的已经施展出了浑身解数 但是却依然拿着金雕妖帅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有远程打击 全部被金雕妖帅抓爆 近身战斗 朱恒宇的嗜血魔剑 又全被金雕妖帅挡开 甚至有好几次 朱恒宇的嗜血魔剑 都被金雕妖帅的利爪给死死抓住了 若不是在炼狱之力的加持下 朱恒宇的力量远比金雕妖帅大很多 否则的话 这嗜血魔剑恐怕早就被金雕妖帅抢走了 不得不说 那金雕妖帅的破灭爪 实在太过逆天 不但可以轻松破灭所有的远程能量冲击 以及法则冲击 近身状态下 更是恐怖到了极限 一双破灭爪纵横飞舞之下 速度之快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若不是朱恒宇身穿了一套白金符纹战甲 恐怕早就被这家伙给分尸了 最为恐怖的是 那金雕妖帅 可不仅仅只有一对破灭爪 他还有一张尖锐无比 动金穿石的尖嘴 朱恒宇的白金符纹战甲 果然坚固无比 连金雕妖帅的破灭爪 都不能在上面留下一丝划痕 可是 刚才的战斗中 最危险的一刻 朱恒宇的嗜血魔剑 被金雕妖帅的一双破灭爪 给死死抓住了 就在朱恒宇全力回夺的时候 那金雕妖帅双目中 却猛地闪过一道金光 下一刻 那金雕妖帅的角直尖嘴 瞬间化作一道金光 闪电般地朝着朱恒宇的咽喉啄了过来 好在 在三千颗魔罗血果 以及炼狱之力的增幅下 朱恒宇的反应速度 可谓是快到了极限 关键时刻 朱恒宇及时地垫起了脚尖 随着朱恒宇身躯的提升 那原本奔向朱恒宇咽喉的一击 最终却落在了符纹战甲的领口处 那一记着急 真的太恐怖了 无论是犀利程度 还是冲击力度 都是逆天极数的 金雕妖帅全力一拙之下 朱恒宇的白金符纹战甲 竟然硬是被轰得变了形 整个战甲的形状 都为之扭曲了 尤其是领口处的白金板甲 更是被镯的 向内凹陷出了一个小坑 要知道 这可是已经在混元符纹 吸收了三成力量 并且经过了这三成能量 所形成的护盾缓冲之后的结果了 若非如此 这一镯之下 就算镯不开白金战甲的防御 光是剧烈无比的冲击 就足以让朱恒宇闭气 甚至使晕厥 面对如此恐怖的金雕妖帅 一时之间 朱恒宇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虽然双方实力相当 但是彼此之间 却似乎都拿对方没什么办法 不要以为 只有朱恒宇拿金雕妖帅没招 事实上 金雕妖帅对朱恒宇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家伙 实在太难产了 拉开距离 一通剑气飞过来 每一道都沉重无比 虽然表面看起来 金雕妖帅抵挡得轻松无比 破灭爪过处 一切的攻击 都瞬间灰飞烟灭 可是事实上 朱恒宇和金雕妖帅的实力相当 朱恒宇发出的攻击 那金雕妖帅就算能挡 又怎么会轻松 而且 金雕妖帅一向无往而不利的破灭爪 崩坏卓 对朱恒宇全部失去了效果 对金雕妖帅来说 朱恒宇的速度太快了 一动太灵活了 就算抓住了他的嗜血魔剑也没用 朱恒宇只要一个发力 就可以凭借蛮力 强行夺回宝剑 因此 一直苦战了三个时辰 朱恒宇固然拿金雕妖帅没什么办法 那金雕妖帅拿朱恒宇 其实也没辙 无奈地看着金雕妖帅 一时之间 朱恒宇不由得暗暗叹息 朱恒宇的森罗之力 因为分裂出太多的森罗阴蛇 而并无太大威力 不过 为了将来考虑 这森罗阴蛇 该分还是要分离的 否则的话 光靠朱恒宇一个人的话 那要到猴年马月 才能将森罗之力提升起来 至于炼狱之力 虽然不用主动去修炼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朱恒宇获取炼狱之力的时间还太短 因此 这炼狱之力 现在还处在初级状态 等为朱恒宇增幅的力量 速度 以及魔体强度 终究还是太少 现在朱恒宇最需要的 其实就是时间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让他将森罗之力 以及炼狱之力提升起来 那么无论是远程还是近战 朱恒宇都将所向披靡 迟到如今 朱恒宇知道 他必须出奇招了 否则的话 别说是现在了 再给朱恒宇十年八年的 他也无法战胜面前的精雕腰帅 而即便是十年八年之后 那也要朱恒宇将森罗之力 和炼狱之力 提升到足够的高度 否则的话 背上这精雕腰帅 朱恒宇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长吸了口气 朱恒宇暗中 与是海中的英灵二沟通了起来 迟到如今 朱恒宇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由英灵二出手 现在 英灵二已经可以驾驭战区 发动攻击了 那尊战区不是别的 正是死于精雕腰帅手中的 袁阳伟成的女魔帅 以前 朱恒宇不知道 如此强横的女魔帅 是如何败在精雕腰帅手中的 那女魔帅的魔体段位 可足有八十段 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之后 其战体段位 更将之达八十九段之高 八十九段魔体 对上八十段魔体都不到的精雕腰帅 他是怎么败的呢 这无论怎么想 都根本想不出来 不过 时到现在 亲身与精雕腰帅正面 战斗了三个多十尘之后 朱恒宇算是完全了解了 这精雕腰帅 实在太过强大了 吕魔帅的前行 以及智芒 在精雕腰帅的阴眼面前 根本就是废物 前行会被一眼看穿 智芒也会被阴眼所抵抗 无法发挥任何效果 至于那独刃 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虽然 独刃属于弊重的传承魔技 可是要知道 那独刃虽然不可躲避 但却是可以格党的 以精雕腰帅的破灭爪 以及崩坏拙 根本就不会给独刃半死机会 三大传承魔技 全部被废掉之后 在精雕腰帅的面前 那女魔帅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即便魔体段位 远比精雕腰帅高 可是那又如何 精雕腰帅的破灭爪 崩坏拙 足以弥补这段巨大的差距 枪枪枪 一连对轰了13计 终于 在第13计对轰之后 朱恒宇故意卖了一个破绽 第3916章内外交困 战斗到了这个时刻 双方的战斗 很多时候已经是凭借本能了 朱恒宇这边的破绽 刚一出现 那经雕腰帅便瞬间探出双抓 瞬间锁住了朱恒宇的视血魔剑 与此同时 那经雕腰帅的脑袋朝后猛的一咬 便打算对着朱恒宇发动崩坏拙 这一次 他要瞄准的 是朱恒宇的脑袋 即便他垫起脚尖 也照样会被冻穿咽喉 眼看着金雕腰帅即将发动崩坏拙 下一刻 朱恒宇双眼之中 金光暴闪 刹那之间 朱恒宇嘴巴违章之间 一道森绿色的流光 从朱恒宇的口中呼啸而出 呼吃 锐利的破空声中 翠绿的流光 犹如一道绿色的闪电一般 一闪即逝 雷进了金雕腰帅的胸膛之内 呃呀 痛苦的哀嚎一声 那金雕腰帅顾不得发动什么崩坏拙了 双爪松开了朱恒宇的视血魔剑 身躯快速朝后退了出去 见到这一幕 朱恒宇哪可能给他机会 心念一动之间 朱恒宇驾驭背后的恶魔翅膀 第一时间朝着那金雕腰帅杀了过去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给他调整的机会 刚才 朱恒宇喷射的那道绿色流光不是别的 正是女魔帅的传承魔剑 独刃 值得一提的是 朱恒宇并不是打算杀死那金雕腰帅 因此 释放出去的独刃 并不是那柄黄极独龙刃 否则的话 一旦射中那金雕腰帅 恐怕是见血封猴 直接将对方杀死了 不过 自入金雕腰帅站体的 虽然并不是黄极独龙刃 但却也不是凡俗之物 而是朱恒宇专门用白金链制的三根符纹毒刺 那符纹毒刺 体积非常的小 和绣花针差不多 不过 别看那毒刺体积小 但是上面却明刻着剧毒符纹 一旦被毒刺此中 那毒刺便会顺着血脉 在对方身躯内游动 一旦毒刺进入心脏 那便是神仙难救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只要毒刺没有被取出来 便会一直扩散出剧烈的毒素 麻痹 使缓 虚弱对方的站体 降低对方的实力 而且 朱恒宇一张口 便可以同时发出三枚符纹毒刺 分别打向三处血位 不耗费大量时间 是根本没法逼出来的 就算勉强逼出一根 其他两根也万难取出 必须一提的是 这符纹毒刺 其实并非是朱恒宇发出来的 朱恒宇也并没有掌握 口喷毒刺的本领和魔技 事实上 这符纹毒刺 是英灵二催动魔能毒刃 喷发出来的 朱恒宇所做的 不过是张开了嘴巴 给出了一个通道而已 英灵二躲避在朱恒宇的试海之内 暗中驾驭 操控 催发符纹毒刺 才会显得更加的突然 更加的难以防范和躲避 尤其是刚才的处境下 那金雕腰帅的双爪 死死地抓住了朱恒宇的试血魔剑 与此同时 金雕腰帅还昂起了脑袋 准备发动崩坏灼 正是趁着这个空倒 朱恒宇才发动了符纹毒刺 如此近的距离 毫无征兆之下 朱恒宇喷出的毒刺 自然是万难躲避的 尤其是在英灵二的驾驭之下 终极传承 无限延续 使毒素的效果 变成了永续状态 在配合上毒刃本身附加的毒素 一时之间 金雕腰帅绝对是内外交困 朱恒宇全力狂攻之下 死死地缠住了金雕腰帅 无论如何 朱恒宇绝不给他逼出毒刺的机会 也不会给他解毒的时间 否则的话 只要稍微给他一点时间 战局就有可能翻转 虽然金雕腰帅拿朱恒宇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是打不过 他却可以跑得掉 而且 就算金雕腰帅不跑 也绝对不会再给朱恒宇这样的机会了 这种招数 虽然难以防范和躲避 但是既然对方都知道了 那么只要不给朱恒宇类似的机会就可以了 枪枪枪 剧烈的铿锵声中 朱恒宇一路追杀之下 那金雕腰帅也是奋力抵抗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金雕腰帅占体内的毒素 迅速弥漫开来 金雕腰帅的速度越来越慢 力量越来越小 缠战了半个多时尘之后 那金雕腰帅终于进入了虚弱状态 力量 速度 以及战体强度 都大大降低 再也无法对抗朱恒宇那狂暴的攻击了 枪枪枪 轰龙 终于 在朱恒宇一连三剑狂斩之下 那金雕腰帅再也对抗不住 重重地从天上掉了下来 剧烈的轰鸣声中 金雕腰帅的战体 重重地砸在了山峰之上 顺着陡峭的山峰 那金雕腰帅一连几十个翻滚 一连串沉闷的声响中 金雕腰帅的身体 先后与山体发生了几十次剧烈的碰撞之后 终于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扑斥 沉闷的声响中 金雕腰帅胸膛一阵鼓动 一口金色的血液 夺口喷了出来 艰难地抬起头 金雕腰帅朝着天穷上 正快速降下来的朱恒宇看了过去 眼看着朱恒宇双翅一脸之间 落在了身前 那金雕腰帅狼狈地挣扎了起来 试图爬起身来 可是剧烈毒素侵蚀下 再加上刚才一连串的撞击之下 那金雕腰帅已经是身受重伤 浑身的骨骼 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根本就沾不起来了 看着那剧烈挣扎着的金雕腰帅 朱恒宇不由得叹喜了一声 虽然在精神上 那金雕腰帅依然不肯认输 但是在身躯上 他却已经输了 再怎么高昂的斗志 再怎么强烈的求生欲望 也无法驾驭这样一句残躯 继续与朱恒宇对抗 厂长的叹喜了一声 朱恒宇开口道 别挣扎了 我不会杀你的 听到朱恒宇的话 那金雕腰帅顿时停止了挣扎 一脸疑惑地 朝朱恒宇看了过去 看着金雕腰帅那疑惑的表情 朱恒宇并没有开口解释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理能做 但是却绝对不能说出来 叹息声中 朱恒宇伸出右手 朝着金雕腰帅的额头 按了过去 面对朱恒宇按过来的大手 那金雕腰帅奋力地扭动着脖颈 试图躲避 只见朱恒宇掌心轻轻一按之间 一道森罗禁锢 顿时朝金雕腰帅飞了过去 看着那森罗禁锢 金雕腰帅奋力地挣扎着 试图用自己的破灭爪溃灭掉森罗禁锢 可惜的是 他的伤实在太重了 迟到如今 连抬抬手都如此的艰难 如此近距离下 只稍微一耽搁 他便彻底地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枪 一声铿锵声中 那森罗之力 将金雕腰帅定在了原地 朱恒宇的大手 也终于按在了金雕腰帅的额头之上 那金雕腰帅猛地瞪大了双眼 胸泪的朝朱恒宇看了过去 紧紧地咬着牙齿 那金雕腰帅森冷得道 怎么 莫非 你真以为自己已经胜了吗 第3917章摇狗不叫 面对着倔强的金雕腰帅 朱恒宇摇了摇头 并不打算争辩什么 第一时间施展欲魂之术 强行对金雕腰帅进行炼化 恩 往得感受到朱恒宇发出的欲魂之力 一时之间 金雕腰帅猛地瞪大了双眼 金色的眼眸中 愤恶的火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呼啦 下一刻 一道呼啸声中 金雕腰帅背后的一对金翅 瞬间张了开来 在朱恒宇惊骇的注视下 那金雕腰帅的周身 一蓬混乱的黑气 狂暴地涌了出来 哼哼 冷恒一声 金雕腰帅的双眼 冷冷地注视着朱恒宇 下一刻 那金雕腰帅的脑袋两旁 黑光一闪之间 竟然一左一右 生出了两个头颅 那两个头颅刚一凝聚出来 便一左一右 朝着朱恒宇发动了崩坏灼 朱恒宇无奈地松开了右手 身躯闪电一般地退了开来 与此同时 那两个心生的头颅并没有停歇 一左一右 朝着周围的森罗禁锢 猛地啄了过去 嘟嘟 啪啦 两声轻响声中 崩坏灼之下 森罗禁锢瞬间破碎 很显然 金雕腰帅的崩坏灼 和破灭爪一样 都是可以崩坏一切能量和法则的 即便是森罗禁锢 也一样可以崩坏掉 看着迅速退开 一脸警惕的朱恒宇 那金雕腰帅艰难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看着那金雕腰帅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朱恒宇的面色 前所未有地严肃了起来 三颗脑袋 这金雕腰帅 竟然有三颗脑袋 难道说 这金雕腰帅 竟然有着混乱九头雕的血脉吗 混乱九头雕 是传说中可以与祖龙 祖凤 以及祖麒麟相提并论的荒谷大能 曾经 混乱九头雕 乃是环宇第一高手 所谓的蛟龙 不过是它的小吃而已 所谓的凤凰 不过是它的点心而已 龙肝凤胆 正是混乱九头雕最喜欢的美食 普通的金雕 只能生丝虎豹而已 可是混乱九头雕 连麒麟都能生丝 在那无比混乱的时代里 龙 凤 麒麟 统治着荒谷世界 而混乱九头雕 则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 不过 正因为混乱九头雕实在太过强大 所以 遭到了龙 凤 麒麟 三族的绞杀 在祖龙 祖凤 祖麒麟 联手之下 混乱九头雕终于陨落 混乱九头雕的强大 是毋庸置疑的 只不过 它的强大 已经达到了天地不容的地步了 因此 混乱九头雕 是必然要被毁灭的 而面前这金雕腰帅 很可能拥有着混乱九头雕的血脉 虽然 混乱九头雕已经没有直系血脉了 可是即便如此 哪怕只多出了三颗脑袋 金雕腰帅也已经堪称无敌了 最起码 近身战斗的话 它已经无敌了 远程打击的话 金雕腰帅有一对利爪 三张利嘴 进程攻击的话 金雕腰帅可以用双手锁住对手 然后 金雕腰帅的三颗头颅 便可以同时发动三道崩坏拙 犹如三感动金穿石的长枪一般 对目标进行攻击 一旦被这个家伙给抓住 那么只要一瞬间 金雕腰帅的三颗头颅 就可以在对方的身躯上 开出千百个窟窿来 也许有人会说 可以拉开距离 用远程打击 来攻击金雕腰帅啊 可是问题是 金雕腰帅的破灭爪 以及崩坏拙 都是可以破灭能量 崩坏法则的 除非能在实力上 对金雕腰帅绝对的碾压 否则的话 所谓的远程打击 不过是玩笑而已 从某种角度上说 只要不能用实力 碾压金雕腰帅 那么 金雕腰帅免疫一切远程攻击 想战胜金雕腰帅 唯一的办法 就是近身和他战斗 而近身战斗 金雕腰帅 无敌 你 你竟然想无意啊 盎然挺直身躯 金雕腰帅怒法冲冠的 对着朱衡宇咆哮了起来 刚才 若不是感受到了 朱衡宇对他释放的 欲魂之力的话 金雕腰帅恐怕 还不会如此愤怒 而达不到足够愤怒的状态 金雕腰帅是激发不出 混乱九头雕血脉的 看着怒法冲冠的金雕腰帅 此时此刻 金雕腰帅的中毒状态 已经完全消失 三根符文毒刺 也全部被侵蚀成了灰烬 看着恐怖的金雕腰帅 朱衡宇叹息着摇了摇头 怪不得 那金雕腰帅那么轻易的 就可以溃灭能量 崩坏法则 很显然 这金雕腰帅 拥有着混乱九头雕的血脉 虽然它的血脉并不纯 只能拥有三颗头颅 但是却真的已经足够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金雕腰帅 应该是混乱九头雕 与金雕族杂交后的产物 金雕腰帅的破灭爪 以及崩坏拙 其实不是什么战绩和神通 数百点 金雕腰帅拥有着混乱九头雕的血脉 而混乱九头雕的血脉中 必然蕴含着一丝混乱之力 混乱之力 可以使一切秩序 重归混乱 能破灭一切能量 崩坏一切法则 混乱与秩序对立 混乱之力与法则之力对立 只要不能在实力上碾压金雕腰帅 它就可以用混乱之力 破灭和崩坏掉一切的能量和法则 因此 想战胜金雕腰帅 唯一的办法 就是谨慎战斗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对方可是拥有三张利嘴 两只利爪 这根本就没得打 因此 朱恒宇知道 今天这一战 恐怕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而另一面 金雕腰帅对朱恒宇 其实也很绝望 且不说 他现在身受重伤 意识难以愈合 关键是 金雕腰帅缺乏远程攻击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 金雕腰帅其实很精通远程攻击 只不过 金雕腰帅最强点 肯定是破灭爪和崩坏拙 相对而言 他的远程攻击 实在不够看 有限的远程攻击 落在朱恒宇身上 根本是不痛不痒的 远朱恒宇的 森罗护盾都破不开 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远程攻击不行 那就只能近战了 金雕腰帅有自信 可以在近身状态下 战胜朱恒宇 可是问题是 朱恒宇的天魔战体 配合上魔化状态 在朱恒宇无限的 魔力轻和度支撑下 他的飞行速度 以及灵活程度 实在比金雕腰帅高出太多 只要朱恒宇不小 金雕腰帅就无法靠近 他的身躯 朱恒宇固然拿金雕腰帅 没有办法 那金雕腰帅拿朱恒宇 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段 谁也奈何不了谁 愤怒无比地看着朱恒宇 那金雕腰帅猛一咬牙 转身跳下了山谷 朝着扬尾城的方向 飞了过去 虽然临走前 那金雕腰帅 没有放下半句狠话 但是朱恒宇知道 这次的事情 恐怕坏了 老话说得好 咬狗不叫 叫狗不咬 别看很多狗 平时择呼得多厉害 一旦松开了链子 可能立刻就耸了 而有的狗 虽然只是呲牙咧嘴 发出低声的呜呜声 可是下一刻 可能一口就咬出去了 第3918张预留后路 金雕腰帅 虽然表面上 一声都没坑 是正因为如此 才说明他已经将所有的注意力 以及精神力 都用来思考 该如何对朱恒宇展开疯狂的报复了 叹息一声 朱恒宇的内心有点失望 但却并不后悔 这件事虽然战时来说 已经是失败了 可是无论如何 这件事确实是在闭行的 正失落之间 英灵二的声音 再是海内响了起来 英灵二那笑隐隐的 脆声声的道 不必担心 不出意外的话 九九八十一天之后 那经雕腰帅就会来投诚 恩 听到英灵二的话 朱恒宇顿时疑惑了起来 怎么个意思 九九八十一天 那经雕腰帅 为什么就会来投诚呢 面对朱恒宇的疑惑 英灵二微笑着解释了起来 原来 刚才对经雕腰帅展开偷袭的时候 那三根符文毒刺 是英灵二驾驭和催发的 在那三根符文毒刺之中 英灵二注入了三条森罗英蛇 因此 那经雕腰帅在受伤的同时 便已经被森罗英蛇给入侵了 虽然战时来说 那森罗英蛇 还没有办法占据金雕腰帅的士海 战时来说 只能直伏在士海的角落处 不过 只要给森罗英蛇九九八十一天时间 让森罗英蛇渗透和入侵金雕腰帅的金雕战体 一旦那森罗英蛇 完全驾驭和掌控了金雕腰帅的金雕战体 便可以对金雕腰帅的士海 发起总攻了 听着英灵二的话 朱恒宇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皱了皱眉头 朱恒宇一脸的疑惑 那金雕腰帅 不是拥有混乱之力 可以破灭一切能量 崩坏一切法则的吗 那森罗英蛇 其实也不过是灵魂能量 与法则之力的结合体而已 既然如此 那么森罗之力对上混乱之力 不应该是泯灭掉的吗 面对朱恒宇的疑惑 英灵二发出了银灵般的笑声 娇笑之间 英灵二给出了解是 确实 正常状态下 混乱之力 确实克制一切法则之力 可是 必须要注意的是 那金雕腰帅虽然确实拥有混乱血脉 并且掌控了一道混乱之力 但是 光从金雕腰帅只长出三颗脑袋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混乱血脉 并不纯粹 他的混乱之力 也并不健全 如果那金雕腰帅长出了九颗脑袋的话 那才说明他拥有着完整的混乱血脉 完整的混乱之力 真到了那个时候 这世界虽大 还真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 可惜的是 只拥有三颗脑袋 也就是说 他只拥有三分之一的混乱血脉 三分之一的混乱之力 而反观朱衡宇这边 他的森罗之力 可是非常健全的 以不健全的混乱之力 去针对健全的森罗之力 那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这就好比 水能克火 同样体积的水 可以轻松浇灭同样体积的火 可如果是杯水车薪的话 那就真的没用了 不是水不克火 实在是 一车柴火烧着了 你一杯水浇上去 能有什么用呢 因此 随着那三道森罗阴蛇 种入京雕妖帅的身躯之内 最多只要九九八十一天 他必然会被森罗阴蛇控制 不过 种情况 那京雕妖帅也是心知肚明的 为了不被控制 他就必须全力对朱衡宇发动攻击 只要杀死了朱衡宇 森罗之力自然会消散 而京雕妖帅的控制 也自然解除了 古语云 生命城可贵 爱情界更高 若为自由固 两者皆可抛 因此 未来的三个月时间内 在京雕妖帅完全被控制之前 他绝对会不顾一切的 对朱衡宇发动亡命式的打击 其凶残暴力程度 绝对达到令人法治的程度 因此 朱衡宇必须尽快赶回阳角城 做好一切抵抗的准备 一边和英零二交谈 朱衡宇一边赶回了阳角城 并且第一时间 敲响了警钟 不出意外的话 妖族大军 很快便将杀过来了 而且 和之前的任何一场战斗都不同 这一次的妖族大军 绝对会拼命的 久未出动的英族妖将 以及施旧族神射手 扑救族射手 都将清朝而出 趁着天色还没大亮 趁着妖族大军正在集结的当口 朱衡宇派苏紫云赶往海边码头 对老船长下达了命令 一旦情况不好 老船长随时可以率领着三千兵魔进卫 从后方偷袭妖族 理应外合之下 帮助城内的朱衡宇等人 杀出敌群 逃出升天 不过 这只是最后一步的退路 飞到万不得已 朱衡宇是不会这么做的 不过 朱衡宇是一定会提前预留后路的 无论如何 不管用不用得上 黑金战舰 以及三千兵魔进卫 都一定要进入战斗状态 随时增援杨角城 趁着苏紫云赶往海边码头 传达命令的时间 朱衡宇将三千天魔进卫 以及三千蛮牛进卫 全部召集了起来 这合计六千名士族 便是朱衡宇手中 最强大的王牌之师 至于其他的所有军团 包括炼狱进卫在内 实力都还非常低 还没有达到参战的标准 而且差距还非常大 此时此刻 朱衡宇掌控的极战力 一共有三大军团 分别是天魔军团 兵魔军团 以及蛮牛军团 这三大军团中 天魔军团和兵魔军团 都拥有着六十段魔体 不过 他们都没有使用荒谷万魔果 也没有服用过入魔单 至于破障金单 更是连影子都没见过 因此 战时来说 他们的战体段位 都只能卡在六十段魔体 再难有寸境 只有蛮牛军团不同 蓝牛军团 魔体的段位 平均保持在六十三段 他们都是使用过荒谷万魔果 服用过破障金单的魔族大将 而且 他们的是海中 已经种入了森罗阴蛇 一旦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这三千蛮牛径位 将化身为三千尊飞天神将 其战力 可以飙升到七十段以上 这才是朱恒宇胆敢对 精雕妖帅动手的底气所在 这三千蛮牛径位 可是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 即便是魔牛族 类似的蛮牛径位 也只有三万而已 可是朱恒宇光一人手中 便掌握了三千尊 这完全不该是一尊魔帅 应该掌握的力量 单就统帅的魔将数量而言 朱恒宇现在的底蕴 已经超过了魔阳族的所有魔帅 即便和那些老牌魔王相比 虽然还是有些逊色 但是实际的战力 却只会更强 毕竟 魔牛族的魔将 实力普遍是凌驾于 魔阳族魔将之上的 尤其是 这三千魔牛族战将 还都穿着全套的符文中甲 其防御力之强横 简直令人发指 很快 在朱恒宇的命令下 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纷纷抵达了城墙之上 三千米长的城墙 每米都有一名蛮牛禁卫负责守护 在蛮牛禁卫的保护下 每米城墙之上 都有一尊天魔禁卫 整个带弹 第3919张恐怖的消耗 那蛮牛禁卫 可不是只会防守 一旦有蛮族战将杀到城头 蛮牛禁卫 便可以发动蛮牛族的战计 蛮牛冲撞 一记蛮牛冲撞轰过去 除非是蛮族的战向军团 水牛军团 和马军团清零 否则的话 换了其他任何兵种 都肯定会被撞飞出去 不过事实上 蛮族的三大蛮力军团 虽然确实强横 力量甚至比蛮牛族还要强大 可是 正如蛮牛族不善攻城一样 战向军团 水牛军团 和马军团 也同样不善攻城 甚至于 和蛮牛族比起来 蛮族的三大军团 更加不擅长攻城 没有什么梯子 能承受住他们的体重 而且 他们的速度 也实在太慢了 不等他们冲到城前 恐怕就被天魔军团射杀了 现在的情况是 能挡住蛮牛族冲撞的 根本不会爬梯子 也上不到城头上来 而真正能上来的 又肯定会被蛮牛冲撞轰飞 蓝牛族 可不是普通的黄牛 蓝牛族 以蛮力著称 蓝牛族的力量 甚至比水牛 以及河马还要大 只稍微逊色战向族一筹而已 根据测算 一只野生蛮牛的力量 比九头黄牛的力量 加在一起多大 测试状态下 一只蛮牛 可以倒拽着九头黄牛 一路狂奔 倒拽九牛之力 说的就是蛮牛族的大力士 也正因为拥有着蛮牛冲撞 所以蛮牛进位 才成为了最强的守城军团 管你是谁呢 只要能上到城头 就一概撞飞 来多少撞飞多少 绝不含糊 至于那些不能被撞飞的 他们也上不到城墙上来 而且 千万不要以为 蛮牛族就只会防守 事实上 蛮牛族的飞斧 可是最强的单体远程攻击 射程更是远达千米之外 不过必须要重点提一下的是 蓝牛飞斧 威力最大的射程 是在百米之内 而且是距离越近 则威力越大 如果距离拉近到十米 那更是重弱山越一般 而一旦射程超出百米 那么蛮牛飞斧的威力 将随着距离的拉远 而逐渐降低 因此 真正的实战中 蛮牛族通常并不会对千米外的目标 释放飞斧 而是会将目光 锁定在百米之内的敌人 用句老话说 离谁近就打谁 能打到谁就打谁 至于那些距离比较远的 蛮牛近卫是不去理会的 轰轰轰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终于 就在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 一连串的轰鸣声中 足以百万计的妖族大军 轰然从天边席卷而来 刚一抵达城前 妖族大军便二话不说 发动了攻击 居高临下 看着那蚂蚁般的山羊族 妖兵席卷而来 朱衡宇不由得长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战斗 不需要朱衡宇去指挥 过去这几年 这三千天魔境卫 一直都留在这里 与妖族大军对抗 他们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指挥 便知道要如何去战斗了 而且说实在的 朱衡宇虽然是羊角城 乃至整个羊角岛的统帅 可是事实上 他真正留在这里的时间 却并不多 对于前线战争的了解 也非常的有限 因此 与其胡乱指挥 不如不去指挥呢 虽然苏子云因为没能及时赶回 被堵在了外面 不过苏小婉可是在的 有苏小婉全权指挥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很快 山羊族妖兵一路冲到了城前 一路狂奔之下 山羊族妖兵脚踏着陡峭的城墙 如履平地一般的 朝着城头的方向奔驰而来 面对于此 苏小婉先是对着朱衡宇点了点头 随后瞬间下达了自由设计的命令 刹那之间 一道道呼啸声 破空而起 砰砰砰砰砰砰 剧烈的轰鸣声中 一枚没魔能弹头 在九颗火晶石的推动下 呼啸着从魔能火枪中喷射而出 经过朱衡宇的改良 甚至是改造后 整把魔能火枪威力更大了 冲击力更强了 穿透力也更足了 射击的精度也更高了 一发魔能子弹打出去 瞬间便会洞穿一名妖兵的身躯 三千天魔进位 以每袭三发的速度 喷射着魔能子弹 如此一来 只一袭时间 便可以射出近万发子弹 居高临下看去 三千天魔进位手中 魔能火枪的枪口处 不断喷射着一道道 赤裂的火焰 火焰喷射之中 一发发魔能弹头连成了一线 仿佛一条长边一般 在敌群中扫荡着 看着魔能火枪喷射而出的 被九颗火晶石烧得通红的魔能子弹 一时之间 朱衡宇不由地亮起了眼睛 经过了战火的洗礼 经过了千万发子弹的训练下 这三千天魔进位 终于成长起来了 迟到如今 他们一袭的时间 就可以射出三发子弹 这个频率 实在是太高了 看着那暴雨般喷射而出的檀幕 朱衡宇不由得想起了一种奇特的兵器 机关弩 那机关弩 乃是炼气传承中记载着的 一种强大的远程冷兵器 通过一系列的机关咬合 那机关弩可以连续不断地 向外喷射弩箭 其射击的频率 似乎正是美席三发啊 这么看来 这魔能火枪的射击频率 完全可以媲美机关弩啊 在这三千天魔进位手中 这三千感魔能火枪 简直就是三千挺机关枪嘛 恩 机关枪 想到这个名词 朱衡宇不由得摇了摇头 机关枪这个名字 其实并不算是名副其实 毕竟 这魔能火枪内 虽然也有诸多的机关 但是相对而言 机关在其中洗到的作用 是非常低的 不过是辅助而已 魔能火枪真正的核心 是符文之道 魔能火枪真正的名字 应该叫符文火枪 符文之道 岂是区区机关之道 所能比拟和媲美的 不过 一定要给这魔能火枪 起一个最适合的名字的话 那么符文机关枪 应该算是最最准确的了 符文机关枪 简称机枪 满意地点了点头 朱衡宇赞叹地 朝外面的战场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三千挺机枪 布下了交叉火力网 三千道弹链扫射下 山羊族妖兵成偏地倒了下来 北席上万发子弹 最远射成达到三千米 面对这样的弹幕 山羊族妖兵就算再怎么勇猛 也根本无法靠近 在三千挺机关枪面前 靠人数多是没用的 嘟嘟嘟嘟 吱吱吱吱 沉闷的声响中 暴雨般的谈雨 夹杂着森罗之力 呼啸着朝城下扫射着 没有亲眼目睹之人 是绝难想象那恐怖的一幕的 尾袭一万发子弹的消耗下 一个时辰下来 便可以射出七千多万发子弹 最多两个时辰 羊角城囤积的上一发子弹 便将消耗一空了 面对着如此恐怖的消耗 朱衡宇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还好 他已经研制出了新的魔能子弹 大大降低了消耗 如果还是用中级 或者是上级魔能时的话 这样的战斗 支持不了多久 朱衡宇恐怕就要破产了 第3920张无比惨烈 不过好在 这符文机关枪虽然消耗太大了 但是布侠的交叉火力网 实在太过恐怖了 战斗只持续了百席时间 便彻底结束了 上百万山羊族妖兵 全部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放眼看去 羊角城外的大地之上 上百万妖兵 全部倒闭在地面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 上百万妖兵 已经全部死亡了 一个伤兵都没有 在混杂着森罗之力的弹与传射下 一旦被则弹射中 便是必死无疑的 虽然肉身遭受的伤害 还不足以杀死他们 但是子弹中蕴含的森罗之力 却足以瞬间缴杀他们的灵魂 灵魂都死了 肉身自然也不可能还活着 当金雕妖帅 终于乘坐着坐架 一路抵达阳角城的时候 面对的就是一副 无比惨烈的景象 上百万山羊族妖兵 已经全军覆没了 虽然这点损伤 对妖族来说 算不得太大的损失 可是对金雕妖帅来说 这样的损失 可着实不小 最重要的是 随着山羊族妖兵集体阵亡 妖族大军 已经失去了 继续征战下去的可能性 没有了山羊族妖兵 妖族大军 根本冲不到城头上去 尽管内心怒火滔天 但是金雕妖帅也知道 这场战斗 已经不可谓了 无奈之下 金雕妖帅只能一声令下 调集大军退出战场 目送妖族大军迅速撤走 朱恒宇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符文机关枪的威力 大大的出乎了朱恒宇的预料 三千米的战场 其实根本用不到 三千管符文机关枪 看着迅速远去的妖族大军 一个大胆的念头 不由得出现在了 朱恒宇的脑海中 有三千符文机关枪在 其实未必要继续守在这里啊 只要有足够的子弹 它们其实完全可以冲出去 在平原之上 机关枪的威力 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展现 符文机关枪的穿透力 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是从城头朝下扫射的话 那么即便打死了一名敌人 子弹也会斜着射入大地 无法再伤害其他敌人 而如果是在平原之上的话 符文机关枪便可以停射了 符文子弹穿透了一名敌人之后 还可以继续飞行下去 穿透第二 甚至第三 第四名敌人 如此一来 机关枪的威力 才可以达到极致 如果再有妖兵 试图凭借数量优势 一窝蜂冲过来的话 三千挺机关枪面前 只需要一轮扫射 恐怕所有的敌人 就都趴下了 而且 就算是朱衡宇的计算 出现了失误 就算敌人冲到了近前 其实也不怕 有三千尊魔将级的蛮牛近卫在 就算打不过 也绝对跑得掉 大脑快速思索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网得抬起头 朱衡宇大声道 所有人都有了 立刻打开城门 给我追击 什么 追击 听到朱衡宇下达的命令 生性保守的苏小婉 顿时目瞪口呆 一直以来 面对妖族的进攻 摩扬族只能苦手 能够守住城池 便已经算是一件大功了 可是现在 朱衡宇竟然试图追击妖族大军 这太疯狂了吧 面对目瞪口呆的苏小婉 朱衡宇皱起了眉头 沐声道 还愣着做什么 赶快传我命令 立刻追击 面对朱衡宇的呵斥 苏小婉终于回过神来 虽然内心里 依然无比的震撼 可是面对朱衡宇的命令 她却不敢有丝毫的违抗 这里的一切 都是朱衡宇的 在这里 朱衡宇的命令 高于一切 只要是朱衡宇下达的命令 即便是错误的 也一定要执行 只要是朱衡宇反对的 即便再怎么正确 也一定要停止 很快 三千蛮牛禁卫 第一时间抵达城门处 将城门内堵塞的石块 快速清理了出来 随后 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呼啸着冲出了城门 朝着妖族大军退去的方向 全速追了过去 刚出城 一切还凸显不出来 三千蛮牛禁卫 以及三千天魔禁卫 并驾齐驱 一同朝妖族大军追了过去 可是当跑出没多远 苏小婉便快步跑到朱衡宇身前 急切地看着朱衡宇 苏小婉道 怎么样 是要真追 还是做做样子 朱衡宇顿时一脸的不解 疑惑地看着苏小婉 朱衡宇道 做什么样子啊 做样子给谁看 当然是真追了 听到朱衡宇的话 苏小婉急声道 既然是真追 那咱们完全可以急行军啊 急行军 听到苏小婉的话 朱衡宇先是一愣 不过很快 朱衡宇便明白了过来 往得点了点头 朱衡宇大声道 命令蛮牛禁卫全速赶路 命令天魔军团开启魔能急行 进入急行军状态 随着朱衡宇的命令 三千天魔军团的大军 同时开启了魔能急行 刹那之间 整整三千道光芒 从三千天魔禁卫的身上升腾而起 与此同时 天魔军团的行进速度 陡然提升了一倍还多 而且 随着时间的持续 他们的速度还在一点点的变快 只短短的十几席时间内 天魔军团的速度便已经提升了起来 十几席之后 天魔军团便已经把蛮牛军团 甩得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魔羊族虽然并不以速度渐长 和魔狼族比起来 魔羊族其实也不过是猎物极数的存在 可是 现在的问题是 正规的军队 哪可能拥有魔能急行这样的传承魔技 即便某些人有 但是绝大多数人 都是没有的 类似天魔军团这样 整个军团全部配备了魔能急行的 更是绝无仅有 在魔能急行的增幅之下 天魔禁卫的速度 远超一切生物 除非你会飞 不然的话 就绝对跑不过天魔禁卫 而且 差距还会非常大 当然 如果对方也开启魔能急行 或者类似的加速魔技或魔法的话 那结果又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因此 一路追击之下 只花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天魔禁卫便追上了妖族大军 不过 朱恒宇并没有着急发动进攻 心念一动之间 朱恒宇统率着三千天魔禁卫 一路绕过了妖族大军 朝着妖族大军的前方赶了过去 一路风驰电扯之间 天魔禁卫的速度 比妖族大军快了一倍以上 因此 一个时辰之后 朱恒宇统率着三千天魔禁卫 彼达了一处山谷之中 这处山谷非常的宽阔 非常的漫长 两侧的山壁 却并不是太陡峭 不过 妖族大军想回扬尾城 就必须经过这里 因此 朱恒宇选择了这里进行来伏 只要妖族大军进入山谷 就别想活着离开 第3921章天衣无缝 根据刚才的战局 朱恒宇和李的 将三千天魔禁卫 均匀地分布在山谷的两侧 平均每个一百米 便放置一个小组 三千天魔禁卫 一共被朱恒宇分成了一千个小组 每个小组 都有三名天魔禁卫 整整一千个小组 被均匀地分布在峡谷两侧 只待妖族大军的到来 安顿好了三千天魔禁卫之后 朱恒宇将英灵二换了出来 进入了前行状态后 英灵二第一时间 朝着妖族大军的方向摸了过去 虽然说 英灵二的前行状态 根本瞒不过金雕妖帅的阴眼 不过这一次 英灵二却并不会靠近金雕妖帅 只要远远地掉着 观察着妖族大军的动向就可以了 通过彼此之间的灵魂连锁 英灵二看到的 朱恒宇自然也能看到 只要掌握了妖族大军的动向 朱恒宇就有信心和把握 把这剩余的两百万妖族大军 全部留在这里 很快 英灵二便驾驭着战区 快速地朝妖族大军的方向移动了过去 与此同时 朱恒宇通过是海中 森罗之力的本源 借助着与三千名天魔禁卫的灵魂锁链 进行着快速的交流 一会 妖族大军进入山谷后 不要急着攻击 所有人 都必须寻找英难的角落处躲避 无论如何 在接到命令之前 必须躲避在角落处 不可露出身形来 否则的话 已经叼妖帅的阴眼 方圆千米的范围之内 哪怕只露出了一片衣角 都瞒不过她的双眼 因此 如果有可能的话 所有人最好是挖个坑 把自己埋起来 身躯之上 还要披上青草和苔藓 做好一切伪装 虽然这一次 似乎并不用做到这个程度 可是这种隐藏的手段 就算这次不用 以后也用得着 既然如此 那不如从现在开始 立刻开始训练 开始适应 很快 三千天魔镜位 从次元置换内 取出了各自的工具 针对着各自所处的位置 选择着不同的藏身之所 有的真的是挖了个坑 把自己给埋起来了 而有的人 所在的位置根本没有土 因此他们只能用其他的办法 有的人钻到了大石头下面 借助大石头遮挡自己的身影 有的人则钻到了灌木丛里 借助灌木的枝叶 来遮蔽自己的身形 三千个人 三个人为一个小组 所有人不断地出现各种奇思妙小 朱衡宇则通过灵魂锁链 默默地关注着 收集着整理着 大家的各种消息 根据大家的议论 朱衡宇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整个天魔境卫 并不擅长弓兵的工作 甚至连衬手的工具都没有随身携带 挖土坑都只能用匕首去挖 很显然 这显然是不合格的 这次战斗结束后 朱衡宇肯定会专门设计出工兵铲 以及军用帐篷 以及用来藏匿行击的各种辅助设备 反正有次元只还在 再多的装备都是可以装得下 带得走的 时间飞快地流逝着 终于各小组都纷纷传来了消息 所有小组都已经隐藏完毕了 得到这个消息 朱衡宇不由得松了口气 第一时间联络了英灵二 通过英灵二的视线 朱衡宇很快便确定了妖族大军的方位 此时此刻 他们距离这座山谷 还足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那妖族大军竟然停了下来 开始原地整整了起来 短时间内看 似乎不会继续开拔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朱衡宇叮嘱英灵二继续监视 一旦妖族大军开拔 第一时间通知朱衡宇 随后 朱衡宇开启了谋划 凝聚出了恶魔战体 在朱衡宇的驾驭下 恶魔战体腾空而起 要知道 妖族大军中的英族妖将 是可以短距离内飞行的 妖族大军行军过程中 英族妖将 会不时地弹射到半空中 居高临下的 观察周围的情况 因此 妖族的大军 是很难被伏击的 现在 既然妖族大军停了下来 那就正合了朱衡宇的意 驾驭着恶魔战体 朱衡宇从天空之上 巡查着整座山谷 一路巡查之间 朱衡宇不时地 就会发现很多 隐藏不合格的天魔境卫 虽然站在地面的角度看 他们的隐藏 是绝对合格的 过关的 从山谷下朝上看的话 他们的身形 完全被岩石遮蔽了 根本就看不到 除非对方可以看穿岩石 否则的话 绝对看不到他们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那英族妖将 可是会飞的 从上空朝下看去 很多小组藏的根本就不合格 一眼扫过去 一下就看到了 在朱衡宇的要求下 各小组很快便知道了 要灵所在 不光要防山谷方向的视线 还要防天空上的视线 很快 所有人再次行动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隐藏不合格的 更是第一时间整改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终于 就在妖族大军再次开拔的时候 朱衡宇完成了 最后一次空中搜寻 这一次 朱衡宇一路扫视之间 一个目标都没有发现 整整一千个小组 三千波天魔境位 都葬得严严实实 天衣无缝 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 朱衡宇重新规划了以下 各小组所在的设计位置 刚才一路空中搜寻的时候 朱衡宇还居高临下地 重新审视了火力点的配备问题 很显然 第一次设置的一千个设计点 并不是最理想 最佳的位置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 朱衡宇终于设定出了更合理 更理想 更加的设计位置 前方传来了英灵二的消息 妖族大军 已经抵达山谷前方了 妖族大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开始进入山谷了 出乎朱衡宇预料的是 英族的妖疆 却并没有升空巡查 面对这个事实 朱衡宇不由得大为意外 不过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就知道了 过去千万年来 摩扬族最大的追求 就是守住城墙而已 至于埋伏 伏集 那是什么 因此 不能怪英族妖疆大义 也不能怪妖族大军懒散 实在是 牧羊族从来就没打过埋伏 因此 朱衡宇白白准备了那么久 可是事实上 妖族大军根本就没有空中寻解 直接就那么大摇大摆的 进入了山谷之中 山谷的通道非常长 因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 虽然越来越多的妖族大军 进入了山谷之内 可是朱衡宇却一直没有急着下达攻击的命令 第3922张人去楼空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妖族大军 进入了山谷之内 终于 妖族大军的后方 一座豪华无比的马车 缓缓地朝山谷的入口处行了过去 嘎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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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车抽的声响中 金雕妖帅慢慢睁开了眼睛 上次与朱衡宇的战斗中 他伤得真的很重 直到现在 他身上的很多骨骼 依然处在断裂状态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是好不了的 最让金雕妖帅感到头痛的是 他的身躯之内 竟然多出了三道阴沉无比的能量 那三道能量 犹如复古之躯般 扎根在了他的金雕战体之上 无论如何 也无法剥离 更谈不上驱除了 紧皱着眉头 金雕妖帅正暗暗发愁之间 恳然之间 一道森寒的压力 从前方传来 恶然抬头看去 入目所见 前方正是一座 优身无比的大峡谷 虽然肉眼看过去 一切似乎都非常正常 但是金雕妖帅的超感 却让他浑身的寒毛 都炸裂了起来 不好 全军停止前进 随着金雕妖帅的话 周围的簇腕大军 顿时停下了脚步 只见金雕妖帅猛地 窜出了马车 双翅一盏之间 飞到了半空中 探头朝周围看去 金雕妖帅不由暗暗叫苦 迟到如今 大多簇妖族大军 都已经进入了峡谷 只有金雕妖帅 麾下的一万金雕进卫 一万苍鹰进卫 以及一万施旧进卫 还留在他的身边 作为金雕妖帅的进卫军 他们是不会离金雕妖帅太远的 至于其他的妖族大军 包括三万施旧射手 都已经进入了山谷之中 就在金雕妖帅腾空而起 命令大军停止前进的同时 英灵二第一时间 将消息传递到了朱恒宇那边 接到消息之后 朱恒宇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下达命令 伴随着朱恒宇的命令 三千天魔境卫 纷纷从藏身处窜了出来 以最快的速度 抵达了最理想的射击点 并且纷纷架起了符文机关枪 确认所有小组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并且做好了所有战斗准备之后 朱恒宇一声令下 三千符文机关枪 同时开火 另一边 山谷的底部 两百多万妖族大军 正无精打采地在山谷内穿行着 今天的战斗 对他们的打击 实在太大了 短短百席时间内 上百万山羊族妖兵 变全军覆没了 如果只是听说的话 也许他们还不会如此恐惧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一切都是在他们的眼前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发声的 回想着那枪林弹雨 所有妖兵都不由得心惊胆寒 就在所有人胆战心惊之际 那熟悉无比的嘟嘟声 再次在耳边回荡了起来 疑惑地抬起头朝周围看了过去 一时之间 所有妖兵都有点发猛 怎么回事 那嘟嘟声为什么如此清晰 甚至是震耳欲聋呢 在所有妖兵的注视下 山谷两侧的半山妖楚 一道道熟悉的潭雨 铺天盖地般地洒落了下来 面对着那一道道索命的火蛇 一时之间 所有的妖兵都疯狂了 所有人都知道 那火红的潭木过楚 没有人可以活命 没有人 一时之间 所有妖兵都疯狂地逃窜了起来 有的人试图转过身 冲出山谷 有的人试图继续冲锋 直接从山谷的另一头冲出去 还有的人试图就近寻找岩石 以遮挡那火红的潭木 更有的妖兵 干脆双膝一软 直接跪倒在地上 举手投降 两百万妖兵 什么反应都有 居高临下看去 整个山谷内的两百多万妖兵 就犹如是两百多万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疯狂地奔跑着 逃窜着 可是他们越是逃窜 就越是慌乱 所有人你冲我 我撞你 都被困在了原地 三千名天魔禁卫疯狂地扫射下 妖族士兵一批接一批地倒了下来 同一时间 听着山谷内 那密集到恐怖的轰鸣声 金雕妖帅不由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迟到如今 金雕妖帅很清楚 那两百万大军完了 真正能活着出来的 恐怕一百格里 都没有一个 两百多万大军 能活着出来的 绝对不超过两万 事实也确实如此 除了山谷入口处 及时撤出来的一万三千多名妖兵之外 再没有一个妖兵 能从山谷中冲出来 至于说 从山谷另一头冲出去 光是想一想 就知道不可能 这山谷实在太涨了 冲不出去的 枉一咬牙 金雕妖帅虽然不愿意 但是却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所有妖族大军 立刻 马上 全体撤离羊角岛 有天魔大军在 这羊角岛是守不住的 很快 金雕妖帅 统帅着剩余的四万多 不到五万大军 朝着码头的方向赶了过去 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每一席 都有千百名妖兵倒在血泊之中 战斗整整持续了六百席 六百席时间过后 山谷内重新恢复了平静 两百多万妖兵 已经尽数葬身于此 整个山谷地部 已经是血流成河了 看着那足足两百多万妖兵的尸体 朱衡宇却并没有半思怜悯 过去千万年来 这些妖兵的手中 不知道染了多少摩羊族的鲜血 往日里 他们肆无忌惮地屠杀着摩羊族的子民 那么现在 他们死在了摩羊族士兵的手中 也算是死得其所 战争就是这样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没有任何的人情好讲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那当然是你死我活 快速打扫了一下战场之后 朱衡宇下达了下一个命令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三千天魔禁卫 全速朝阳尾城靠拢 与此同时 英灵儿被派往蛮牛禁卫的方向 按照朱衡宇的命令 三千蛮牛禁卫 将返回羊角城 驻守羊角城的城墙 而三千天魔禁卫 则进行急行军 趁腰族大军全军覆没的灯口 强攻杨伟城 一旦夺下杨伟城 母羊族便可以恢复对杨角岛的统治 如此一来 朱衡宇的魔帅之位 也算是彻底坐稳了 急行军状态下 天魔禁卫的速度 简直快到了极点 一路风驰电扯之间 天魔禁卫终于杀到了杨伟城 远远地看去 杨伟城的大门 紧紧地关闭着 城墙之上 一片极静 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见到这一幕 朱衡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朱衡宇的身影腾空而起 朝着杨伟城内飞了过去 居高临下 放眼朝周围看去 入目所见 杨伟城内 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很显然 金雕腰帅发现局势 不可逆转之后 不但第一时间选择了撤离杨脚岛 而且 他肯定还派出了金雕族高手 第一时间赶来了杨伟城 根据金雕腰帅的命令 杨伟城留守的军队 肯定第一时间登上了战舰 离开了杨脚岛 否则的话 一旦朱衡宇第一时间赶到 那么留守的妖族大军 可就成了瓮中之逼了 因此 英明果断的金雕腰帅 第一时间下达了命令 舍弃一切身外之物 全速离开杨伟城 第3923章孤零零 不得不说 那金雕腰帅能屡立战功 打下这么大的地盘 真的不是侥幸地来的 见到是不可为 便果断地壮士断腕 撤离了杨脚岛 杨伟城内的妖兵 也第一时间得到了命令 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杨伟城 走得痛快无比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 只要杨伟城的妖兵稍微一拖延 朱衡宇和他的天魔禁卫 恐怕就杀过来了 一个都别想走 且不说 金雕腰帅那边的情况 这一边 朱衡宇降下了身躯 开启了城门 很快 三千天魔禁卫 鱼贯着进入了杨伟城 从这一刻起 杨脚岛 重新回到了摩杨族的掌控之中 至于杨脚岛中心处 那座淡水湖泊 早在妖族攻陷杨伟城后 就被舍弃了 毕竟那里并不适合长期居住 进入杨伟城 三千天魔禁卫 每三个人为一个小组 快速在城内巡查起来 一旦发现妖兵妖疆 就地割杀 与此同时 朱衡宇则迈步进入了妖帅府 不得不说 金雕妖帅这次的亏 吃得太大了 连朱衡宇运回来的黄金 都没来得及拿走 看着仓库内 那堆积如山的黄金 朱衡宇不由得笑了起来 和杨伟城比起来 杨伟城这边的位置更好 也更优秀 杨伟城之所以名为杨伟城 是因为有两道杨角形的山脉 围在了杨伟城的周围 而杨伟城 却没有这么好的地形条件 杨伟城一面环海 两面环山 一面朝向平原 如果说 杨伟城一手难攻的话 那么杨伟城 便绝对是一攻难守 从大海的方向 可以攻击杨伟城 从陆地的方向 也可以对杨伟城发动攻击 因此 想守住杨伟城 需要更多的士族 不过 既然有不利的一面 便也一定有有利的一面 杨伟城虽然一攻难守 但是杨伟城有深水码头 如果想撤离的话 直接就可以从这里坐船离开 因此 杨伟城的战略地位 其实比杨伟城要高出很多的 竟可以攻 退可以守 而杨伟城 则只能守 不能攻 一旦被围困 更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连补给都会被断掉 且不说杨伟城的优势和劣势 经过天魔境卫的搜寻 整个杨伟城内 已经彻底人去楼空了 由于走得太过匆忙 妖族大军留下了很多的财富 不过 对于那黄金和白银 魔族是并不看重的 因此 所有的黄金和白银 都被收集了起来 上交到了朱衡宇的手里 而与此同时 朱衡宇进入了金雕妖帅的帅府之内 漫步走到墙壁前 那悬挂着的硕大海徒之上 放眼看去 代表着妖族的金色战旗 已经覆盖了周围所有的岛屿 最让朱衡宇感觉苦涩的是 阳脚岛临近的岛屿 已经陷落了 整个血阳岛海域 就只有阳脚岛孤零零的耸力在这里 除此之外 血阳岛海域的所有岛屿 都已经失陷了 看着孤零零的阳脚岛 又看了看周围密密麻麻的 36座岛屿上插着的金色妖席 一时之间 朱衡宇只感觉满嘴苦涩 这怎么打啊 整个血阳岛海域 都已经被妖族侵占了 尤其是朝西南方向看去 几千座岛屿之上 都插着金色的妖席 亿万妖族大军 驻守在那些岛屿之上 放眼看过去 妖族占据的岛屿群落 仿佛一只强有力的碧榜一般 深入了大海之中 而血阳岛海域的三十多座岛屿 就是碧榜前端的铁拳 此刻 阳脚岛被那只铁拳 紧紧地攥在了手心里 厂长地吸了口气 朱衡宇知道 这一战虽然他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可是事实上 这却并不是结束 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接下来的时间里 妖族大军将源源不断地开赴阳脚岛 不拔除这根钉子的话 妖族大军是没有办法继续入侵的 如果说 朱衡宇之前面对的 不过是百万规模的妖族大军的话 那么接下来 朱衡宇将要面对的 恐怕是千万 甚至是亿万规模的妖族大军 而且 不仅仅是军团的规模 就连军团的实力阶层 也会迅速提升 蓝牛敬畏以及天魔敬畏 必将遭受最最严酷的考验 现在 朱衡宇面临着一个选择难题 到底是要守杨伟城 还是继续驻守杨角城呢 杨伟城的好处是 就在港口旁边 来可以站 不想站也可以跑 而杨角城那边 则困居在小城之内 一步都别想冲出去 一旦码头附近被妖族战舰封锁 那就彻底断绝了退路 陈寅两久 朱衡宇终于做出了决定 这杨伟城 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 就算能守住 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也实在太大了 两面环山 一面靠海 一面连接着平原 如此一来 一旦开战的话 朱衡宇的大军 不但要驻守平原的方向 更是会遭受海上力量的打击 至于说退路的问题 虽然战时来说 杨角城确实没有退路 可是朱衡宇是非常有经验的 要知道 天魔岛的冰金矿 就是最好的例证 迟到如今 天魔城内 有通往海底的通道 天魔城与海蛇族的贸易 已经完全在水面之下进行了 海蛇族会通过水下通道 将货物运送去天魔城 而天魔城的物资 则会运送进天魔城内 在水下通道处 与海蛇族进行交接 换算到杨角城 虽然战时来说 并没有通往海边的通道 但是只要一路向下 向导与边缘的方向开采的话 那么早晚有一天 会挖出一条通往海底的通道 也许有人会说 即便挖出了一条通道又如何呢 魔阳族的修饰 难道能从这长达几百公里的通道内 一路游出去吗 不 不行 魔阳族确实很难在水下 游上几百公里 可是不要忘记了 朱恒宇可是有钢铁战舰的 而且 钢铁战舰是可以潜入海面以下的 只要开辟出的通道足够宽敞 飞行战舰就可以顺着通道 一路开进山腹之中 如此一来 出入阳角城 便再不需要走陆路了 神不知鬼不叫的 就可以自由进出阳交道了 因此 朱恒宇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靠海港口 他们完全可以仿照天魔城 挖掘出一条海底通道 以供大家进出 第3924张东奔西跑 有能够潜水的钢铁战舰在 无论是要进还是要出 都没有任何问题 有所决定之后 朱恒宇断然做出了决定 将阳尾城内 所有的财物装进了兵皇手环之后 朱恒宇统率着大军 一路离开了阳尾城 朝着阳角城的方向赶了过去 一路赶回阳角城 朱恒宇当即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首先 命令黑金战舰 全速赶回天魔城 传达朱恒宇的命令 让老村长准备十万矿工 送来阳角城 帮忙开采魔能矿石 与此同时 联名和他的上万名弟子 以及整个符文工厂 全部搬迁到阳角岛来 毕竟 一旦战争开启 朱恒宇根本抽不出手来 去运输魔能子弹 这阳角城内 正好就有超巨型魔能石矿 既然如此 那么不如将符文工厂 给搬迁到阳角城来 如此一来 生产出的符文子坛 直接就可以交给天魔近卫 不需要派遣钢铁战舰运输了 而且 生产符文子坛需要的材料 直接就可以从矿坑里开采 甚至就连那些矿渣都能直接使用 其方便和节省之处 实在是算不过来 十万矿工 一万符文工匠 一个负责开采魔能石 一个负责将魔能石炼制成符文子坛 两者互相搭配之下 正好可以生产出 足够天魔近卫消耗的符文子坛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 朱恒宇先后下达了几十道命令 其中包括了 在阳角城后面的山谷里建造冶金厂 锻造厂等一系列工厂 毕竟 魔能矿石的半生矿 是非常多的 其中不乏大量的黄金 白银 甚至是黑金 黑银 如果就这么丢掉的话 很可能是买毒还珠 愚不可及的事情 因此 朱恒宇先后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 各工厂 都分出一部分技术骨干 运到阳角城 建立分厂 几十道命令传达下去之后 整个阳角城的所有人 都迅速地忙碌了起来 就连秦兰人 秦允人 以及秦可儿 也驾驶着白金战舰 不断地往返运送着各种物资和材料 而朱恒宇这一边 则带上了苏小婉 开始巡查起来 既然已经决定了 要长期驻守阳角城 那么 作为阳角城最高军事长官 朱恒宇必须对阳角城 乃至阳角岛 有着充分的 充足的了解 不然的话 敌人顺着他不知道的地方 一路杀进城内的话 那朱恒宇的责任 可就太大了 虽然没有人有资格责难他 可是关键在于 朱恒宇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既然把大家带到了这里来 他就必须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 且不说 朱恒宇的一众麾下 如何东奔西跑 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这一边 朱恒宇在苏小婉的陪同下 开始巡查阳角城周围的情况 原本 朱小妹也想要跟朱恒宇一起巡查的 可惜的是 朱小妹的魔体 才堪堪抵达五十段 战时来说 他还没有成就魔将 根本就飞不起来 因此 就算朱恒宇想带他 都根本没法带 而且 阳角城 也根本离不开朱小妹 这么多年锻炼下来 朱小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 朱小妹了 这些年来 朱恒宇不在的时候 经济方面 一直有郑小宇负责主持 建设方面 则由老村长掌握 可是事实上 郑小宇和老村长之间 却并没有太多交流 老村长与海蛇族之间 也没有太多交流 朱小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可是她是朱恒宇的妹妹 虽然这个妹妹 并不是亲的 但是朱恒宇的所有伙伴都知道 朱小妹是救过朱恒宇的命的 而且 朱恒宇也没有讳言过 在朱恒宇的心目中 朱小妹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甚至于 朱恒宇离开的时候 曾多次交代过 如果朱恒宇一去不回的话 那么朱恒宇的所有产业 归朱小妹所有 包括郑小宇 老村长 老船长等人在内 所有人都必须 无条件地辅佐朱小妹 换句话说 朱小妹 就是朱恒宇的接班人 因此 虽然朱小妹表面上 只是在救死扶伤 并没有实际的职权 可是事实上 朱恒宇不在的时候 朱恒宇的势力 完全是由朱小妹在掌管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管得非常好 虽然他不需要 做太具体的事物 但是在朱小妹的斡旋之下 朱恒宇麗下的各大产业和事例 都合作得非常默契 朱小妹也体现出了 自己的天赋和能力 毫无疑问 他是一个天才 一个主政一方 能够担负其重大使命 和任务的天才 因此 虽然朱小妹不需要 主抓任何事物 可是杨角岛的所有事 都可以向朱小妹申请 具体点说 朱恒宇在的时候 一切由朱恒宇做决定 朱恒宇不在的时候 则一切听朱小妹的 过去这些年来 朱小妹已经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 正因为有朱小妹在 朱恒宇才可以抽出时间 到处走走看看 否则的话 太多的事情 需要朱恒宇拿主意 做决定 哪怕离开一小会 都会挤压下大量的工作 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且不说 朱小妹如何兢兢业业的工作 另一边 朱恒宇和苏小婉 开始在杨角城周围探查了起来 无论如何 朱恒宇必须彻底掌控 杨角城周围的一切 连一丝一毫 都不能放过 经过整整三天的巡查 朱恒宇对杨角城 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情况 彻底的了解了一遍 杨角城的名字 甚至是杨角岛的名字 都来自于杨角城后面的两道山脉 从高空朝地面看去 那两道山脉 就像一对巨大的杨角一般 横跟在大地之上 不过 原本 两根杨角 应该加出一个人自行的峡谷才对 可是事实上 两道山脉位于岛屿的边缘处 其中一道山脉 一直延伸到了大海里 从高空看过去 就像一只杨的鸡角 探入了大海一般 但从地形上看 杨角城和杨尾城 其实有点像 都是两面环山 一面靠海的 只不过 杨尾城有码头 但是杨角城却没有 杨角城虽然也靠海 但是靠近海边的一面 却是一座陡峭无比 高达几百米的悬崖 悬崖下面 礁石灵力 暗流涌动 任何战舰 都是绝对无法靠近的 否则的话 那涌动的暗流 会夹带着战舰 重重地撞在礁石之上 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 虽然杨角城也靠海 但是事实上 那里却是绝地 如果妖族真的想 从其他方向入侵的话 相对而言 还是两道山脉 比较容易攀登 危险性也比较小 第3925张头大如豆 如果想从大海的方向入侵 那纯粹是活得太久 活腻了 因此 单就危险程度而言 靠近大海的方向 反而是绝对安全的 反倒是两道山脉 虽然也足够陡峭 足以阻挡大多处军队 但是 如果是狮旧 突旧族 或者苍蝇族和金雕族的话 却还是可以翻阅的 虽然相对而言 两道山脉 似乎更加的难以攀登 但是毕竟 那里可没有守军 在攀登的过程中 并不会遭受攻击 因此 只要妖族能下定决心的话 就一定可以翻阅那两道山脉 面对这个事实 朱恒宇不由得暗暗叫苦 这世界上 不存在不可以翻阅的山脉 何况这两道山脉 坡度虽然足有六七十度的样子 但是对于妖族而言 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 尤其是对那些山羊族妖兵来说 那真的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经过一系列的勘察 朱恒宇简直头大如豆 事实上 朱恒宇一直不太明白 这两道山脉 才六七十度的坡度 并不算太陡峭啊 要知道 山羊族妖兵 平时都是生活在悬崖峭壁上的 即便是九十度的悬崖 他们都能如履平地 可是现在 妖族为什么不选择 从两侧的山脉处攻击呢 如果 促以百万计 甚至千万计的山羊族妖兵 从周围的山脉上冲下来 斥问 杨角城拿什么抵挡啊 看着朱恒宇愁眉苦脸 心急如焚的样子 旁边的苏小婉不由得好奇了起来 疑惑地看着朱恒宇 苏小婉道 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 朱恒宇也没有隐瞒 直接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听到朱恒宇的话 苏小婉顿时苦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苏小婉哭笑不得地解释了起来 原来 这崩坏战场之上 确实不存在不能翻越的山脉 不说别的 单就牧羊族而言 翻越这两道山脉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朱恒宇亲身测试下 也确实翻越得很轻松 可是 如果有人认为 妖族也可以如此轻松 翻越这两道山脉的话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崩坏战场之上 是当年崩坏之战发生的地方 那一战之下 整个荒谷大陆 都被轰暴成了漫天的星辰 因此 崩坏战场之上 直到现在还充斥着 无尽的混沌之气 阴煞之气 以及磨器 众所周知 无论是混沌之气 还是阴煞之气 都是比较重的 通常而言 它们会沉在靠接地表的位置 犹如海浪般波动着 而磨器 相对前两者来说 重量还是比较轻的 因此 一般而言 磨器会漂浮在混沌之气 以及阴煞之气的上面 当然 必须要说的是 这三种能量 并不是分层的 不是说 第一层是什么 第二层是什么 第三层是什么 三者犹如一混水一般 互相混杂在一起 只不过 最下层 阴煞之气占了七成 混沌之气占一成 磨器占二成 中间层 阴煞之气占了一成 混沌之气占二成 磨器占七成 最上层 阴煞之气占了二成 混沌之气占七成 磨器占一成 因为地表之上 阴煞之气特别浓郁 占了足有七成 因此 所有修饰都会遭受阴煞之气侵蚀 如果不尽快用餐 修复战体的话 一个不小心 战体就会崩溃 而那些战死杀场的士兵 如果不尽快收尸的话 他们的尸体 也会被阴煞之气侵蚀一空 连点扎子都不会剩下 中间层是磨器占七成 这个区域内 磨器非常的充沛 磨器的浓郁程度 比地表高出三倍多 至于在网上 那高高的天穷之上 则七成是混沌之气 那里根本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 战体如果不达到 一定段位的话 一旦进入那个区域 瞬间就会被混沌之气瓦解 化作漫天的沙尘 随风飘散 那高高的天穷之上 暂且不去说它 但就诸恒宇而言 它现在还飞不到那么高 没有九十段战体以上 都是飞不到那个高度的 现在关键问题在于中间层 也就是磨器占了七成的 那个层面 在崩坏战场之上 人们把这个层面称之为磨器层 这个层面位于距离地表300米的高度 这个高度说高也不高 说矮也不是太矮 不过很显然 阳角城两侧的两道山脉 高度却都接近3000米 从地面到300米的高空 属于阴煞层 从300米高空到3000米高空 属于磨器层 从3000米高空到3万米高空 属于混沌层 三大层次之间是有着坚固壁垒的 别看朱衡宇现在可以在山巅自由地徘徊 不但没有受到任何侵蚀 反而精神抖擞的 可是事实上 换了是妖族士兵在这里的话 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山脚下 300米楚开始 一直到接近3000米的山巅之上 全是磨器层 在这个区域内 魔族纳绝对是如鱼得水 潇洒快活 可是对妖族而言 这片区域 却是非常危险的 从距离地面300米处处开始 略是往上 魔族的浓度就越高 略是往上 魔族的侵蚀力就越强 别看魔族在这片区域里如鱼得水 可是换了是其他的种族 绝对是艰难无比的 以妖族的阴族妖将 施救神射手 以及突救射手为例 它们弹射起来的高度 通常都在100米到200米的区域 绝对不会超过300米的 当然对于七八十断魔体的腰帅和腰王来说 飞到3000米都不是问题 可是普通的士兵 终究只是普通的士兵 它们是无法一边抵抗着越来越浓郁 侵蚀力越来越强的魔器 一边攀登那陡峭无比的山崖的 山羊族确实可以在陡峭的山崖上奔走 可谓是如履平地 可是如果天上正在刮12级的台风 你看它还能在悬崖峭壁上飞奔步 崩坏战场之上 300米到3000米的高度层 那涌动的魔器 虽然不会影响到魔族 但是换了是其他的种族 却犹如是惊涛骇浪 12级台风一般 站都站不住 你还想跑 还想如履平地 其实想想就知道了 一道排空巨浪 在陆地生物看来 真的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整座城市 整片森林 瞬间就会被浪潮冲毁 可是对于海底生物而言 它们却感觉无所谓 只要不是站在浪尖上 就不会受到伤害 而就算站在了浪尖上 也不过是冲了格造而已 对于魔族而言 凭借着超强的魔力清和度 那些魔器并不会伤害它们 而且魔器的涌动和波荡 都可以清晰地被魔族感知到 朱衡宇甚至不需要自己发力 只借助魔器的涌动 就可以悬浮在半空中 第3926章天窃 初规正传 妖族的活动区域 基本是在300米以下的区域 而魔族活动的区域 大多在300米以上 3000米以下的区域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魔族的各大势力 都喜欢选择一处大山 来修建山门 各大势力的大殿 更是正好建造在3000米左右的高度上 那里的魔器最为充沛 最为纯粹 羊角城旁边的两道山脉 其高度虽然不3000米 但最起码也有27800米了 这样的高度处 魔器实在太浓郁了 别说是普通妖兵了 就算是普通的妖疆都无法在这里停留 甚至于 即便是纳京雕妖帅 能不能在这里长时间停留 都要画一个问号 面对苏小婉的解释 朱衡宇甘大的笑了几声 暗角原来如此 原来 这两岛看起来并不太起眼的山脉 对妖族来说 竟然是天谦一般的存在 朱衡宇的担心 完全是多余的 与其选择翻越山脉 还不如冒险从旁边的海边入侵呢 事实上 无论是山脉 还是岸礁密布的海崖 都是不可翻越的 一路查探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彻底掌握了 阳角城周围的一切情报 两道山脉处 是绝对无可翻越的 属于天线式的屏障 绝对可以信赖 至于魔帅以上的存在 虽然有可能翻越 可是事实上 真的是魔帅降临的话 完全可以直接从城墙上空飞进来 又何必浪费那个时间 精力 以及体力呢 所谓的地形限制 被帅级以上的存在 基本是无用的 确定了周围的地势和地貌之后 接下来 朱衡宇必须确定一下 靠海的山崖下面 是否真的不可通行 朱衡宇在苏小婉的陪同下 一起登上了白金战舰 朝着阳角城侧面 靠着海崖的方向奔驰而去 一路探查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确定了 侧面海域的情况 那里确实礁石遍布 海流无比的复杂 战舰一旦进入其中 瞬间就会被卷入乱流中 撞在哪些礁石上 汹涌的海浪卷荡杵 战舰根本无法在这里停靠 不过当朱衡宇驾驭着白金战舰 潜入水下之后 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 别看海面之上宝涛汹涌 可是海平面的十米之下 海水就平稳了许多 三十米之下 海水基本就没什么波荡了 虽然这里的礁石 确实很多 可若不是有乱流卷洞的话 倒也不会撞在礁石上 一路七扭八拐之间 朱衡宇竟然驾驭着白金战舰 一路抵达了海崖之下 抬头朝上方看去 几百米的海崖之上 便是阳角城这一侧的建筑了 看着那陡峭的 七十度左右的海崖坡度 一时之间 朱衡宇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如果战舰的速度足够快的话 朱衡宇感觉可以直接顺着 这七十度左右的坡度 直接冲到海崖的顶端 直接杀进阳角城内 眉头紧锁之间 朱衡宇驾驭着白金战舰 缓缓地退离了岸边 随后 朱衡宇驾驭着白金战舰 在海面之下 快速地奔驰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这白金战舰 朱衡宇原本是不会驾驭的 不过 自朱衡宇传承了练起之道 并且耗费大量时间 对白金战舰重新练制之后 迟到如今 他可以凭借神念 去驾驭和操控这艘白金战舰了 在朱衡宇的催动下 白金战舰的速度 很快变快了起来 一路风驰电船之间 朱衡宇驾驭着白金战舰 猛一拐弯 直接朝着海崖的陡坡冲了过去 呼吱 卡拉拉拉 通龙 终于 白金战舰冲出了海面 强大的冲势之下 白金战舰一路顺着六七十度的海崖坡度 朝着海崖的顶端窜了过去 出起来很慢 可是事实上 白金战舰腾空而起 一路顺着海崖滑了上去 只一转眼之间 白金战舰便冲到了海崖的顶端 冲进了阳角城的街道之上 哗啦啦啦 白金战舰的底部 摩擦着地面的岩石 发出剧烈的摩擦声 很显然 朱衡宇的猜测 竟然是对的 海崖的坡度虽然足有六七十度 但是只要速度够快 就可以顺着坡度 一路冲上来 看着迅速围拢过来的人群 朱衡宇不由得削了起来 虽然这道陡坡 确实可以直接冲上来 可是事实上 朱衡宇却并不担心 要知道 妖族的战舰 是不会潜水的 而只要不会潜水 就无法跨越那岸礁密布的区域 就无法靠近海崖之下 而且 别说是那些妖族战舰了 即便是黑金战舰 也根本上不来 黑金战舰虽然可以潜入水下 并且一路前行过来 但是黑金战舰体积太大了 足有三百多米 重量更是大的惊人 黑金战舰想要加起速度 并且冲上如此陡坡 没有几万米的距离进行加速 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 就算给足距离去加速 黑金战舰的动力系统 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 将黑金战舰推上海崖 因此 除了长度只有30米 线条纤细而又流畅 并且经过朱衡宇反复炼制和强化之后的 白金战舰之外 其他任何战舰都是根本冲不上来的 欢喜之间 朱衡宇双目之中 金光连闪 一直以来 朱衡宇都在位补给担心 要知道 杨角城的位置 距离码头可足有三四百公里的距离 如果妖族占领码头 截断了运输通道的话 那么杨角城恐怕就麻烦了 一旦补给断绝 光是饿 也足以饿死所有人了 至于说挖掘海底通道 那也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可是现在 却已经有了补给的办法 当然 驾驶白金战舰冲上来 这并不聪明 也不明智 事实上 只要在那海崖之上 修建若干条铁轨 然后再制造若干量 可以升降的滑轮车 如此一来 便可以通过升降的滑轮车 将山崖下的货物 以及人员 运送上来 最让朱衡宇感到开心的是 这崩坏战场之内 视线是很难及远的 对于普通修饰而言 百米开外 基本就看不清楚了 即便是拥有五六十段 魔体和战体的修饰 最多也只能看出千米的距离 没有魔能支眼 这一类的魔技和魔法增幅的话 没人能看到三千米外 即便朱衡宇 视线其实也只能看到 千米的距离而已 因此 只要将黑金战舰 开到海崖之下 便可以安全地装卸货物 进行运输和补给了 海面的方向 根本没有占舰 能靠近阳角城 方圆百里之内的海域 陆地方向 视线又看不了那么远 朱衡宇现在登陆的地点 距离城墙处 足有十多公里 上万米远 这个距离 即便是开启了 魔能支眼的天魔境位 都是绝对看不到的 第3927张简装版 不过 战时来说 铁轨和滑轮车什么的 还无法建造 毕竟 矿工和冶炼工匠 都还没运过来呢 不过有朱衡宇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虽然还无法铺设铁轨 无法制造滑轮车 但是朱衡宇却可以 炼至一道长达900米的 铁锁链 整条铁锁链 是一个环形的链环 在魔牛族大力士的突叶之下 铁锁链便会逆时针转动 下面黑金战舰上的修饰 可以将铁锁链上的扣带 扣在自己的腰上 然后 随着锁链的转动 便可以如履平地的 一路上到海崖的顶端 进入阳角城之内 还真别说 铁链刚刚练制好 海崖边缘处 两个脚盘刚刚安装完毕 后方便穿来了消息 说是黑金战舰 运送的第一批工匠 已经抵达码头处 不过 事到如今 码头处已经被妖族大军封锁了 黑金战舰根本无法停靠 即便勉强停靠了 战舰上的工匠 也根本不敢下来 朱衡宇不由哈哈一笑 直接下达了命令 接到朱衡宇的命令之后 秦兰人 秦允人 秦可儿三女 驾驭着白金战舰 顺着坡道滑入了大海之中 随后 在白金战舰的领航之下 黑金战舰顺着水下的航道 一路抵达了海崖之下 与此同时 朱衡宇指挥着蛮牛力士 将那长达900米的漆黑铁链 从山崖上扔了下去 而下方的黑金战舰 也伸出了钩锁 将铁链给勾了过去 使其垂落在黑金战舰之上 接下来 一个葛摩扬族矿工 将锁链上的扣带 扣在了自己的腰间 与此同时 海崖上的蛮牛力士 开始转动脚盘 在脚盘的卷动下 纳铁链缓缓地转动了起来 一个葛摩扬族矿工 脚凳着陡峭的山崖峭壁 腰扣在扣带之上 如履平地般地上到了山崖的顶端 虽然速度慢了点 效率也不是太高 但是耗费了三个时辰的时间 三万名矿工 终于全部登上了海崖 进入了阳角城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 黑金战舰 不断往返与天魔岛与阳角岛之间 将大量的矿工 野炼工 以及各种工匠 运送往阳角岛 与此同时 阳角岛上的魔能石矿 也正是开始开采了 每天都有大量的矿石 被开采了出来 野炼长也已经初步建造了一个简装版的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各种金属 被野炼出来 对于那些被野炼出来的金属 其中比较珍贵和稀有的金属 被朱衡与囤积了起来 等囤积多了以后 可以用来炼气 至于那些比较普通的金属 比如铁合铜 则全部断压成铁板合铜板 等到以后修占其 用来加固和强化成墙 当然 现有的铁板合铜板还太少了 不足以用来加固成墙 因此 战时来说 所有的铁板合铜板 都只能囤积着 一连等了半个多月 金雕腰帅却始终没有来攻 面对这一幕 朱衡宇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 那金雕腰帅已经见识过了天魔境卫的恐怖 因此他除非不回来 一旦他回来了 肯定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说有必胜的把握 但最起码应该能和天魔境卫正面对战才行 否则的话 如果还是和原来那样的话 即便来了千万妖兵 也根本没意义 来得多 杀得多 差别只在于 消耗的时间长短而已 终于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黑金战舰的权力运输下 杨角城的各种工匠 已经达到了十万多人 整个杨角城 也算是人满为患了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传来了消息 妖族大军 终于到了 得到消息之后 朱衡宇第一时间下达了命令 所有的工匠 全部进入矿洞之内 进行躲避 虽然外面有城墙可以阻挡敌人 但是那些妖帅级以上的大能 却是可以凌空飞越城墙 进入城内的 不过现在 一切当然没有问题了 十多万工匠 都已经躲入了矿坑之内 矿坑的入口 也从内部 用楔形石头给堵死了 除非杨角城真的陷落了 否则的话 矿工们的安全 是不需要担心的 安顿好矿工之后 朱衡宇一行人 抵达了城墙之上 放眼朝天边看去 潮水一般的妖族大军 正从天边滚滚而来 看着扑天盖地 滚滚而来的妖族大军 一时之间 朱衡宇的面色 不由得阴沉了下来 那妖族大军 可不只是陆地上的山羊族妖兵 半空中 竟然出现了 可以在低空飞行的苍鹰族部队 以及可以从地面上 凭借自身的力量弹射而起 在距离地面一百多米 不到两百米的半空中 长距离滑翔的狮族部队 至于纳京雕族的大军 更是飞行到了两百多米 接近三百米的高度 放眼看去 最高处的是数量最少的 一身金色战甲的金雕族精锐 中间层是苍鹰族的精锐 下层是施族族的王牌 地面之上 足以百万计的山羊族妖兵 犹如潮水般涌了过来 而且 在山羊族妖兵之后 还跟随着海量的 妖族其他种族的大军 比如巨猿军团 猛虎军团 暴雄军团 狂施军团 看着气势逼人 滚滚而来的妖族大军 朱衡宇的内心 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才是妖族真正的主力部队 这才是妖族驰骋天下 所向披靡的铁军 长吸了口气 朱衡宇转过头 快速地对身旁的朱小妹道 你立刻去矿坑那边 无论如何 必须尽快将所有工匠 全部送入矿坑深处 朱小妹用力地点了点头道 放心吧 你负责城墙这里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就好了 我会处理妥当的 恩 用力点了点头 朱衡宇道 你们那边准备好 如果战局不利的话 我会退进矿坑 固守矿道以聚守 没想到 妖族大军竟然如此强大 必须做好多手准备 用力地点了点头 朱小妹用心地听着 并没有开口多问 长吸了口气 朱衡宇继续交代了起来 一会 一旦战局开启 朱衡宇恐怕就没有时间抽身了 因此 他必须敢在妖族大军开战之前 把该交代的 都交代一遍 朱小妹的任务很重 接下来 他不但要安顿好 十万多名矿工 工匠 以及冶炼大师 而且还要组织大家 全力开采魔能石矿 并且大量生产魔能子弹 那些矿工 要尽快向下 向外 掏出一条通往海底的通道 否则的话 将来一旦撤入矿坑 他们的退路就彻底断绝了 补给完全送不进去 非活活饿死不可 在开采矿石 挖掘海帝通道的同时 朱小妹还必须组织人手 在矿坑通道之内的关键位置 修建战壕 以及壁垒 一旦朱衡宇率领着天魔进位 以及蛮牛进位 退入了矿洞的话 便可以依托这些战壕和壁垒 与妖族的追兵对峙 层层阻结之下 才可以避免妖族大军长驱直入 杀光矿洞内的所有人 快速地交代之间 尽管朱衡宇还有很多话想说 可是妖族大军 却已经杀到了城前 面对于此 朱衡宇知道 他没有时间继续交代下去了 第3928章大帝 到底做什么 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 一切的一切 都只能靠朱小妹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决定了 看了看城外 那黑压压的妖族大军 朱小妹紧咬着嘴唇 用力地抱了抱朱衡宇后 转身快速朝矿坑的方向跑了过去 与此同时 城前的战场之上 金雕妖帅排众而出 出现在了朱衡宇的面前 看着高高助力在城墙上的朱衡宇 金雕妖帅的内心里虽然无比的愤怒 但是对于朱衡宇 却并没有太多的痛恨 让金雕妖帅愤怒的 是大好的裁员 就这么没了 如果朱衡宇肯和他合作的话 如果朱衡宇能帮助他 把所有魔能石 全部换成黄金和白银的话 那么要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晋升为妖王 甚至于 即便成了妖王之后 他也可以在朱衡宇的帮助下 继续向妖王迈进 可惜的是 朱衡宇这家伙 胆子竟然这么大 竟然试图奴役他 不过 对于朱衡宇本身 他却并没有太多的愤怒 大家分属敌对 彼此之间 属于死敌 朱衡宇无论对他用什么手段 那都是愤怒应当的 恰恰相反 如果朱衡宇真的不顾摩阳祖死活 全力和他合作的话 即便金雕妖帅从朱衡宇身上 取得了大量的利益 也依然会看不起朱衡宇这样的叛徒 在金雕妖帅看来 朱衡宇真的那样做了的话 就绝对是民族败类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金雕妖帅有这样的本事 能够彻底奴役朱衡宇的话 试问 他会不会这么做呢 不需要怀疑 如果金雕妖帅真有这样的本事 那第一时间 他就会奴役朱衡宇 连一丝犹豫都不会有 对金雕妖帅来说 朱衡宇是敌人 既然彼此敌对 那对方做一切 都是正常的 一个人 只要不是傻的 就不会因为敌人 对自己不好而生气 既然是敌人 本就该对你不好 让金雕妖帅生气的是事 而不是人 因此 对于城墙上的朱衡宇 那金雕妖帅并没有破口大骂 毕竟 作为一尊妖帅 他也是有脸面 有地位 有尊严的 做不出那种 泼妇骂街的事情来 终于 金雕妖帅大手一挥之间 战斗瞬间爆发开来 促以百万计的山羊族妖兵 呐喊着朝城墙的方向冲了过来 与此同时 天穷之上 三千名金雕妖将 自三百米的高空 朝城头俯冲下来 三万名苍鹰族妖将 自两百米的高空 逼近城头 三万名是旧族神射手 悬浮在百米的高空 弯弓搭建 尖锐的剑尖 对准了城墙上的天魔敬畏 以及蛮牛敬畏 不光是如此 地面之上 为数三万的巨猿战将 举着大大的 三米多高的超级重盾 朝城墙的方向迈进着 巨猿战将的身后 是三万名蛮牛腰将 每个蛮牛腰将的背后 都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囊 背囊之内 装满了镖枪 仔细看去 那镖枪之上 刻满了一道道妖纹 不问可知 那自然是妖纹镖枪 其速度之快 射程之远 威力之大 都是无庸置疑的 看到这里 也许很多人会感到奇怪 怎么个意思 妖族也有蛮牛族的修饰吗 事实上 魔族的蛮牛族 本就是妖族的蛮牛族 转化过来的 这个世界上 原本是没有魔族的 是魔族招募和规划了 各大种族之后 才创建了魔族 因此 魔族有蛮牛族 妖族其实也有蛮牛族 两者之间 是同元 同宗的 和普通蛮牛族比起来 魔牛族虽然也是蛮牛 甚至于 魔牛族三大王牌军团的名字 都是以蛮牛为名的 比如蛮牛铁骑 蛮牛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 这已经足以说明了一切了 和普通的妖族蛮牛战将比起来 魔族的蛮牛战将 显然更加强大 更加恐怖 一旦突破六十段魔体质固 便可以施展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恶魔战体的状态下 魔体的战力 会根据血脉的纯度 有所提升 最高的珠恒宇 甚至可以提升十段魔体的战力 而想要突破六十段魔体 最低也要六平的血脉纯度 没有六平的血脉纯度 是无法将魔体的段位 提升到六十段的 因此 一旦凝聚出恶魔战体 魔牛族修饰 最少可以提升六段魔体的战力 不仅仅如此 最重要的是 魔牛族还拥有着魔族 为他们留下的传承魔技和魔法 这都是妖族的蛮牛族 所无法媲美的 当然 如果因此就小看了妖族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那魔族虽然确实神通广大 战力强横到可以破灭整个荒谷世界 可是不管魔族到底多强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崩坏战场上的五大种族 分别是龙族 凤族 妖族 星辰仙门 以及魔族 除了魔族之外 其他四大种族 都有一个强大的首脑 将整个势力捏合在了一起 龙族的龙帝 乃是混沌黑龙 凤族的凤帝 乃是混沌火凤 妖族的妖帝 乃是混沌白虎 至于坐镇正中央处的星辰仙门 更是有着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的星辰门主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一个种族来说 大地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 所谓的黄 则每个族都有自己的黄 魔羊族有魔羊族的魔黄 魔牛族有魔牛族的魔黄 魔狼族有魔狼族的魔黄 但是整个魔族而言 却并没有魔族大地产生 真正的魔地 可以力压所有魔黄 将整个魔族 凝聚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很显然 魔族战士来说 还不存在这样雄才大略的豪杰 事实上 光是魔狼族 就有五大魔黄 魔牛族也同时拥有三大魔黄 光是他们自己族内 都无法选出一个大地出来 又何况是整个魔族呢 拿魔牛族与魔狼族来说 就算他们只有一个魔黄 可是 到底该由魔牛族的魔黄 晋升魔地呢 还是该由魔狼族的魔黄 晋升为魔地呢 如果让魔狼族的魔黄 晋升魔地的话 那魔牛族第一就不干了 凭什么啊 比魔狼族多得脑袋是怎么的 怎么就你们当魔地了 虽然魔牛族确实不善攻城 甚至是无法攻城 可是无论是野外的 重骑兵冲锋 还是驻守城墙 他们都堪称无敌 凭什么就魔狼族的魔黄 当魔地了 反过来说 如果是魔牛族的魔黄 当了魔地的话 魔狼族的五大魔黄 恐怕也立刻就不干了 我们魔狼族 除了不能守城之外 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我们魔狼族的铁骑 虽然不能和魔牛族的 重骑兵正面对抗 但是在我们魔狼族的奔赦之下 这个世界上 他们还真的没怕过谁 野外作战的话 魔狼族轻骑兵 完全可以凭借速度优势 开展风筝战术 一路牵着魔牛族重骑兵 无限风筝 无限奔赦 虽然魔狼族的弓箭 很难对身穿重甲的魔牛族 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魔牛族重骑兵 想追上魔狼族亲戚兵 那也绝对是痴心妄想 白日做梦 而且 魔狼族虽然不擅长守城 但是 你魔牛族还不擅长攻城呢 因此 魔狼族 是绝对不逊色于魔牛族的强大种族 凭什么 你魔牛族的魔黄 就仅升为魔地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魔狼族和魔牛族都没有意见 可是魔族可不只有魔牛 魔羊 魔狼 这三大种族 就算这三大种族统一了意见 可是其他种族还不愿意呢 比如圣龙族 骏魔族 地狱三头犬族 梦魇战马族 双头飞龙族 虚空蟒族 毁灭黑龙族 恶魔族 诸多的魔族分支中 哪一个又是善类 哪一个能同意 让魔狼族 或者魔牛族的魔皇 晋升为魔地的 第三千九百二十九章强悍的大军 黑龙大帝 白虎大帝 火凤大帝 以及星辰门主 此尊大帝 都堪称是天纵奇才 其中 星辰门主 乃是自太古时代以来 天下第一高手 曾经以一人之力 对抗祖龙 祖凤 祖麒麟联手为功 并且最终战而胜之 至于剩下的三尊大帝 也都绝对不可小觑 火凤大帝 帝天翼 事实上 他就是祖凤的一道分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 帝天翼就是祖凤 黑龙大帝 虽然来历神秘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黑龙大帝绝对是龙族无疑 别的可以嫁 但是龙魂嫁不了 龙族血脉嫁不了 不过黑龙大帝的实力 却是毋庸置疑的 距离现在千万年前 黑龙大帝 曾经和白虎大帝联手 与帝天翼一战 虽然最终的结果 是火凤大帝帝天翼赢了 可是能和祖凤分身打得不可开交 一连打了三百多场 才终于分出胜负的大能 其实力之强 自然不必多说了 龙族的黑龙大帝 凤族的火凤大帝 妖族的白虎大帝 三大帝尊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存在 虽然彼此之间可能互有胜负 但是毫无疑问 那都是圣境 或者是最接近圣境的存在 至于星辰门主 不需要多问 能够战胜三大圣境高手联手的 自然只能是圣境高手了 迟到如今 刘湘门主已经闭关不出 因此当时而言 黑龙大帝 火凤大帝 白虎大帝 便是当时之强者 三尊大帝 分别统帅着妖族 凤族 以及龙族 而反观魔族 则只有魔皇 没有大帝 也许有人会说 魔族为什么那么傻 直接选出一个 也比没有强啊 可是事实上 大帝哪是那么好做的啊 想成为一族之大帝 第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将占体径升到 九十九段白光圣体 这个先决条件达不到的话 是无法成为大帝的 就算大家都承认你是也没用 光是占体段位高 就能晋升大帝了吗 当然也不是 如果谁实力强 谁就是大帝的话 那大帝就太不值钱了 想成为大帝 必须精通自己种族的所有才学 龙族的大帝 必须精通龙文之道 妖族的大帝 必须精通妖文之道 凤族的大帝 必须精通凤文之道 其实不管是哪个种族 都是非常自私 非常自我的 说白了 你个人实力再强 和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朱衡宇的实力天下无敌 又能如何 你实力再强 那也是你个人的事 你的实力强 又不会给我发钱 也不会让我的实力变强 既然如此 那我为什么要甩你 我为什么 要承认你是魔族大帝呢 想要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全力支持你晋升大帝 那就必须能够拿出 让所有人都掩热心跳 垂涎三尺的好处 必须要让所有人都深信 在你的领导下 种族会发生得更好 要让所有人都深信 在你的领导下 种族会崛起 会复兴 否则的话 你凭什么上位 而真想让所有人都信服 真能给所有人好处 那么 作为大帝 就必须精通本族的符文之道 妖族的妖文 魔族的魔文 龙族的龙文 凤族的凤文 都是这种存在 一旦精通了本族的符文之道 便可以加强本族内的符文水准 诸恒于此刻面对的妖兵妖将 他们身上穿着的 都是可有密集妖文的战甲和兵器 蓝牛族妖将 他们背后背着的内囊里 纳克满妖文的标枪 正是妖族大帝 白虎大帝的手笔 由大帝亲手练制出的标枪 那威力能弱了吗 不仅仅是蛮牛族手里的标枪 事实上 前排居猿族手中 那高达三米 沉重无比的钢铁重盾之上 又何尝不是布满了繁杂的妖文呢 大帝的存在 可不仅仅代表着一尊无限接近圣境高手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让整个军团 都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于 让整个种族的所有修饰 都变得更加强大 只有每个人 都能获得利益 大帝才可以让种族内的所有人 都心悦诚服地遵从他的命令 事实上 现在的朱衡宇 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 只不过 战时来说 他的实力和势力 都还很弱小 战时来说 他只能增强自己麾下的大军 战时来说 他只能让他身边的人 得到巨大的利益 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整个魔羊族来说 战时来说 他还无法造福所有魔羊族修饰 而且 在硬实力上 朱衡宇根本排不进魔羊族前百强 用句确切的形容词来说 那就是 是单利孤 不过好在 朱衡宇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 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总有一天会达成的 战时来说 朱衡宇却必须要面对 魔族没有大帝这个世界 他必须要承受着 妖族大帝 对妖族大军的加持和增幅 看着那一件件妖纹战甲 中盾 兵器 朱衡宇的内心 顿时无比的沉重 在朱衡宇的注视下 三千斤雕敬畏 三万苍蝇妖疆 三万师救神射手 自天空中缓缓压了过来 三万名巨员妖疆 手举超大的妖纹战盾 走在最前面 身后是背着妖纹标枪背囊的满牛妖疆 蓝牛妖疆的身后 则是三万狂狮妖疆 三万猛虎妖疆 三万暴雄妖疆 可以说 妖族所有擅长作战 擅长攻城的大军 全部都集结到了这里 很显然 这绝对不仅仅是 金雕妖帅一个人的力量 不出预料的话 整个血羊岛海域 妖族所有的高端势力 此刻都已经聚集在这里了 无论如何 妖族绝对不能容忍 羊角导着根钉子 扎在心窝处 不解彻底拔掉这根钉子 妖族绝对是寝食难安的 迟到如今 妖族和魔族之间 争夺血羊岛海域的战争 已经彻底结束了 战时的 魔族与妖族默契地 停止了所有的战争 此时此刻 妖族要巩固自己 占领的新海域 而魔族也要建立新的防线 建造和修补新防线上的 城墙和壁垒 因此 虽然双方并没有签订 什么停战协定 但是事实上 双方短时间内 都不会爆发新的战端了 如此一来 妖族大军 便可以倒出手来 全力绞杀杨角城 否则的话 光是凭借金雕妖帅一人的力量 根本聚集不起如此强悍的大军 第3930章承受不住 面对妖族如此强大 立体 恐怖的进攻阵型 一时之间 朱衡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虽然城墙之上 足有三千天魔敬畏 以及三千蛮牛敬畏 但是真的打起来的话 却绝对是守不住的 不需要怀疑 如果金雕妖帅不顾一切后果 不顾及庞大的损失 一窝蜂 一股脑地将大军压过来的话 那么不需要怀疑 朱衡宇必败无疑 三千金雕敬畏 三万苍蝇妖将 三万师救神射手 现在可都是飞行部队 他们完全可以无视城墙的阻隔 直接飞到城内战斗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说一说 白虎大帝的强大之处了 原本 除了三千金雕敬畏外 其他的妖族兵种 都是飞不起来的 不过 白虎大帝亲手为苍蝇族妖将 以及施救族神射手 炼制了飞天战甲 在飞天战甲的帮助下 他们可以在地空飞行 若不是白虎大帝亲手炼制的飞天战甲 妖族根本组建不起如此庞大的空军 光是三千金雕敬畏的话 朱恒宇反而不会害怕 那三千金雕敬畏固然会飞 可是朱恒宇麾下的三千蛮牛敬畏 一旦凝聚出恶魔战体 那也是可以飞的 三千蛮牛敬畏 对上三千金雕敬畏的话 朱恒宇不敢说一定会胜利 但是无论如何 蛮牛敬畏绝不会败 可是现在不行 除了三千金雕敬畏之外 还有三万鹰族妖疆 以及三万施救神射手 他们身上的战甲 手中的兵器 可也都是白虎大帝亲手炼制的 如果算上三万名 可以短距离滑翔的突救族妖疆的话 那么蛮牛敬畏要对上的 足足有近十万大军 三千打十万 大家的实力又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样的战斗 根本就无法进行 不过时到现在 即便朱恒宇想退缩 也不太可能了 这一边 朱恒宇一旦下达撤退命令 那妖族大军肯定会毫不犹豫的 全速压过来 一旦如此的话 那三千蛮牛敬畏 也许可以凭借飞行优势逃出升天 可是那三千天魔敬畏 却必然会留在这里 一个都活不了 因此 朱恒宇根本就无法离开 紧紧地咬着牙齿 朱恒宇知道 他必须第一时间 找出应对的办法 否则的话 这三千天魔敬畏 今天全部要折在这里了 心念电闪之间 朱恒宇的眼睛 猛地亮了起来 所谓 己所不欲物失于人 可是在战场上 己所不欲 却偏要失于对手之身 既然朱恒宇如此宝贝 他的三千天魔敬畏 那么 作为妖族的统帅 那金雕妖帅 又会不会宝贝妖族的空军呢 尤其是那三千金雕敬畏 那可是金雕妖帅的私有军团 在金雕妖帅的心目中 那三千金雕敬畏 绝对不逊色朱恒宇的天魔敬畏 一旦朱恒宇可以在短时间内 对妖族的空军 尤其是金雕敬畏 造成巨大损伤的话 朱恒宇就不信 那金雕妖帅会不心痛 会不退兵 信念电转之间 朱恒宇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网得举起右手 朱恒宇紧咬着牙齿道 所有人听我命令 不需要理会对方的地面部队 全部给我集火妖族的空军 顿了顿 朱恒宇继续道 尤其是那三千金雕敬畏 如果有可能的话 第一时间给我歼灭他们 一个都不能放过 我 听到朱恒宇的命令 三千天魔敬畏 以及三千蛮牛敬畏 全部大声应没 杀杀杀 就在这个时候 城外的方向 我们响起了冲天的海沙声 放眼看去 地面的山羊族妖兵 亡命地呐喊着 朝城墙发起了冲击 与此同时 天穷之上 妖族的空军 也加快了飞行速度 扑天盖地的朝城墙的方向 涌了过来 天上 空中 地上 全方位 立体式的战阵 汹涌地朝阳角城涌了过去 面对这一幕 朱恒宇猛地挥下了高举的右手 宝贺道 给我杀 嘟嘟嘟嘟 嗖嗖嗖嗖 伴随着朱恒宇的命令 刹那之间 三千挺符文机关枪 开始喷射出金属洪流 三千蛮牛近卫 也纷纷抽出了腰间的符文飞斧 阵笔之间 朝着半空中的妖族空军飞旋了过去 一时之间 三千条长边般的火蛇 在半空中来回扫荡了起来 大鞭子般的弹链扫楚 所有的妖族空军 都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朝地面掉落了下去 蛮牛近卫手中的符文飞斧 也呼啸着飞了过来 蛮牛近卫的飞斧 绝对是最强的单体远程攻击 不过 和天魔近卫比起来 却并不能将其碾压 蛮牛近卫的飞斧虽然强横霸道 可以轻易破开对方的战甲 将对方的战区彻底撕裂 可是蛮牛近卫的飞斧 频率上却太低了 一席时间 天魔近卫可以射出三发符文子弹 而同样的一席时间 蛮牛近卫才刚刚抽出飞斧 开始蓄力 去击一席时间之后 全力甩出去 又需要一席的时间 基本上 蛮牛近卫的飞斧 前后需要三席的时间 才可以甩出一发 而三席的时间里 天魔近卫却可以射出九发符文子弹了 因此 蛮牛近卫的远程攻击 终究不是种族特长和特性 和天魔近卫比起来 还是都有不如的 不过即便如此 却已经足够了 三千道飞斧过楚 绝对是站着就死 擦着就亡 飞斧飞旋之处 即便对方身穿着飞天战甲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那飞天战甲 也许可以挡住符文子弹 但却绝对挡不住蛮牛近卫的飞斧 一斧头下去 妖族空军的战甲 瞬间就被撕裂 凄力而又沉重的飞斧 瞬间就展入了他们的胸膛 将其彻底杀死 三席一轮 每轮三千丙飞斧 三千丙飞斧飞出去 瞬间便会展落三千妖族空军 其狂暴恐怖之处 简直是触目惊心 而反观天魔近卫 大火炼扫射楚 只打得妖族空军周身火星四箭 通常要连中三四发扶文子弹后 才会被打破防御 瞬间被弹炼撕碎 居高临下 朱衡于俯视着整个战场 入目所见 对面的妖族空军 犹如下饺子一般 劈里啪啦地从天上掉落下去 只十多席的时间 便足足损伤了一两万妖族空军 冷冷地眯起双眼 朱衡于不由得冷笑着朝对面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对面的半空中 精雕妖帅也悬浮在半空中 观察着战场上的局面 很显然 妖族空军的损失 他也是看在眼里的 冷冷一笑之间 朱衡于不由得扯起了嘴角 怎么还不肯撤军吗 果然 在朱衡于冷冷的微笑之间 精雕妖帅再也承受不住了 看着一只只精雕敬畏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从天上掉落下去 精雕妖帅的心 都在滴血 这三千精雕敬畏 不需要飞天战甲的帮助 就可以在崩坏战场上飞行 虽然飞行的高度不高 飞行的速度不快 可是这却是精雕元帅真正意义上 唯一的一支空军啊 第3931章一招敬丧 精雕妖帅能有今天 或者说 精雕妖帅如果想继续向上攀登的话 那么 这三千精雕敬畏 便是他最大的底牌 如果今天全部折损在这里的话 那么他的底蕴 也将一招敬丧 当当当 终于 清悦的钟明生 在妖族大军的后方响了起来 听到钟明生 半空中的妖族空军 顿时转过身来 落荒而逃 妖族不是傻子 尤其是妖族的空军 各个战体都在六十段 以及六十段以上 所有人都很清楚 如果继续这么冲过去的话 也许天魔敬畏会全军覆没 可是同样的 妖族的空军 恐怕也一个别想活着离开 用十万妖族空军 换掉三千天魔敬畏 那绝对是亏本到家的买卖 最重要的是 作为妖族空军本身 他们可一点都不想用自己的命 去和天魔敬畏对子 因此 一听到妖族后阵传来收兵的钟声 他们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面对疯狂逃窜的妖族空军 朱衡宇却并没有手软 虽然蛮牛敬畏因为射程 只有一千米的关系 很快便停止了飞斧攻击 可是天魔敬畏的射程 却足有三千米 因此 三千道火炼 追着妖族空军扫射着 当最后一只妖族空军 突离天魔敬畏射程的时候 十万妖族空军 已经被射杀了三万多 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 竟叼妖帅面如土色 如此巨大的损失 即便是他 也很难向妖族军部交代 竟叼妖帅如丧考比的同时 朱衡宇这边 却瞪大了双眼 浑身剧烈地战斗着 刚才短短的几时席时间之内 天魔敬畏 以及蛮牛敬畏联手之下 射杀了三万多妖族空军 要知道 这三万妖族空军 每个人的战体 都在六十段以上 换算到魔族的话 这些妖族空军 格顶格 全部都是魔将 众所周知 魔将和非魔将之间 是有巨大的差距的 虽然普通修士 如果天赋够好 修炼够刻苦 运气够强的话 也是可以将战体 修炼到六十段的 可是 和同样六十段战体的魔将 比起来 差距却巨大无比 这不仅仅是能量上的差距 也不仅仅是战体 强度上的差距 更不是所谓的力量 速度上的差距 其实最大的差距 在于灵魂上的蜕变 如果说 六十段魔体的普通修士 只是蝼蚁的话 那么六十段魔体以上的魔将 则是真正的蛟龙 这不是量的变化 而是指的飞跃 具体到妖族身上 一尊普通的妖族士兵 哪怕他的妖体达到了六十段 其灵魂能量 其实也没有多强大 和四五十段妖体的妖兵比起来 只是量上多了一些而已 即便这的量 可能多出了一倍 两倍 三倍 其实意义都不大 斩杀两个四十段妖体的妖兵 就相当于斩杀了一个五十段妖体的妖兵 斩杀两个五十段妖体的妖兵 就相当于斩杀了一个六十段妖体的妖兵 因此 对于妖兵的妖体段位 朱衡宇其实并不看重 只要数量多了起来 其实多少段都一样 可是 妖将和妖兵之间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很多妖将的妖体 也停留在六十段 和顶级的妖兵 拥有着同一段位的妖体 可是 妖将之所以是妖将 妖兵之所以是妖兵 那不是人为规定出来的 也不是人为提拔上来的 魔族有荒谷万亩果 妖族有天妖不死草 而这两大存在 都是可以大大提升灵魂能量 使修饰的灵魂出现值得飞跃的 但从灵魂的角度上说 甚至可以将妖将 看成是另外的一种生物 另外一个种族 具体到妖族的妖将和妖兵 斩杀一尊妖将 森罗鹰蛇吞噬到的灵魂 虽然量上只多出了两三倍 可是直上 却高出了千百倍 吞噬一尊妖将的灵魂 森罗鹰蛇获得的提升 比吞噬一万妖兵还要大 这不是量上的增多 完全是由直变而引起的飞跃式提升 短短几时席时间内 天魔敬魂和蛮牛敬魂联手之下 斩杀了三万多妖将 如此一来 朱衡宇的森罗鹰蛇 获得了巨大到难以想象的提升 但就实际效果而言 三万妖将对森罗鹰蛇的提升 相当于三亿普通妖兵的总和 看着狼狈逃窜的一众妖兵妖将 朱衡宇的双眼不由得放出了火热的光芒 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朱衡宇彻底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三千天魔敬魂嘛 放弃也就放弃了 如果能将所有的妖兵妖将都留下来 那么 朱衡宇的森罗鹰蛇将获得多么恐怖的提升啊 做完这一笔买卖 朱衡宇的实力将得到值得飞跃 光是凭借森罗之力 便足以正面对抗魔王 甚至是战而胜之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斩杀那三万妖将 获得收益的 可不仅仅是森罗之力啊 此时此刻 朱衡宇的世海之内 那十八层炼狱塔内 三万多道灵魂能量 正在雄雄地燃烧着 一旦炼狱塔彻底炼化 并吸收掉这三万多妖将的灵能 朱衡宇魔体的力量 速度 以及强度 将提升到什么境界 恐怕 不需要动用魔器 光平肉身的力量 他就可以和普通的魔帅 打成平手了吧 这里强调一点 森罗之力 吞噬的是修噬的命魂之力 炼狱之力 吞噬的是修噬的地魂之力 两大力量 各自吞噬各自的能量 互相之间并不会干扰 也不会彼此侵吞 至于天魂 那是任何力量 都无法吞噬的 天魂融合于天穷之上 无影无踪 不可琢磨 如果连天魂都被吞噬了 那么这个生命体 才是真正的消亡 所谓的天珠地灭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珠地灭 天珠的是天魂 地灭的是地魂 天魂和地魂都溃灭了 那么命魂也只能是魂飞魄散了 如此一来 这个生命体 便彻底从这方天地中被抹掉 任何方式 都无法将其复活了 看着狼狈逃窜的妖兵妖将 朱衡宇的目光 前所未有的坚定了起来 无论如何 这些妖兵妖将 朱衡宇吃定了 虽然因此 朱衡宇可能要搭上 三千天魔敬畏 可是战争就是这样 哪可能不死人 如果三千天魔敬畏的牺牲 能换来面前这促十万妖族敬锐 那么他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亲身见证了天魔敬畏 以及蛮牛敬畏的强大之后 朱衡宇再想遇到这么好的机会 恐怕就不太可能了 恐怕朱衡宇的天魔敬畏 以及蛮牛敬畏刚一露头 对方就躲避得远远的 连头都不敢露了 明知道会被屠杀 妖族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王牌部队摆出来 任你宰割呢 第3932章退路 妖族与魔族之间的战斗 魔羊族就是最前线 妖族不敢惹魔狼族 也不惹不起魔牛族 只能拿魔羊族开刀 因此 妖族的多个主力部队 主力军团 甚至是王牌军团 都聚集在血羊岛海域之内 此时此刻 为了覆灭杨角城 妖族更是将海军的八成高端军力 集中在了杨角岛上 试图以雷霆万军之势 将杨角城瞬间摧毁 以实现彻底占领 彻底掌控血羊岛海域的战略目标 错过这个机会 这促十万妖族的精锐军团 王牌军团 便会分散开来 分散到各个海域 各个海岛之上 因此 朱恒宇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放过这些妖族精锐 过了这个村 真的没有这个殿了 即便为此要付出三千天魔敬畏的生命为代价 朱恒宇也是在所不惜的 这一战 为的不仅仅是朱恒宇的森罗之力和炼狱之力 最重要的是 这一战过后 妖族海军的精锐 将一招进去 到了那个时候 妖族海军想继续对摩羊族发动攻击 继续侵占摩羊族的岛屿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心有定计之后 朱恒宇第一时间扇动着翅膀 落到了城头之上 正在观战的老船长身边 严肃地看着老船长 朱恒宇严肃地道 一会妖族大军肯定会退去 你要做好战斗准备 做好战斗准备 老船长不由得目瞪口呆 他不明白 一会要和谁开战 为什么要开战 怎么开战 原本老船长不应该在这里 作为黑金战舰的船长 他该留在黑金战舰上才对 可是老船长从来没见过 摩羊族与妖族的大战 好奇之下 他偷偷地跑了过来 躲避在城墙的角落处 欣赏了一出爵士大战 正看的新潮澎湃之间 却被朱恒宇发现 并且被抓了葛正着 不过很显然 朱恒宇并没有贺责与他 继续开口道 一会 妖族大军退去后 你负责驾驭黑金战舰 赶往海边码头处 将码头处停靠的所有妖族战舰 全部摧毁 彻底断绝掉 妖族大军逃离阳角岛的退路 只要妖族大军不能离开阳角岛 那么朱恒宇就有机会 统率着三千天魔敬畏 以及三千蛮牛敬畏 与妖族的王牌大军玩上一场生存游戏 整个阳角岛就是一个硕大的游乐场 双方在整个岛屿上奋力拼杀 谁能活到最后 全看各自的本事 以及各自的造化 深深地看着老船长 朱恒宇双眼放光的道 无论如何 未来一个月内 不许任何一艘妖族战舰靠近阳角岛 怎么样能做到吗 面对朱恒宇的寝将 老船长的双眼 顿时放射出锐利的光芒 自从得到黑金战舰之后 老船长一直没能进行的大战一场 一直以来 老船长都在和海盗打 可是海盗能和妖族皇家海军的王牌舰对比吗 迟到现在 黑金战舰经过多次改进之后 已经是除了白金战舰外 当时最现金 也是最强的钢铁战舰了 一直以来 老船长都想轰轰烈烈地打上一场 可是却一直找不到机会 不过现在好了 老船长苦苦盼望的机会 终于来临了 三千兵魔敬畏驾驭下 黑金战舰绝对不会畏惧任何对手 即便那个对手是妖族的皇家海军 是妖族的王牌舰队 老船长也无所畏惧 思索之间 老船长哈哈一笑 兴奋地道 放心吧大帅 未来一个月内 我保证没有任何一艘妖族战舰 能靠近阳角岛的码头 恩恩 欣慰地点了点头 朱恒宇道 海上的事 就教你了 就算坚持不了一个月 也尽量多坚持一段时间 无论如何 这几十万妖兵妖疆 朱恒宇一定要全部吃下 一个都不能少 接到朱恒宇的命令之后 老船长非常痛快地转过身 离开了城墙 很快 顺着铁锁 老船长回到了黑金战舰之上 驾驭着黑金战舰 老船长统率着三千兵魔禁卫 朝着码头的方向赶了过去 这三千兵魔禁卫 是当年玄兵皇帝的禁卫军 他们不但精通近身战斗 而且还擅长远程魔法打击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是最强大的海军 战斗的时候 三千兵魔禁卫 可以在战舰上 覆盖一层玄兵战甲 加固战舰的强度 提升战舰的防御 太古时代 真正的兵魔禁卫 甚至可以远程释放兵潭 远程轰击目标战舰 那兵潭落在敌方战舰的甲板上后 不但可以对战舰和海员造成巨大的冲击 那巨大的兵潭 还会凝聚成玄兵巨兽 没错 就是这么恐怖 就是这么逆天 真正的兵魔禁卫 可以远程将玄兵巨兽 投放到敌方的战舰之上 直接消灭敌方战舰的有生力量 将对方的战舰 直接抢过来 光是这些 其实还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这三千兵魔禁卫 可不仅仅是战士 也不仅仅是召唤师 最恐怖的是 他们同时 还是符文师 炼器师 造船师 战斗的时候 他们可以化身为战士 赶路的时候 他们可以化身为海员 前来无事的时候 他们又可以变成符文师 炼器师 造船师 因此 三千兵魔禁卫所驾驭的战舰 一直都会被持续地炼制着 强化着 他们驾驭的战舰 也注定是最强大 最恐怖 最逆天的无敌战舰 目送老船长迅速离开 朱恒宇不由得志得意满 接下来的一个月 将是无比血腥的一个月 整个阳脚岛 都将弥漫在血腥之中 吉木远眺 在朱恒宇的注视下 妖族大军果然缓缓地退出了战场 在没有找到应对办法之前 金雕妖帅绝对不会再来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金雕妖帅有点傻 这么大的亏 吃一次还不够 为什么还要吃第二次 可是事实上 这真的有点冤枉他了 第一次战斗 金雕妖帅因为身受重伤 所以要乘坐马车前往战场 等金雕妖帅抵达的时候 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金雕妖帅唯一看到的 就是满地的尸体 至于整个战场的过程和场面 他并没有亲眼目睹 随后 在回去的路上 虽然金雕妖帅的大军遭到了伏击 可是 金雕妖帅因为身受重伤 只能乘坐在马车上 因此 金雕妖帅其实并没有进入峡谷 也没有亲眼看到战斗的场面 而且说实在的 这一次 妖族的大军 实力绝对是足够的 如果不计损失 一股脑冲过去的话 三千天魔禁卫 肯定全灭 就算他们穿着符纹战甲 也没用 直接生情活住你都没问题 甚至于 如果跑得慢点的话 连蛮牛禁卫 恐怕都不能生离此地 因此 妖族大军的军力 是绝对够的 第3933张万般宠爱 问题在于 金雕妖帅实在没预料到 朱衡宇这边的火力 竟然这么猛 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 天魔禁卫虽然肯定会全军覆没 可是自己的空军 恐怕也所剩无几了 如此巨大的损失 金雕妖帅是无法承受的 尤其是那三千金雕禁卫 更是金雕妖帅的心头肉 是他的底蕴所在 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将其折损在这里 不是金雕妖帅傻 实在是朱衡宇太过坚决 明知道会死 却置之死定而后生 看看到底谁更不怕死 看看谁更不在乎损伤 很显然 朱衡宇赢在一手坚决 而金雕妖帅却不够坚决 不舍得舍弃三千金雕禁卫 否则的话 时到现在 三千天魔禁卫 应该已经全军覆没了 朱衡宇也只能狼狈地 捅帅着三千蛮牛禁卫 退手矿洞了 目送妖族大军迅速撤离 朱衡宇冷冷一笑 大声道 传我命令 立刻原地休整 一刻钟后 全军出动 追杀妖族大军 我 面对朱衡宇的命令 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轰然应命 朱是休整 其实也没什么可休整的 之所以下达这个命令 朱衡宇其实更多的 是留点时间让自己考虑一下 要知道 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 妖族大军 可谓是兵精疆广 实力强大 一旦被包了饺子 朱衡宇这点兵马 根本就不好做什么 妖族一口气 就能把他们一口吞下去 因此 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朱衡宇才敢正式出兵追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朱衡宇助力在城墙之上 遥望着灰色的天穷 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很显然 急兵一触 是绝对不行的 目标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对方很容易 就可以四面合围 把朱衡宇的大军包了饺子 一旦一个不小心 被妖族大军包围的话 朱衡宇连葛援军都没有 只能是坐以待毙了 另一方便 杨角城还需要留兵守城 否则的话 妖族大军一旦占领了杨伟城和杨角城 朱衡宇一行人 就无处可去了 杨角城和杨伟城 朱衡宇是必须守住一个的 两者全失的话 朱衡宇就只能离开杨角岛 宣告这次战役失败了 以朱衡宇如今的实力和势力 一旦离开了杨角岛 他的摩帅之位 肯定是保不住的 不是说 朱衡宇没有信心赢得比赛 关键点在于 军部直接开会 就可以否决掉朱衡宇的帅位 李舅那点兵 凭什么和人家比啊 用脚后跟响都知道 朱衡宇是赢不了的 好不容易坐上了帅位 朱衡宇是绝对不可能 轻易放手的 再说了 如果明知道要丢弃帅位 那朱衡宇又何必去追杀妖兵 去冒险呢 妖族又不是傻子 只要朱衡宇放弃杨角城 他们脑子抽了 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占领的 失去了城墙之力 朱衡宇的这点大军 瞬间就会被摧毁 到了那个时候 朱衡宇面对的 可就不是所谓的 三千米城墙了 这天地那么大 四面八方 何处不可来敌 到了那个时候 四面八方几十万大军围过来 那朱衡宇可就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只能束手待毙了 反复斟酌之后 朱衡宇叫来了朱小妹 苏小婉 以及苏紫云 召开高层会议 经过深思熟虑 朱衡宇做出了决定 将三千天魔敬畏 以及三千蛮牛敬畏 分成三队 每一队 分别包括一千名天魔敬畏 以及一千名蛮牛敬畏 第一大队 由朱衡宇统帅 负责在羊角岛上 绞杀妖族的有生力量 第二大队 由苏紫云统帅 负责在羊角岛上 配合朱衡于绞杀妖族大军 第三大队 由苏小婉统帅 负责留在羊角城助手 至于朱小妹 她的任务 就是全力开采超巨型魔能石矿坑 在矿洞之内建造各种壁垒 战壕 一旦战局不力 朱衡宇等人统帅大军 进入矿洞后 那里将是大家最后的阵地 因此 朱小妹虽然不需要参战 但是她的工作 却是最重要的 而且 一旦战斗中 出现伤员的话 会第一时间送回羊角城 有朱小妹坐镇在羊角城 只要伤兵还有一口气在 朱小妹就能瞬间将其治愈 那魔能调和 虽然是初级的传承魔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魔能调和 竟然不兼容任何魔法和魔技 迟到今天 朱小妹依然只会魔能调和这一个传承魔法 其他的所有传承魔法 都被魔能调和排斥了 不过 对于朱衡宇 以及朱衡宇麾下的势力而言 朱小妹其实也不需要会其他的魔法和魔技了 没有人舍得让他上战场 他也根本就不需要上战场 也不需要和任何人战斗 对于朱衡宇 以及他麾下的大军来说 朱小妹就是大家的掌上明珠 谁敢得罪朱衡宇 那问题也许还不大 朱衡宇足够宽容大度 根本不和一般人见识 可是谁要得罪了朱小妹 那就算是出了逆龄了 不光是朱衡宇 包括朱衡宇在内 朱衡宇麾下的所有修士 都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家伙的 朱小妹如此善良 与世武争 每当大家需要她的时候 她都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 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自始至终 朱小妹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的请求 很多时候 朱小妹经常会为了救治病人 而连续几天不睡觉 很多次 更是昏倒在了地上 可是一醒过来 她马上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用朱小妹的话说 我休息一分钟 就可能有一个人因为救治不及 而死掉 既然我还能抗 还有意识 就绝不能停止救援 常年累月坚持之下 朱小妹在朱衡宇麾下的威望 简直丝毫不弱于朱衡宇 朱衡宇不在的时候 朱小妹就是她的代言人 因此 朱小妹不但是得高望重 更是得到了朱衡宇全部的信赖 手中掌握着的 是丝毫不逊色于朱衡宇的大权 不要以为 只有朱衡宇不在的时候 朱小妹才说了算 事实上 越是朱衡宇在的时候 朱小妹的权力就越大 朱衡宇对朱小妹 那是万般宠爱 但凡朱小妹开口 朱衡宇投拱地 都会帮她实现 可惜的是 朱小妹太懂事了 她真的很少很少 向朱衡宇提要求 朱衡宇喜欢的 就是东奔西跑 闯南走北 去打建功立业 开疆阔土 朱小妹喜欢的 就是坐在家里 帮朱衡宇看着家产 调节朱衡宇 挥下一众官员的关系 朱小妹没有什么贪心 能够帮到别人 让她感到自己被需要 便是她最开心的事情了 第3934章没有原因 一番交代之后 很快 朱衡宇挥下的三大巨头 同时行动了起来 朱小妹回到了矿坑之内 巨大的矿洞之内 十多万矿工工匠 都在等待着她的命令 而朱衡宇 苏子云 以及苏小婉三人 则迅速将6000大军分成三队 每队都有一千名天魔敬畏 以及一千名蛮牛敬畏 没有过多的语言 毕竟 谁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也没人知道 一会出去后 会遭遇什么 因此 现在想太多 根本就是浪费精神 所谓计划不如变化快 一切还要看实际情况 不过好在 通过英灵二种入苏子云和苏小婉 是海中的森罗英蛇 朱衡宇可以随时通过 森罗英蛇的灵魂锁链 与苏子云 以及苏小婉联络沟通 唯一可惜的是 苏子云和苏小婉之间 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只有拥有英灵二这尊母蛇的朱衡宇 才可以通过灵魂锁链 与大家保持沟通 整装完毕之后 苏小婉留在了城墙上 随时准备迎接妖族大军的进攻 而朱衡宇和苏子云 则各自统帅着一队人马 离开了阳角城 朝着妖兵退去的方向 追了过去 且不说 朱衡宇 苏紫云以及苏小婉的举动 另一边 阳角岛的码头之上 几十艘妖族战舰 随着波荡的海水 轻微地摇晃着 深蓝色的海水之下 老船长注意脸兴奋地 助力在舰长室内 透过幻象装置 看着海面上 那几十艘妖族战舰 原本 妖族是没有铁甲舰的 不过 和魔族打了这么久 先后研制了千万年时间之后 妖族终于也拥有了自己的铁甲舰 事实上 铁甲舰的技术含量虽然不低 但是也绝对不算太高 以妖族的底蕴和潜力 只要他们发了很要紧 早晚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 更何况 不要忘记了 妖族可是有大地的 只要大地肯全心研究 就一定可以研究出铁甲舰来 看着码头上 那几十艘巨型铁甲舰 老船长眯着双眼 黑黑笑了起来 长吸了口气 老船长大声道 传我命令 开启兵甲 随着老船长的命令 刹那之间 三千兵魔进位 全部都动了起来 一道道深蓝色光芒 从战舰的各个位置 先后亮了起来 三千兵魔进位联手之下 长达三百多米的黑金战舰外 迅速包裹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尖兵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淡蓝色的尖兵 厚度也在迅速地增加着 看着那不断增厚的兵甲 终于达到一尺的厚度之后 老船长再次高声喝道 传我命令 动力磁炉火力全开 给我撞成这些铁皮船 但随着老船长的命令 黑金战舰的动力磁炉 顿时爆发出了剧烈的轰鸣声 与此同时 原本悠然悬浮在海水中的黑金战舰 由缓到快地开始加起诉来 剧烈的污液声 就连海水都不能完全屏蔽掉 一时之间 海面上的妖族战舰之上 那些负责手船的妖兵妖疆 都一脸疑惑地朝海面看了过去 他们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这么想 通龙 咔嚓嚓 就在所有妖兵妖疆一头雾水的时候 只见一道剧烈的轰鸣声 从旁边响了起来 入目所见 一艘巨型妖族铁甲剑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拦腰断成了两截 战舰的碎片 混杂着妖兵妖疆 瞬间被轰到了半空中 朝大海中落了下去 正在所有妖兵妖疆惊海之间 通龙 咔嚓嚓 又是一声剧烈的轰鸣声 从海面上响了起来 转头看去 旁边的一艘铁甲剑 犹如玩具一般 被掀起半天高 不等那铁甲剑落回海面 便已经凌空解体了 这一次 这艘铁甲剑显然更加倒霉 也不知道被什么撞中了 整艘铁甲剑直接就被撞得支离破碎 还在半空中呢 就碎裂成了千万块残片 所谓的铁甲剑 其实就是蒙上一层铁皮的木质战剑 虽然其铁甲非常的坚固 几乎是刀剑难伤 可是整艘船的骨架和船弦 却依然是木质的 一旦遭受了剧烈的冲击 瞬间就会解体 轰轰轰轰轰轰轰 在所有妖兵妖将绝望的目光中 一艘接一艘的妖族战剑 仿佛被陨石砸中一般 纷纷爆成了漫天的碎片 散落在了海面之上 自始至终 没有人看到到底是什么在攻击他们 甚至于 很多妖兵妖将都在怀疑 是不是某一尊黄极的海族大能 来这里撒野呢 不怪他们剑是少 除了黄极大能之外 真的没什么力量 能玩耍斑 把这些铁甲剑直接捏爆 即便是黄极 也得是接近99段白光圣体的大能 才有这个本事吧 说时持那时快 妖族停靠在码头边的 只有30多艘战剑 而且 所有战剑都停靠在码头之上 几乎是一字排开的 因此 黑金战剑加起速度之后 一路撞过去就好了 所过之处 所有的铁甲剑 都犹如玩具般 瞬间被撞得支离破碎 黑金战剑 可是300多米长的超巨型战剑 通体由黑金锻造而成 其重量之大 堪比一座大山 如此沉重而又庞大的战剑 一旦移动起来 并且加起速度来 一头撞过去 恐怕连一座大山 都能给撞垮了 因此 黑金战剑一路撞过去 没有任何一艘妖族战剑 能对抗上哪怕一席的时间 黑金战剑所过之处 所有妖族铁甲剑 都应声被先飞 并且碎裂成千万块残片 前后不到百席的时间内 码头港口处 30多艘妖族战剑 全军覆没 当老船长 驾驶着黑金战剑 转身离开的时候 码头前的港口处 已经没有任何一艘妖族战剑 还能保持漂浮的 所有的妖族战剑 若不是直接被撞得粉碎 便是直接撞成了两截 直接沉入了海底 所有的妖族船员 虽然只有少部分 死于撞击的那一刻 可是八成以上的船员 并没有死亡 奋力地在海中游动着 所有妖族船员 努力地爬到了岸边 惊魂不定地 看着那蔚蓝而又深邃的大海 原本 老船长其实是可以来回绞杀的 一路绞杀下 能够回到岸边的妖族水兵 绝对不超过五成 不过老船长又不傻 他可不会如此浪费 一来 现在还不是黑金战舰露面的时候 二来 这些妖族水兵 还是留给天魔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杀才更划算 毕竟 死在这两大军团手专用的妖兵妖将 他们的命魂和地魂 都会被吞噬掉 用来强化两大军团的破坏力 而如果现在都开船撞死了 那可就白白浪费了 对于朱衡宇 老船长有着盲目的信心 既然朱衡宇要一口吃掉所有的妖兵妖将 他就一定可以做到 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光是今天 老船长亲眼见证的那场战斗 其实便已经能说明所有问题了 第3935章看穿野心 几十万妖族大军 而且是妖族的各大王牌军团齐聚的情况下 却依然被朱衡宇杀的片甲不留 若不是他们退得快 恐怕妖族的所有皇族禁卫 都将死在羊角城前 在妖族之内 金雕 苍英 以及施救三族 乃是天生皇族 因此 金雕禁卫 苍英禁卫 以及施救神射手 都是妖族的皇家禁卫军 处于妖族最顶级的战力 可是三大军团合计十万人 却被朱衡宇的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杀得丢窥蟹甲 屁滚尿流 光是如此 倒也还罢了 毕竟 老船长虽然精通海战 但是说实在的 对于陆地战争 他了解的并不是太深 在大海之上 老船长绝对是无所畏惧的 可是上到陆地上 进行城墙攻防战的话 老船长则和白痴差不了多少 因此 虽然朱衡宇表现无比强横 堪称逆天 可是说实在的 老船长并不能真正了解 真正让老船长对朱衡宇 拥有绝对信心的 其实还是黑金战舰 以及三千兵魔禁卫 千万年前 这兵魔禁卫 可是魔羊族魔皇的禁卫军 当年 玄兵魔皇所生存的那个时代里 可谓是高手辈出 魔羊族第一高手炼狱魔王 就是和玄兵魔皇生在同一个时代的 甚至于 炼狱魔王正是玄兵魔皇最大的对手 可是最终 为什么魔羊族第一高手 却没有争过玄兵魔皇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玄兵魔皇 拥有着三千兵魔禁卫 如果是在陆地上 炼狱魔王的炼狱禁卫 绝对是所向无敌的存在 可是到了大海之上 那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兵魔禁卫 可以直接将玄兵巨兽 投放到敌人的战舰之上 以玄兵巨兽的恐怖破坏力 用拆的 就可以把对方的战舰拆碎 虽然炼狱魔王的炼狱禁卫 也可以远距离直接将熔岩巨兽 投放到对方的战舰之上 炼狱禁卫虽然拥有着最强的攻击力 但是兵魔禁卫 可以在战舰之上 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兵甲 众所周知 武航之中 水能克火 因此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炼狱禁卫并不能破坏玄兵覆盖下的战舰 不等容颜巨兽轰破玄兵战甲 炼狱禁卫所在的战舰 便已经被轰爆了 大海之上 一旦失去了战舰 慕阳祖比落水狗也强不到哪去 在大海之上 兵魔禁卫是无敌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可以凝聚玄兵战甲 保护战舰 更因为 每一个兵魔禁卫 都是最优秀的魔闻师 炼器师 造船师 兵魔禁卫驾驭的战舰 是海上的霸主 玄兵魔皇的一生 不是没有败过 但是在海上 他却保持全胜 没有人可以在海上 战胜玄兵魔皇 即便是炼狱魔王 也不例外 当然 如果换了是陆地的话 那么获得胜利的 就是炼狱魔王了 不管怎么打 只要是在陆地之上 炼狱魔王就不可能输 不过可惜的是 魔族现在退守海岛 海上的霸主 才是真正的皇者 光能在陆地称雄 是没有用的 全兵魔皇统率着兵魔进位 不断地开疆阔土 打下了大大的江山 而炼狱魔王就算再强大 也注定只能守一城 一地一座岛屿而已 炼狱禁尾虽然守城无敌 但是三千炼狱禁尾 只能守一座城市 镇守一座岛屿而已 而玄兵魔皇不同 无敌的海上霸权 让他只需要封锁海路 就可以控制大片的海域 谁若试图入侵的话 不等对方靠近岛屿 就会被玄兵魔皇击沉 你连靠近人家的岛屿都做不到 陆战再怎么无敌 又能如何 如果不是大家同属魔族的话 全兵魔皇完全可以在海上击败炼狱魔王 所有的炼狱禁尾 全部都得去威雨 虽然战时来说 老船长麾下的兵魔禁尾 还不能召唤悬兵巨兽 但是光是为战舰覆盖上一层悬兵战甲 以及不断炼制之下 战舰不断被强化 便足以使黑金战舰无敌于大海之上了 老船长有信心 即便现在他立刻遭遇当年的炼狱魔王 只要是在大海之上 他就能战而胜之 甚至于 炼狱魔王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到 他们所乘坐的战舰 便已经被撞成了碎片 即便炼狱魔王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 逃出升天 可是他的三千炼狱禁尾 却全部都得死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老船长对朱衡宇的信心 找的是太足了 他想不出朱衡宇怎么败 差别不过是损失大一点 或者是损失小一点而已 时间缓缓地流逝着 距离所有妖族战舰被撞成的两个多时尘之后 妖族的败兵 迅速涌到了码头之上 看着海面之上 那浮满海面的木头碎片 一时之间 所有妖兵妖将 都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那金雕妖帅 乘坐着马车 目气冲冲地赶到了码头之上 看着外面的港口内 那遮盖了整个海面的木头碎片 一时之间 金雕妖帅不由的狂怒 大胆 太大胆了 看着那飘满海面的木头碎片 只一瞬间 金雕妖帅就看穿了朱衡宇的野心 很显然 朱衡宇这是断了他们的后路 他没打算放他们离开 这是想把他们这三十多万妖族精锐 斩尽杀绝啊 金雕妖帅实在想不明白 朱衡宇到底哪里来的胆量 哪里来的信心 虽然最近这一个多月来 他确实在朱衡宇手下吃了大亏 可是那不过是因为 金雕妖帅实在是没亲眼见过天魔近卫的恐怖 现在 既然他已经见过了 而且 他的手中还掌控着三十多万妖族王牌军团 那么 朱衡宇不赶快趁机逃跑也就罢了 哪里来的胆量 竟然想把他们困在岛上 把他们斩尽杀绝 不过 尽管内心里无比的愤怒 但是金雕妖帅毕竟是纵横江湖多年的老油条 很快便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快速思索了起来 只稍微思索了一小会 金雕妖帅便做出了决定 既然所有战舰都已经被摧毁了 暂时来说 这三十多万妖族精锐 无法离开杨角岛 那么他们就必须找一个住所 现在的情况是 杨角城已经被朱衡宇占领了 虽然金雕妖帅已经找到了攻陷杨角城的办法 但是现在这三十万妖兵妖将 已经被连须的惨剧给下破弹了 因此 现在立刻挥军进攻 绝对是极其不治的 而且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 马上就要黑了 他们必须找一个住所 以安置这三十多万妖族大军 等过了今天晚上 再兵发杨角城 也不迟啊 最重要的是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和商议 也能更好地制定战略战术 无论如何 类似前两次的大亏 是绝对不能再吃了 妖族大军虽然多 但也不能这么去浪费啊 四寸之间 金雕妖帅很快便做出了决断 第3936章隐秘 所有妖族大军 全部立刻开拔 赶往杨伟城 当然 金雕妖帅也不是没考虑过 朱恒宇会分兵抢占杨伟城 不过 如果朱恒宇真敢这么做的话 金雕妖帅反而是无比期待的 朱恒宇的兵本来就少 现在竟然敢分兵手两座城池 那么 金雕妖帅只要一声令下 瞬间就可以将对方淹没 朱恒宇只要不是傻的 只要他的脑子还没坏掉 就绝对不敢分兵两处 同时守两座城池 因此 杨伟城必然是空的 只要敢过去 妖族大军就有住处了 而另一边 朱恒宇已经算到了 金雕妖帅只有一条路可走 要知道 杨角岛上 一共有三处淡水资源 分别是杨角城 杨伟城 以及岛新湖泊 不过 岛新处的湖泊虽然还在 但是那里的建筑 都早已经被废弃 破败不堪 无法助人了 因此 只要妖族大军无法离开杨角岛 就必然会去杨伟城 当然 朱恒宇不会傻到 敢去驻守杨伟城 可是半路伏集 却还是可以玩一玩的 来伏的地点 也依然是那条峡谷 虽然说 上次在这里成功来伏过 金雕妖帅 按道理来说 金雕妖帅不会再上当 可是 是在人为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距离上一次伏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内 朱恒宇已经专门为三千天魔敬畏 炼制了一整套的掩藏工具 其中不但包括各种工兵产 工兵稿 以及一系列工具 甚至还包括了暂时潜入地下 隐移一切行机的玉冠 所谓的玉冠 就是一个只能装一个人的玉制棺材 玉冠的长度和宽度 都恰好能装下一个人 高度也恰好和一个人的厚度差不多 只要用工兵铲 工兵稿 在地上挖一个坑 便可以把这口玉冠买起来 那口玉冠 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只有成年人手长大小 用来装饭的话 都不够一口吃的 玉冠之内 明刻着空间拓展符文 因此 虽然外表上看 只有巴掌大小 可是里面的空间 却足以装下一只身高两米多 身材粗壮到夸张的蛮牛近味 实际操作中 只要用工兵铲 工兵稿 在地上挖一个小坑 就可以把巴掌大的玉冠 埋藏起来 只要稍微掩饰一下 便可以完美地隐藏起来 这并不难 别说是那些身经万战的超级精锐了 就算一个从来没修炼过的 普通的小朋友 都可以完美地将其藏起来 小小一口玉冠却蕴含着巅峰的炼器之道 找遍整个崩坏战场 都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炼制 因此 当今叼妖帅 统帅着三十多万妖族大军 赶往码头的时候 朱衡宇便和苏紫云 分别统帅着两支大军 埋伏在了峡谷的两侧 其中 朱衡宇埋伏在左边 苏紫云埋伏在右边 之所以 要分别统帅 是因为一旦战局不力 大家要分开逃跑 因此 从一开始埋伏的时候 两支军队就分了开来 不能混杂在一起 当然 一会战斗的时候 临场指挥 还是要朱衡宇来的 毕竟 苏紫云可没有森罗母舌 他没有办法随时 与每一个队员联络和沟通 尤其是大家都藏进玉关的时候 苏紫云就算喊破喉咙 他们也听不到啊 值得一提的是 这玉关天然就可以藏一行击 所谓 神仙难断寸域 来藏在地下的玉关 是没有任何办法 能探查出来的 除非挖第三尺 把玉关给挖出来 否则的话 任何探测手段 都探测不到玉关的存在 由于时间比较充足 所以朱衡宇和苏紫云 心自检查了一遍 确认所有人 都葬得完美无缺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纳京雕妖帅和他的妖族大军 却依然还没赶到 前来无事 朱衡宇便和苏紫云一起 带领着大家不断地进行演习 针对于会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商讨一系列的应对手段 以及应对技巧 时间缓缓地流逝着 终于 整整六个时辰之后 妖族大军终于抵达了山谷之外 与此同时 山谷内的所有士兵 全部躲进了玉冠之中 完美地隐藏了喜来 山谷之外 金雕妖帅一脸唏嘘地 停在了谷口处 一个多月前 就是在这座山谷里 他遭遇了平生最大的失败 迟到如今 虽然金雕妖帅并不认为 朱衡宇敢再次在这里打伏击 但是金雕妖帅却依然不敢大意 将妖族大军 停在了山谷口处 随后 在金雕妖帅的命令下 剩下的金雕近卫 一路飞进了山谷 探查山谷内是否有埋伏 如果有可能的话 金雕妖帅绝对会绕开这道 带给他巨大失败的山谷 可是没有办法 想要去杨伟城 必须要经过这道山谷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很快 前方传来了消息 虽然暂时来说 还没有探查到山谷的尽头 但是距离山谷入口十里之内 并无任何埋伏 听到汇报之后 金雕妖帅不想再等下去了 虽然山谷内还是有可能有埋伏 但是只要谷口处没有埋伏 他们就可以进入 事实上 妖族不怕被埋伏 就怕已经落入了埋伏 看着越来越黑的天色 金雕妖帅知道 他不能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 阴煞之气将越发的浓郁 伟在外面停留一刻中 大家的妖体 都会遭受巨大的侵蚀 而且 金雕妖帅是真的不认为 朱恒宇敢继续在这里打埋伏 一旦被妖族探查到了 那么凭借妖族大军的绝对数量优势 朱恒宇根本就无法抗衡 要知道 这里可没有城墙之力 一旦被妖族发现 那么三十多万妖兵一股脑涌过去 任朱恒宇生就三头六臂 也一样要被当场维艰 绝无侥幸可言 接到金雕妖帅的命令之后 三十万妖族大军缓缓开拔 纷纷进入了山谷之中 与此同时 朱恒宇耐心地等在了山谷另一端 靠近出口的位置 上一次 朱恒宇选择在山谷的前半段 进行来伏 而这一次 朱恒宇选择在山谷的后半段 进行来伏 之所以如此 是有原因的 这道山谷非常长 足有三十多公里 妖族的侦察兵 前半段 以及中间段的时候 肯定会谨小慎为 胆战心惊的探查 可是探测了那么久 小心翼翼 胆战心惊的探查了前段和中段之后 他们肯定会放松警惕 而且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都会疲惫 探测起来 就没那么用心 没那么仔细了 不仅仅是侦察兵 地面上的妖族大军 也是如此 第3937章无尽的恐慌 刚一进入山谷时 说不紧张 说不害怕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 一路走过来 前段和中段 都安全的情况下 大家的警惕 就会不受控制的降低 尤其是出口 尽在眼前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松一口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朱衡宇会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 迟到此刻 山谷出口处的两侧山崖之上 分布着两千天魔镜位 以及两千蛮牛镜位 此刻 他们都藏身在玉棺之内 被埋入了地下十米深的位置 之所以只能藏十米 是因为朱衡宇为大家准备的铁汉 就只有十米长 那铁汉 是专门为山上准备的 铁汉的尖端 是一个螺旋的钻头 只要转动铁汉 就可以钻入岩石之中 直接抵达十米的深度 抽出铁汉之后 便可以将玉棺丢进钻出的窟窿里 如此一来 那玉棺便埋进了十米深的地下 这么深的深度 几乎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就算是给对方足够的器具 而且对方也知道准确的位置 恐怕都没用 没有三五个时辰的时间去挖掘 根本就挖不到这么深 更何况 大家不可能让别人知道 玉棺具体的埋藏地点 想在这么宽敞的峭壁里 挖出巴掌大的一个玉棺 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挖上几天 都未必能挖出一个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一路跋涉之间 妖族大军终于先后穿越了山谷的前半段 以及中间段进入了山谷的后半段 看着前方隐没在夜色中的山谷出口 一时之间 所有妖兵虽然都没有开口说话 但是所有人 却都暗暗松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 也都轻松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的山谷通道中 猛然升腾起一道熊熊的烈火 火光闪耀之间 一道健壮的身影 挥动着背后的双翅 悬浮在了半空中 哈哈哈哈 一连串大笑声中 一道嘹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朱衡宇在此等候多时了 受死吧 朱衡宇的出现 瞬间便吸引了妖族所有的目光 看着悬浮在半空中的朱衡宇 所有的妖兵 瞬间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 当然 妖兵之中 也有那盖石的豪侠之辈 发现朱衡宇的第一时间 几百名妖将 便挥动着双翅 从四面八方 朝朱衡宇飞了过来 朱衡宇不敢怠慢 尽管他的实力 比在场的任何人都强 可是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稍微一个大意 都可能让他惊天陷落在这里 朱衡宇之所以出现 是想把所有妖兵妖将吸引过来 只有密度够大 打击的效果才够好 就在朱衡宇现身的同时 山坡之上 一道道脚尖的身影 纷纷出现在地面之上 刚一露面那一道道脚尖的身影 便迅速地取出了魔能火枪 以及一个多功能支架 仔细看去 那支架造型虽然简单 但是却非常有讲究 三角支架之上 有镶嵌魔能火枪的卡槽 而且 那支架之上 配有一系列的刻度 以及调整仪器 所有贴魔镜位 迅速将支架织好 并且将魔能火枪卡在了卡槽之上 随后 所有贴魔镜位 开始迅速调整着支架上的标尺 随着标尺的调整 魔能火枪在卡槽的牵引下 缓缓扬起了一个角度 不过 魔能火枪的枪口 朝向了山峰的方向 而不是朝向下面的低处 事实上 贴魔镜位所在的位置 并不在山谷两侧的峭壁上 而是在山谷峭壁的背面 山坡的另一面的半山腰处 贴魔镜位的身后 其实并不是山谷 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此时此刻 天魔镜位 与那些妖兵妖疆 远远地隔着一道山脉 因此想要射杀那些妖兵妖疆 就必须将枪口对准山脉顶部 魔能弹头只有越过山脉的顶端 然后在雨点斑落下去 才可以伤害到山谷内的妖兵妖疆 对于这种射击方法 朱衡宇起名为超越射击 所谓的超越射击 是朱衡宇过去一个多月来 古兴孤艺之下 获得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 将一个石块 用力甩出去的话 石块在重力的作用下 会划过一道抛物线的轨迹 换了是外面的世界 一个拳头大小的尖锐石块 飞过上百米距离后 砸落下来的话 保证可以将一个普通人 砸个头破血流 造成巨大的伤害 甚至可以直接被砸死 可是不要忘记了 这里可是高级太古战场的 核心区域 崩坏之地 高级太古战场的重力 千万倍于外边的世界 在这里 一块石头飞出上百米后 在超重力的牵引下 将拥有巨大的动能 一旦被砸中 轻则伤惊动骨 重则被砸得倒地不起 甚至当场毙命 注意 这里指的 环只是高级太古战场之内 而不是核心区域 崩坏战场 如果说 高级太古战场的重力 千万倍于外面世界的话 那么这崩坏战场的重力 又是高级太古战场 其他区域重力 足足是其他区域的千万倍 外界叱咤风云的盖石肖雄 来了这崩坏战场 却像个三岁婴孩一般 连战起来都做不到 借助崩坏战场之上 那无与伦比的恐怖重力 朱衡宇借助自己 获得的炼气之道传承 研究出了这超越射击的战法 以磨能石矿坑之内出产的 半生矿座玄铁为材料 结合着磨能石 熔炼出新的磨能子弹 纳混元玄铁 出了名的沉重和坚固 与超级磨能石混杂之后 便可以制造出超强的 玄铁弹头破甲弹 不过 玄铁虽然够硬 也够重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使用玄铁弹头的时候 磨能子弹的射程 降低了整整十倍 可是那超越射击法 却非常的特别 超越射击法 并不需要瞄准敌人 只要将枪口指向天空 对着天空射击就可以了 子弹射到空中 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后 便会落向地面之上 子弹的威力 完全取决于子弹所到达的高度 子弹到达的高度越高 在超重力的牵引下 拥有的动能就越强 威力就越大 因此 这魔能破甲弹 每一颗都价值万斤 每颗魔能破甲弹 都包含着一整颗上级魔能石 光是造价 就超过了一万魔能石一发 这一边 两侧山脉的背面斜坡之上 两千天魔镜尾 纷纷架起了魔能火枪 纷纷将枪口 对准了山峰的方向 两九千管黑洞洞的枪口 指向了天空 开火 刚刚准备完毕 朱衡宇便通过灵魂锁链 对两千名天魔敬魏 下达了命令 嘟嘟嘟 刹那之间 两千挺魔能机关枪 开始朝着天空 喷射出无数颗火红的弹头 吃吃吃 锐利的破空声中 一发发魔能弹头 在火焰之力 以及魔能狙杀能量的推动下 呼啸着冲上了天空 B3938张一概不知 虽然射程降低了十倍 可是因为使用了上级魔能石 做材料的关系 每一发魔能弹头 都被强大的动力 推到了上万米的高空 不过 到此为止 魔能弹头的推动力 也开始迅速降低 在推动力降低的同时 崩坏战场之上的超重力 开始发挥威力了 恐怖的重力牵引下 那些魔能弹头 开始掉转过来 尖锐的弹头 指向了下方的大地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每一颗魔能弹头之上 渐渐亮起了绿色的纹路 那色泽翠绿的绿色纹路 正是魔闻工匠门炼制上去的 超重力符文 要知道 那玄铁本就是最重的金属之一 配合上崩坏战场上的超重力 已经够逆天的了 可是即便如此 朱衡宇却还是嫌不够 在那玄铁弹头之上 朱衡宇再次添加了一枚超重力符文 值得一提的是 朱衡宇添加的是符文 而不是魔闻 关于魔闻的传承之道 朱衡宇还没有获得呢 他只是随同符文之道一起 传承了诸多的符文之道而已 不过即便如此 也已经足够了 超重力符文 可以使物体的重量增加3000倍 崩坏战场的超重力下 再配合上魔能破甲弹的超重力符文 一时之间 一颗颗魔能弹头 开始疯狂的加速 朝地面俯冲了下去 羞羞羞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一颗颗魔能弹头的速度 越来越快 翠绿的超重力符文之外 渐渐的又亮起了一道赤红的火光 不要误会 这赤红的火光 可不是什么符文之光 而是由于魔能弹头的速度过快 与魔器 混沌之气 以及阴煞之气摩擦之下 产生的高温火焰 羞羞的破空声中 每一颗魔能破甲弹 都被烧得通红 若不是悬铁的熔点过高的话 恐怕还在半空中 就被烧成铁水了 上万米的高度 猛一听起来 似乎没有什么 可是事实上 十万米 那可就是十公里 二十里的距离 在超重力 以及超重力符文的牵引之下 每颗魔能破甲弹 化身成了一颗颗流星 拖着长长的 是红色的轨迹 呼啸着朝地面俯冲而去 羞羞羞 与此同时 下方的山谷之中 所有的妖兵妖疆 也顾不上去围剿猪横羽了 抬头朝天上看去 入目所见 原本已经昏暗下来的天穹 诡异地亮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流星 从天穹上滑落下来 朝着地面之上 那密密麻麻的妖兵妖疆 洒落了下来 吃吃吃 下一刻 那漫天的火流星 终于重重地砸落在了大地之上 咚咚咚咚咚咚 密集的轰鸣声中 那些火流星的声势似乎并不大 每一颗火流星落在地面之上 都没有能掀起太大的爆炸 可是 如果谁因此而小看了 这一颗颗细小的火流星的话 那绝对是最最愚蠢的 要知道 除了妖族巨魔手中的虫盾 以及妖族蛮牛身上的超级重甲之外 魔族的其他重型铠甲 以及轻型铠甲 全部瞬间被冻穿 撕裂 至于那些硬皮甲 软甲之类的 就更不用说了 在那些火流星面前 所有的皮甲和软甲 都和没穿一样 啊 啊啊啊 刹那之间 犀利的惨叫声响成了一片 密集的流星火雨 与真正的暴雨虽然还有所区别 可是火雨覆盖之下 到处都被撒遍了 连躲藏的地方都找不到 如果天魔境卫是从半山坡 朝下射击的话 也许那些妖兵妖将们 还可以找岩石遮挡 可是现在 那些魔能破甲弹 根本是从天上洒落下来的 整个大地之上 根本找不到任何掩体 能遮挡住这些从天而降的子弹 与此同时 山坡的左右两侧 两千名天魔境卫 正以美席三发的速度 不断将魔能破甲弹射上天穷 两千天魔境卫 美席就是六千发魔能破甲弹 而从魔能破甲弹飞到上万米高空 再到杂落地面 足足需要十几席的时间 十席的时间 足够两千天魔境卫 将十多万发魔能穿甲弹 送上天空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妖族大军并没有像上次那样 瞬间诈营 毕竟 这次来到这里的 可都是妖族中的精锐之师 王牌之师 所有人都很清楚 慌乱只会加快他们的死亡 只有沉着冷静 才可以获得一线生机 不过可惜的是 即便妖族大军很沉着 也很冷静 但是面对着从天而降的攻击 任谁也没有办法 火雨覆盖下 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 唯一的办法 就只能用妖体去硬抗 抗得住就活 抗不住就死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很多比较纯奔的妖兵妖疆 开始全速朝山谷的出口处冲刺 可这正中了朱衡宇的圈套 之所以埋伏在这里 朱衡宇就是要给那些妖兵妖疆 一种假象 似乎加快速度 一下就可以冲出山谷 事实上 其实也确实是如此 只不过 这段峡谷通道 可是朱衡宇的重点打击区域 想要穿过这条通道 却毫发无伤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好比是 一个人从倾盆大雨中 一路走出上千米 身上却一个雨点都没有一样 真正能活着冲出去的 不是巨猿族 就是蛮牛族 他们能活着出去 是因为他们手中的虫盾 以及中甲 至于其他的妖族大军麻 就不要多想了 在大雨中穿行 想不失身是不可能的 而那些非常聪明的妖兵妖疆 则选择转过身 朝来路冲过去 毕竟 金雕妖帅以及他所统帅的妖族大部队 就在后面 硬冲过去不是不可能 但终究只是少数 如此密集的火力打击下 根本没有多少人 能活着冲出山谷 与此同时 山谷通道的后方 金雕妖帅得知了前军遭受攻击的消息 金雕妖帅顿时暴怒 让他愤怒的 不是自己再次中了埋伏 也不是因为这次被埋伏 注定要再次损失惨重 最让金雕妖帅愤怒的是 直到现在 竟然也没有人知道朱衡宇的大军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展开偷袭的 甚至于 对方到底是怎么偷袭的 以及对方现在所在的位置 都一概不知 暴怒之下 金雕妖帅其实也知道 不是那些妖兵妖将太无能 而是那朱衡宇太难缠 太麻烦 这些妖兵妖将们 可都是妖族的精锐和王牌 过去千万年来 他们都建立了卓著的战功 要说他们无能 那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看着前方火红的天空 一时之间 金雕妖帅不由地迟出了起来 怎么办 要继续冲过去吗 第3939章诱惑实在太大 现在的问题是 他连对方在哪 用什么手段发动的攻击都不知道 就这么冲过去的话 那和宋死有什么区别 陈寅良久 终于 金雕妖帅召集了一众妖将 开启会议 经过简短的讨论 所有人一致做出了决定 扯弃掉妖族前军的十万大军 所有人立刻调转过头来 赶往岛星湖博楚 那里虽然已经被荒废了很久 几乎已经不能用来居住了 不过 只要稍微修缮一下 还是可以助人的 虽然条件艰苦了一点 虽然不那么舒适 但是短时间休息一段时间的话 问题却不大 有所决定之后 所有妖族大军员必转头 中军变后军 后军变前军 全速朝倒新湖泊出赶了过去 而另一边 妖族前军的十万大军 已经被消灭殆尽了 只有少数妖族的妖兵妖疆 成功冲出了少谷 不过 那些侥幸冲出了谷口的妖族士兵 却并没有就此安全 山谷出口处的关卡处 两千名蛮牛进卫 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两千蛮牛进卫 两千把飞幅斩杀下 侥幸冲出山谷的妖兵妖疆 根本就无从抵挡 战斗持续了一个时辰之后 终于彻底结束了 妖族前军的十万大军中 死伤大半 只有三万蛮牛族战士 凭借着一身的虫甲 顽强地活了下来 不得不说超级虫装战甲 还是可以克制住天魔进卫的 天魔进卫的魔能破甲坛 都无法击溃蛮牛族的虫装战甲 顽强地对抗着不断洒落的破甲坛 三万蛮牛战士 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朱衡宇也是大为惊讶的 虽然此时此刻 遭受了无数枪林弹雨之后 三万蛮牛战士 都已经身受重伤 但是能在如此的打击下活下来 足以证明这些蛮牛战士的强横了 值得一提的是 魔能破甲坛 虽然破不开蛮牛战士的虫装战甲 但是魔能破甲坛 携带的强大冲击力 却依然可以作用在蛮牛战士的战体之上 密集的火力打击下 每一个蛮牛战士 都遭受了千百计魔能破甲坛的轰击 虽然在虫装战甲的保护下 他们并没有被当场射杀 但是千百计魔能破甲坛的轰击下 他们相当于被人用铁锤 疯狂地轰了数千下 因此 即便身穿着虫装战甲 对蛮牛族的战体 也依然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此时此刻 三万蛮牛战士 全部都身受重伤 失去了战斗能力 要想杀死他们 那是非常简单的事 那虫装战甲确实够强 可是只要扒下他们的虫装战甲 就可以轻易地杀死他们 随着妖族主力大军的撤离 这边的战斗结束了 在朱恒宇的命令下 两千蛮牛禁卫 开始打扫战场 两千蛮牛禁卫 打扫战场的同时 朱恒宇眉花眼笑地 开始清点这一次的收获 这一战 朱恒宇的天魔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 斩杀了六七万妖族精锐 收获之大 让很少会激动的朱恒宇 都按捺不住了 到此为止 今天一天之内 先后两场战斗中 朱恒宇斩杀了超过十万妖兵妖将 而且最难得的是 这些妖兵妖将 都是妖族的精锐 绝对的主力 绝对的精锐 甚至是妖族的王牌军团 简单说 朱恒宇今天的收获 相当于连续斩杀了 一万尊幽魂之王 平均每十名妖兵妖将提供的灵能 就足以媲美一尊幽魂之王了 迟到现在 朱恒宇已经可以再次分离出 一万条森罗鹰蛇 种入一万大军的是海中了 而这一切 不过是朱恒宇今天一整天的收获而已 如此恐怖的收入 朱恒宇如何能不欢喜 这也正是今天正午时分 朱恒宇下定决心 要将所有妖兵妖将 全部留下来的原因所在 诱惑实在太大了 即便是朱恒宇 也无法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只要能吃掉这三十多万妖兵妖将 朱恒宇的森罗之力 便足以分离出三万条森罗鹰蛇出来 到了那个时候 就太恐怖了 配合上朱恒宇兵黄手环内 那三万套魔能狙杀 朱恒宇便可以组建起为数三万的天魔境卫了 只要赢下这一战 只要吃下这三十万妖族王牌军 朱恒宇便将一招之间 获得巨大的实力和势力 建立起庞大的底蕴 凭借三万天魔境卫 朱恒宇最少可以节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时间 就在朱恒宇开心 兴奋 激动之间 两个蛮牛境卫的首领 并肩从战场上走了过来 疑惑地抬起头 朱恒宇朝那两个蛮牛境卫的首领看了过去 在朱恒宇的注视下 两名蛮牛首领对着朱恒宇一抱拳道 启禀摩帅 那三万蛮牛战士 想要投靠我们 什么 投靠我们 听到蛮牛首领的话 朱恒宇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蓝牛族 可不是什么软弱的种族 更不是喜欢背叛的种族 可是现在 朱恒宇根本没打算招降 也没有进行过招降的情况下 他们竟然自己选择要投靠朱恒宇 看着朱恒宇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那蛮牛首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看着那蛮牛竟为首领迟疑的样子 朱恒宇不由得好奇了起来 疑惑地看着蛮牛竞卫的首领 朱恒宇疑惑地道 怎么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面对朱恒宇的询问 蛮牛竞卫的那名首领迟疑了一下 不过既然朱恒宇问起来了 他自然也不会隐瞒 组织了一下语言后 那尊蛮牛竞卫首领 仔细地解释了起来 蛮牛族和巨猿族这两大种族 在崩坏战场之上 都属于中立种族 所谓的中立种族 就是不偏向任何异族的存在 虽然战时来说 他们似乎站在妖族一边 与朱恒宇作战 可是事实上 他们只是妖族从蛮牛族招募的雇佣兵而已 对于妖族 他们并无忠诚可言 他们参战 为的是赚钱 不过现在 他们已经成了朱恒宇的俘虏 因此便只能投靠朱恒宇了 不然的话 朱恒宇就算杀了他们 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对于那三万蛮牛战士来说 他们就是在用自由 换取自己的性命 听着蛮牛敬畏首领的话 朱恒宇不由得一脸疑惑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刚才 那蛮牛敬畏首领 干嘛一副欲言又止 迟疑不定的样子呢 面对朱恒宇的询问 虽然不太好意思 但是那蛮牛敬畏首领 却还是给朱恒宇做出了解答 事实上 魔族本来是没有魔牛族的 现有的魔牛族 正是在与妖族战斗的过程中 从妖族那边俘虏的蛮牛族雇佣兵 按照崩坏战场的规矩 作为中立种族 蛮牛族不会偏向任何一族 也绝不会拒绝任何一族的雇佣 不过 一旦战场之上 蛮牛族的士族战败被俘虏了 他们便可以用自己的自由 换取活命的机会 第3940章接收 那些蛮牛族战士 都不过是雇佣兵而已 可是一旦成了俘虏 他们便只有两个选择了 要么是坐等被对方斩首示众 要么就干脆投靠过去 成为对方的士兵 不过 一旦选择了投靠 他们就不再是雇佣兵了 这三万蛮牛族战士 他们之前只是接受 妖族雇佣的雇兵而已 可是一旦投靠了朱衡宇 他们就不再是雇佣兵了 失去雇佣兵的身份之后 他们想继续活下来 就只能笑中朱衡宇了 说好听点 叫做投靠 说不好听点 其实就是投降 因此那蛮牛敬畏输起来 当然会非常不好意思 事实上 整个魔牛族 其实就是由投降的蛮牛族战士组成的 听到这里 朱衡宇不由得喜出望外 虽然原本 朱衡宇是想将所有妖兵妖将都斩尽杀绝的 如果能斩杀这三万蛮牛族精锐 朱衡宇便可以多分离出三千条森罗音蛇 这对朱衡宇的帮助 是非常大的 可是时到如今 既然蛮牛族精锐要投降 要效忠他 那朱衡宇当然不会拒绝了 现在有资格出现在羊角岛上的 无一例外 都是妖族的精锐之师 王牌之师 什么叫精锐 什么叫王牌 那可不是普通的士族 对于妖族这一整个种族来说 有资格成为妖族整个种族的精锐和王牌军团的 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必须是真正的妖将 换算到魔羊族的话 那就是所有士族 都必须是类似苏紫云 苏小婉这样的魔将 以朱衡宇今天远远见过的那些军团为例 三万狂狮军团 格格都是妖族的王族禁卫军 三万猛虎军团 格格都是妖族的王族禁卫军 三万暴雄军团 格格都是妖族的王族禁卫军 事实上 狂狮族 猛虎族 暴雄族 正是妖族的三大王族马 在三大王族之上 还有三万狮旧禁卫 三万苍蝇禁卫 三千金雕禁卫 而事实上 狮族 苍蝇族 金雕族 也正是妖族的三大皇族 众所周知 皇族的最强力量 是禁卫军 王族的最强力量 是王牌军团 在此之下 还有类似巨猿族 巨恶族 战相族 犀牛族 等诸多强大的军团 魔羊族一族的力量 当然无法与妖族 全族的力量抗衡了 如果魔族 也可以凝聚在一起的话 绝不会逊色于妖族的 三万魔羊族 战将很容易 就可以组建起来 三万魔狼族 战将 更是小菜一碟 至于魔牛族的战将军团 更是有好几个 十万蛮牛铁骑 三万蛮牛禁卫 三千蛮牛禁卫 这为数十多万的恐怖军团 可都是魔将级的存在 而且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 妖族现在占据了 广阔无垠的陆地 甚至还将触手 伸到了大海中 兴吞魔族的岛屿 他们的资源 千万倍于魔族 因此 妖族的妖将 数量要比魔族多出很多倍 现在 停留在阳角岛上的 妖兵妖将 其实不过是妖族 位于血阳岛海域的 王牌军团而已 对于整个妖族来说 类似的军团 其实还有很多 且不说 妖族那边的情况 面对三万仕途 投成的蛮牛族战士 朱恒宇连犹豫都没有了 直接选择了接收 虽然不杀这三万蛮牛战士 虽然确实有巨大的损失 但是这个损失 是可以弥补的 是可遇可求的 而一旦错过了 这三万蛮牛大军 将他们全部斩杀的话 那么朱恒宇可没有地方 再去寻找 三万魔将实力的士族 要知道 这三万蛮牛战士 可是蛮牛族 过去千万年来 积累下来的所有魔将了 一旦将这些蛮牛战士 都杀了 连妖族自己 都没有办法补充兵员 蛮牛族内剩余的 蛮牛族战将 已经没有多少了 一旦拥有了 这三万蛮牛战士 朱恒宇一家之力 并几乎可以与整个魔羊族抗衡了 说实在的 整个魔羊族搜寻一下 虽然也可以找出十多万魔将出来 但是魔羊族的战力 有资格和蛮牛族比吗 最重要的是 有三万蛮牛战士坐前排 保护后面的天魔镜位 那么 即将招募的三万天魔镜位 绝对可以爆发出超越魔将级的恐怖威力 虽然个体实力上 天魔镜位恐怕永远也强大不起来 单对单的情况下 他们的战力非常的弱小 可是一旦天魔镜位凝结成军的话 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漫天的枪林弹雨洒落下来 即便强如蛮牛军团 也一样抗不住啊 虽然没能当场射杀他们 但是却已经足以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了 三万擅长镖枪投掷的蛮牛战士 配合三万天魔镜位 这将是一支无敌天下的强大军团 最让朱恒宇动心的是 那蛮牛族性格朴实 诚恳 一旦投效 便永远不会背叛 庞大的魔牛族 正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因此 对于蛮牛战士的忠诚 朱恒宇根本就不会担心 想测试蛮牛战士是不是真心投靠 只看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过于诚实 过于淳朴 蛮牛族战士一旦投诚 便会瞬间转化成魔牛族 越是诚恳 越是淳朴的蛮牛族战士 转化的魔牛族修士 拥有的魔力清和度就越高 因此 想知道他们是否忠诚 测试一下他们的魔力清和度就可以了 以朱恒宇如今的实力 一眼扫过去 所有人的魔力清和度 绝对是一目了然的事 没有人能瞒过他的感知 事实上 那三万蛮牛战士 也没让朱恒宇失望 不愧是以淳朴和忠诚著称的蛮牛族 刚一投诚于魔族 所有蛮牛族战士 就最少拥有着六品的魔力清和度 转眼之间 朱恒宇的麾下 便多了一支为数三万的魔牛军团 最可贵的是 整支军团之内 所有的蛮牛战士的战体 都超过了65段 那些战体段位比较低的蛮牛族战士 不留在了蛮牛族 这战场太危险了 还不到他们上战场的时候 最让朱恒宇兴奋的是 三万投诚的蛮牛战士 都自有修炼标枪之术 他们竟然在没有学习魔能投掷的情况下 将标枪扔出上千米远 其威力之大 虽然远不如三千蛮牛近卫的魔能飞幅 但是却也是绝对强大的远程攻击手段了 但就威力而言 射程之内 是远远大于普通箭支的 其实想来也是 这三万蛮牛战士 可是蛮牛一族的最强军团 蛮牛族硕大的种族 又怎么可能没点人才呢 蛮牛军团存在了一万年时光 又怎么可能没点看家的本领呢 收揽了三万蛮牛战士之后 朱恒宇不由得大为开心 第3941章抵运 叫来了那两名蛮牛近卫的首领 朱恒宇无比期待得到 怎么样 现在岛上的妖族大军中 除了蛮牛族大军外 还有哪支军团 是有可能投诚的 面对朱恒宇的询问 蛮牛近卫首领一脸的无语 不过既然朱恒宇问了 他自然不能不回答 苦笑着看着朱恒宇 蛮牛近卫首领到 整个岛屿之上 除了蛮牛族外 就只有巨猿族是中立种族 如果可以把他们逼入绝境的话 也是可以招募的 巨猿族 听到蛮牛近卫首领的话 朱恒宇顿时亮起了双眼 巨猿族 就是那手持重型塔盾的家伙 身高接近三米 一张巨型塔盾 高度也在三米左右 看着朱恒宇兴奋的样子 蛮牛近卫首领继续道 基本上 巨猿族投诚之后 就会变成巨猛族 除此之外 基本就没有可以招揽的目标了 类似山羊族 鹿族 这一类的种族 都属于猛族 而且说实在的 招募过来 也没啥用 不管是妖族还是魔族内 羊族都不过是冲锋陷阵的炮灰而已 其实力非常有限 根本不值得期待 也不值得招募 至于虎族 狮族 雄族 以及狮族 苍蝇族 金雕族 那都是绝对不可能投降 也不可能被招募的 就算他们投诚了 也一定是不值得信赖的 狮子和老虎 怎么可能臣服一只绵羊 听到蛮牛近卫首领的话 朱恒宇目光为宁 那巨猿族 可是非常适合朱恒宇 巨猿族重盾兵 与天魔近卫 简直是太契合了 畅想一下 三万巨猿族重盾兵站在第一排 三万魔牛族标枪兵站在第二排 三万天魔近卫站在最后第三排 再配合上三千天魔近卫 以及三千蛮牛近卫 三千兵魔近卫 三千炼狱近卫 三万独龙军团 合计十万大军 如此一来 朱恒宇就拥有了庞大而又健全的军队 拥有了庞大的 恐怖的势力和抵运 如此十万大军 除了没有魔帅 魔王之类的高端战力之外 其综合实力 其实已经凌驾于整个魔羊族军力之上了 到了那个时候 朱恒宇竟可以攻 退可以守 虽然还不能说无所畏惧 但却也绝对不会再任人欺凌了 快速思索之间 朱恒宇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那三万名巨猿盾兵 朱恒宇懒得去理会他们 反正有超级重盾在 天魔近卫的魔能火枪 也杀不死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 那巨猿盾兵 可不是只有一张盾牌的 巨猿盾兵 又名金刚战将 他们不但身上穿着虫装战甲 手中拎着巨型塔盾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有一杆三米多长的巨型长矛 防御的时候 他们会将塔盾底部的尖刺 刺入大底之中 随后用那三米多长 粗壮无比的巨型长矛 从后面支撑住整张塔盾 因此 那巨猿盾兵布下的盾墙 堪称是钢铁长墙 据说连战项的冲击 都可以挡住 如果需要巨猿盾兵 投入战斗的时候 巨猿盾兵会放下盾牌 双手持巨型长矛 组成长矛兵方阵 三米多长的长矛 配合着巨猿族 升猎虎豹的恐怖力量 再加上他们穿戴的 也同样是重装战甲 因此 即便正面对战 他们的实力 也丝毫不逊色于蛮牛族 巨猿族本就是妖族中的贵族 在妖族内的地位 仅次于皇族和王族 比身为民族的蛮牛族 要高出整整两个阶层 金刚盾兵 是妖族战略性兵种之一 用来防守时则固若金汤 用来进攻时则无坚不摧 如果一定要寻找金刚盾兵的弱点的话 那就是完全没有远程攻击能力 不过事实上 拥有三米高的巨型塔盾 金刚盾兵根本无视一切远程攻击 连战象都冲不垮的盾墙 难道还能指望用剑之去射它吗 找遍整个崩坏战场 如果单以防守而论的话 金刚盾位绝对是排名第一的 其他的兵种连接近的可能都没有 别的不说 但是哪张三米多高 厚弱城墙的巨型塔盾 便足以碾压一切了 且不说 朱衡宇如何筹谋划策 试图俘虏那群金刚盾位 另一边 金雕妖帅统帅着剩余的二十多万大军 狼狈地逃窜到了岛心的湖泊旁 在阳尾城陷落之前 这里就是妖族的大本营 虽然因为废弃了好几年的关系 这里的建筑上 那些妖纹已经被魔器侵蚀的不成样子了 可是很多建筑上的妖纹 还在隐隐地发挥着作用 勉强居住的话 也还是可以遮风挡雨 屏蔽掉阴煞之气 混沌之气 以及魔器了 将大军安置妥当之后 妖族的各级将领 顿时松了口气 不过 士兵们可以休息 将领们却不能 安顿好士族之后 所有妖将 都集中在了率仗之内 召开作战会议 经过反复商议 各妖将和金雕妖帅 很快便达成了一致意见 明天天亮之后 一鼓作气地杀去羊角城 彻底将羊角城覆灭掉 无论如何 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 都绝不能退缩 事实上 如果今天白天的时候 如果金雕妖帅没有明金收兵的话 那么此时此刻 他们应该已经在羊角城内喝酒庆祝胜利了 虽然金雕妖帅为的是避免更大的损伤 可是好心却未必能换来好的结果 事实证明 金雕妖帅的命令 绝对是下错了 对上天魔禁卫的话 无论什么时候 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是不可能接近他们的 那金刚盾位以及蛮牛战将虽然可以防御住天魔禁卫的攻击 可是偏偏他们并不擅长攻城 只要城门不开启他们就上不到城头之上 能冲到城头上的只有山羊族的妖兵 因此想灭杀天魔禁卫 就是要拿妖族空军的命去换 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 虽然时到现在 妖族绝对是死伤惨重 可是好在 妖族的空军 都留在了中军 被保护得很好 妖族空军的损伤 是非常小的 惊天陷落的前军 事实上是狂狮军团 以及蒙虎族军团 一战之下 妖族海军的两大王牌军团 合计六万多妖兵妖将 可谓是全军覆没 原本 作为妖族中的王族 狂狮军团 以及蒙虎军团 是不可能做开路先锋的 可是没有办法 此时此刻 阳脚岛上的妖族大军 阵容实在太豪华了 三大皇族的禁卫军 可全在岛上了 如果蒙虎军团 狂狮军团不做开路先锋的话 难道要京雕禁卫 苍蝇禁卫 以及师就禁卫在前面开路吗 至于同为王牌军的暴雄军团 他们则和山羊妖兵一起 在后军那里殿后呢 因此 蒙虎军团以及狂狮军团 根本是没得选择 只能在前军 充当开路先锋 结果中了朱恒宇的埋伏 在枪林弹雨之中 被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 迟到如今 妖族能依仗的 只有十万山羊族妖兵 三万暴雄族妖兵 以及三大皇族禁卫军团了 其总兵力 依然在二十万以上 第3942章一文不值 丧失了蛮牛军团 蒙虎军团 狂失军团之后 妖族大军的战力 已经是成倍降低了 不过还好 那朱恒宇埋伏的是前军 否则的话 如果朱恒宇埋伏的是中军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所有空军被灭杀之后 妖族大军连最起码的攻城之力 都没有了 仅靠羊族妖兵从地面冲击城墙 已经证明是无效的 事到如今 所有的妖族大将 都已经深深地明白了一点 如果他们不肯拼命的话 一旦那天魔警卫 射杀了所有空军的话 那么此时此刻 羊角岛上驻留的所有妖兵妖将 还真有可能被他斩尽杀绝 现在 双方都拥有着彻底歼灭对方的实力 关键点在于到底谁能抓住这个机会 谁抓住了这个机会 谁就会获得整场战役的胜利 而一旦被对方抓住机会 那等待着大家的就只有灭亡了 未来一个月 甚至是一个周内 战争的局势便将彻底明朗起来 用句俗话说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再无其他可能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妖族大军用过早餐之后 迅速整套好军装 朝着阳角城的方向 全速开拔 一路急赶之间 只花了三个多时辰 便在正午时分 抵达了阳角城下 仰望着阳角城的城墙 一时之间 所有妖兵妖将的脸上 都升起了一片黑云 放眼看去 整个阳角城的城墙之上 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不敢怠慢 金雕妖帅第一时间派出 几指金雕进卫 朝阳角城的方向飞了过去 飞越了城墙之后 那几指金雕进卫 快速地在阳角城上空飞翔着 不时的 他们也会冲入一栋栋建筑 查看一下里面 是不是藏着伏兵 可是很显然 朱恒宇的大军 是真的离开了 这座阳角城 已经被朱恒宇彻底舍弃 变成了一座空城 得知这个消息 金雕腰帅顿时一脸的疑惑 难道说 那朱恒宇率领着他的大军 连夜跑路了吗 可是不对啊 如果朱恒宇真要跑的话 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 什么时候不能跑 非得现在才跑呢 而且事实上 如果朱恒宇真跑了的话 金雕腰帅和一众腰疆 都只会开心 不会失望 最起码 大家的性命 可全部都保住了 这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很显然 即便傻官也能猜出来 朱恒宇是不可能跑的 可是既然他没有跑 又舍弃了杨角城 那他现在到底在哪呢 只稍微一猜 所有人便很快得出了答案 杨角岛上 一共有三处淡水资源 分别是杨角城 杨伟城 以及岛新湖泊 首先杨角城不可能 现在这里已经空了 朱恒宇的大军不可能在这里 岛新湖泊处也不可能 妖族大军就从那里一路过来的 既然前两个不可能 那么朱恒宇现在唯一可能在的 就是杨伟城了 猜测到了这个事实后 金雕妖帅 以及一众妖将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 怎么办 接下来 他们要做什么 是留在这杨角城 等待救援吗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杨角城内 肯定已经被掏空了 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给搬走了 搬不走的 也已经一把火烧光了 因此 妖族大军即便留在杨角城 也根本不是解决办法 虽然他们随军 携带了一些军粮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当初他们并没有打算 长期在杨角城征战 以三十万黄黄天军 碾压三千小小的射手 难道还需要长期作战吗 在金雕妖帅 以及那些妖将响来 三十万大军一路杀过来 地面上的山羊妖兵一路冲上城墙 天上十万空军 从空中碾压过去 区区三千射手 那还不是瞬间碾压致死吗 可是没曾想 战局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妖族的战舰 已经全部被摧毁 妖族剩余二十万大军的补给 也彻底断绝了 所有的妖兵妖将 被死死困在了杨角岛上 想要获得支援 最起码要周围岛屿上的妖将和妖帅得到消息 可是即便如此 他们恐怕也很难及时支援过来 毕竟朱恒宇的手里 显然拥有着某种海上利器 一般的舰队 是绝对干不过他们的 因此 附近岛屿的妖兵妖将 根本没有救援他们的能力 真想救援他们 肯定是要妖族军部出手的 可是军部想出手的话 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支援根本无法到达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 不需要一个月 最多一周之内 他们可就谈尽两绝了 半个月内 如果没有任何补给的话 所有妖兵妖将 都会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提示一点 其实以妖兵妖将的实力 已经完全不需要靠吃饭来维持生命了 可是这里是崩坏战场 这里充斥着浓郁的阴煞之气 混沌之气 以及魔器 魔族还稍微好些 最起码 他们不会被魔器侵蚀 反而会被魔器滋养 可是妖族就不行了 无论是阴煞之气 还是混沌之气和魔器 都会对妖体造成剧烈的侵蚀 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 恢复战体的损伤的话 那么要不了多久 他们的战体 便将彻底被三大侵蚀之气瓦解 因此 所有妖兵妖将都知道 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一周了 一周之内 如果他们还不能歼灭天魔境卫的话 那么一周之后 他们便会谈尽两绝 不需要天魔境卫打 他们自己就会死去 因此 天魔境卫躲得起 也耗得起 可是妖族大军 却绝对躲不起 也耗不起啊 无奈之下 妖族高级将领 很快便达成了意见 无论如何 这一战是在必行 今天是不行了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到了明天 他们便会兵发扬尾城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再不会有任何顾及 即便全军覆没 也是要歼灭天魔境卫 很快 在金雕妖帅的命令下 妖兵打开了羊角城的大门 试图进入羊角城内休息 可是很快 前面便传来了消息 羊角城内的建筑 虽然都完好无损 但是建筑上的魔纹 却已经全部被篡改了 原本 那些魔纹的用途 是屏蔽阴煞之气 混沌之气 以及魔器的 可是经过篡改之后 这大阵不但失去了屏蔽的作用 甚至于 还会缓缓地 将这三种气息 聚集在建筑之内 此时此刻 羊角城的建筑之内 反倒比街道上更不适合居住 因此 这羊角城内 除了一道城墙 还有点用处之外 其他的一切 都根本是一文不值的 第3943张麻痹大义 面对妖兵传来的消息 竟叼妖帅一口鲜血 猛地喷了出来 他的伤本就没有愈合 而且这段时间内 他连续在朱衡宇手下 吃了大亏 最重要的是 金雕妖帅的身躯之内 三道诡异的气息 犹如复古之躯一般 折磨着他 去除不掉 又对抗不过 又气又急又怒之下 金雕妖帅已经快崩溃了 这朱衡宇 实在太坏 太恶劣 就算撤离了羊角城 也不留给妖族 无奈之下 金雕妖帅只能统帅着妖族大军 一路返回了岛星湖泊处的营地内 可是 刚回到岛星湖泊的营地内 金雕妖帅便瞪大了双眼 放眼看去 岛星湖泊处的营地 也遭到了朱衡宇的破坏 虽然朱衡宇并不懂得妖文 也无法对妖文 进行篡改 可是篡改不会 破坏导是更容易点 想篡改符文 改变符文阵图的效果 那需要丰富的知识 而破坏则不同 只要暴力破坏就可以了 只要实力足够 人人都可以做到 眼看着被损毁的一塌糊涂的营地 金雕妖帅只感觉眼前一黑 下一刻 金雕妖帅身躯一软之间 贪坐在了豪华马车之上 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一早 金雕妖帅面色灰白地坐在马车之上 统帅着二十多万妖族大军 朝着杨伟城的方向赶了过去 虽然面色不太好 精神状态也是其差无比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金雕妖帅前所未有的严肃了起来 自与朱恒宇开战以来 金雕妖帅一直都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轻敌 自始至终 金雕妖帅根本没把朱恒宇放在眼里 在金雕妖帅看来 他想击溃朱恒宇和他的大军 绝对像年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因此 战略的部署上 战术的布置上 都是非常的草率 非常的想当然的 这不能怪金雕妖帅太过麻痹大意 毕竟 金雕妖帅已经在大海之上 为妖族征战了超过四万多年的漫长时光 他亲身经历过的 亲眼见过的 实在太多了 不是金雕妖帅太亲底 而是朱恒宇的天魔敬畏 实在太逆天了 那魔能狙杀 其实还在其次 最重要的 其实是朱恒宇的森罗之力 通过森罗阴蛇 朱恒宇可以将自己的森罗之力 种入天魔敬畏的世海之内 三千个精通超远程攻击 而且同时还拥有着唯一传承 森罗之力的存在 有多么可怕 三千个魔能狙杀不可怕 可怕的是三千个拥有森罗之力的修士 竟然组成大军了 因此 即便是如此强大的妖族大军 却依然吃了大亏 彻底吃够了朱恒宇的苦头后 金雕妖帅前所未有的认真了起来 大军未动 便派出了金雕敬畏 全力侦查方圆百里内的一切情报 而且 金雕妖帅还专门派出了两支小队 分别赶往杨角城和杨伟城 侦查情报 这一战 金雕妖帅已经全力以赴了 每一道命令 都是经过妖族将领们讨论和商议后 才做出最终的决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妖族大军缓缓开拔 朝着杨伟城的方向赶去 距离出发仅仅两个时辰之后 前方负责侦查的金雕敬畏 便传回来了大量的消息 首先是杨角城那边 迟到如今 杨角城依然是空的 从昨天野族大军离开后 并没有人回去过 至于杨角城的矿洞 那得不必多说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那里躲避着大量的摩杨族工匠 可是没办法 矿洞入口已经被封死了 妖族大军虽然人多 但是却并没有挖矿的工具 根本就挖不开堵塞矿洞的石块 而且那矿洞之内 可是有着十几万专业矿工 妖族大军虽然多 但是他们挖的 肯定不如十几万矿工堵塞的速度快 而且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妖族大军的粮食实在不够用了 一周内杀不死天魔禁卫的话 死的就只能是妖族大军了 即便他们挖开了洞口 杀死了所有工匠 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说到底 妖族大军的对手就是天魔禁卫 不歼灭天魔禁卫 妖族大军必死无疑 因此 自始至终 所有的妖族将领 都直接无视了矿洞 其实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了 朱恒宇既然敢放 自然就是有信心 有把握的 如果妖族大军真的对矿洞下手的话 朱恒宇能乐死 快速分析了一段时间之后 金雕妖帅很快便下达了命令 从现在开始 三千金雕禁卫全部出动 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情报 必须全部探查清楚 尤其是 赶往杨伟城 必须经过的大峡谷处 更是要仔细侦查 无论是山谷的正面还是背面 都必须探查清楚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连那些能搬动的石块 都掀起来查看一下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再被朱恒宇给埋伏了 有三千金雕禁卫开路 妖族大军一路行去 真的是非常的顺利 安全地穿越了整条大峡谷之后 杨伟城出现在了不远的前方 转头看了看那深邃的大峡谷一眼 金雕妖帅不由大大的松了口气 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已经先后在这里吃过两次大亏了 不过好在 只要侦查做得够细 够好 还是可以避免被埋伏的 长长的松了口气之后 金雕妖帅捅帅着妖族大军 朝着杨伟城的方向赶了过去 一路抵达杨伟城的城前 金雕妖帅抬起头 朝城墙上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的一切 却让金雕妖帅骇然色变 仔细看去 那城墙之上 虽然确实人头涌动 但是事实上 住立在城墙上的 怎么全是魔牛族的战士呢 仔细观察之下 金雕妖帅越看越感觉不对劲 虽然朱衡宇的麾下 确实有一只为数三千人的蛮牛军团 可是 那只军团的人数 只有三千人而已 可是朝城墙上看去 光这一面城墙上 就足有上万蛮牛战士了吧 而且 金雕妖帅是有鹰眼神通的 鹰眼神通可以看穿虚望 视线直达三千米 双腿一个发力之间 金雕妖帅猛的腾空飞了起来 据高零下 朝阳尾城内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阳尾城内的城墙附近 足足有三万蛮牛战士 最让金雕妖帅目自欲裂的是 这些蛮牛战士身边的城墙上 靠着一个个巨大的背囊 背囊中装着的 是一根根鸣刻着 妖族腰吻的镖腔 换句话说 两尾城内的驻军 根本就不是朱衡宇的 天魔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 而是由妖族雇佣的 三万蛮牛军团 第三千九百四十四张 中立种族 高高的悬浮在半空中 金雕妖帅怒声道 请你们的军团长出来说话 伴随着金雕妖帅 愤怒的咆哮声 下一刻 城墙之上 蛮牛族战士纷纷让了开来 一只浑身生着金色毛发 提个特别魁梧的蛮牛大帅 大步走了出来 这只浑身生着金色毛发的蛮牛大帅 正是这只军团的首领 前天晚上 正是由金雕大帅出面 与朱衡宇达成了协议 奈步踏上前来 那金雕大帅挺直着胸膛 仰望着天穷上的金雕妖帅 冷冷地看着金雕妖帅 金雕大帅冷声道 按照拥兵界的规矩 你们不能将我们雇佣兵置于必死之境 很显然 前天晚上 你们违背了这个约定 面对金雕大帅的话 金雕妖帅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雇佣兵是用金钱雇佣的战兵 按照雇兵界的规定 雇佣兵不能充当炮灰使用 不能将他们置于必死的禁帝 虽然金雕妖帅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但是事实上 他们确实这么做了 也确实违反了雇兵界的规定 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的是 将蛮牛族军团安置在前军 这本身是没有错的 也没有触犯任何雇兵界的规定 可是在蛮牛族军团陷入埋伏的时候 金雕妖帅没有派兵支援和救援 这就不行了 那个时候 蛮牛军团可还没死呢 不管支援能不能救出他们 都是一定要派兵支援的 既然金雕妖帅舍弃了蛮牛族军团 不肯派出援军 那便违背了雇兵界的规定 如果大家都这么干 雇佣兵真的没法生存了 有危险的是 就派雇佣兵去干 一旦雇佣兵陷入埋伏 就直接舍弃 雇兵界 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 冷冷地看着金雕妖帅 金毛大帅继续道 另外 作为中立种族 我们对任何一族 都没有倾向性 既然身陷死地 而妖族大军又不肯支援 那么 作为中立种族 他们有权利投靠对方 以换得活命的机会 换句话说 作为中立种族 如果被对方俘虏了 那就变成了对方的士族 因此 雇佣中立种族的雇佣兵时 一定不要让其被俘虏 否则的话 一方固然要失去一支军力 敌人的一方 却会平白得到一支忠诚无比的大军 作为中立一族 虽然他们并没有倾向性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虽然他们被俘虏后 可以用自由换生命 但是这一战 他们是不会参加的 接下来 朱恒宇与妖族的大战 与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即不会帮助朱恒宇 去攻击妖族 也不再会帮着妖族 去攻击朱恒宇 直到这一战结束之后 一切约束才会解除 当然 凡事无绝对 如果这个时间点 妖族对蛮牛军团发起进攻的话 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束手待毙 因此如果妖族胆敢对他们发动进攻 所有的约束 也都会瞬间解除 蓝牛军团不需要等到战后 而是直接就可以加入朱恒宇的大军 联手对抗妖族大军 无奈地看着那金毛大帅 金雕妖帅只感觉嘴里 一阵狠地发苦 前天晚上的一战 他不但失去了猛虎军团 以及狂狮军团 而且还失去了蓝牛军团 最重要的是 这一战过后 朱恒宇的麾下 可就多了三万魔将级的蓝牛大军 迟到现在 金雕妖帅根本就不敢招惹这三万蓝牛大军 要知道 光是三千天魔敬畏 便已经足以让妖族大军焦头烂额了 现在如果再加上这三万蓝牛战事 那这一战真的没发大了 长吸了一口气 金雕妖帅大声道 没问题 在这一战完结之前 我不会攻击杨伟成 不过 唯唯眯起眼睛 金雕妖帅道 我必须派人进入阳尾城 看看你们有没有暗中将天魔敬畏 以及蓝牛敬畏 给藏在城中 面对金雕妖帅的话 那金雕妖帅不屑的一笑 随后断然道 没问题 你们随时可以派人进来查 这一战结束前 只要人数不超过三百人 你们随时可以进城来探查 不需要知会我 不过 一旦同时进入阳尾城的人数多于三百人 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默默点了点头 金雕妖帅挥了挥手 很快便有一百只金雕敬畏 自空中飞入了阳尾城 经过一番仔细的探查 事实证明 阳尾城内一共就只有三万蓝牛战事 大天魔敬畏 以及三千蓝牛敬畏 绝对没有藏在这里 金雕妖帅和三千金雕敬畏 在这阳尾城里可是驻扎了好几年时间 对于这里的一切 他们都是了如指掌的 想在这里和他们裹猫猫 那纯属找死 面对这一幕 金雕妖帅彻底茫然了 朱衡宇和他麾下的大军 肯定就在这阳角岛上 可是时到如今 他们在哪里呢 阳角城没有 阳尾城也没有 岛心营地处也不可能有 等等 岛心营地 半空中 金雕妖帅猛地瞪大了双眼 一脸的骇然 居高临下 金雕妖帅惊骇地看着下方城墙内的三万蓝牛军团 一时之间 金雕妖帅只感觉双眼直冒惊心 和蓝牛军团一样 金刚盾位也是雇佣军团 而且最重要的是 巨猿族和蓝牛族一样 都是生性平和的中立种族 一旦巨猿族的金刚盾位 被朱衡宇给俘虏了的话 那么不需要怀疑 他们一定会像蓝牛军团一样 以他们的自由 换来活命的机会 也许有人会疑惑 那三万金刚盾位 为什么没有随同大军一同开拔 敢来这样尾城呢 事实上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金刚盾位 是由身高接近三米的巨猿族战将组成的 他们的身高 接近三米 身穿一身沉重的 高近三米的虫装战甲 手里拎着一面三米高的巨型塔盾 以及一根三米长 粗壮无比 与牧羊族修饰胳膊差不多粗细的钢毛 如此大的块头 如此沉重的虫甲 重盾 重兵 一旦移动起来 那速度能快得起来吗 如果带着那三万金刚盾位的话 妖族大军前进的速度 绝对是成倍的降低 现在可能还在半路上呢 根本赶不到这里 而且由于岛新营地被朱衡宇给纵兵毁损了 金雕腰帅不得不留下一支队伍 修复那些被损毁的腰纹 不然的话 大军天天住在残破的房间里 根本吃不消 选来选去 金刚盾位显然是最合适的选择 一来 是因为他们速度太慢 会拖累大军的速度 一个不好 再被朱衡宇给埋伏一次 那真的能把人郁闷死 二来 金刚盾位的智商比较高 算是妖族各大种族中 对妖文之道掌握的比较好的种族 三来 必3945张万分不愿 即便把那三万金刚盾位带来了又能如何 你能指望身高三米 手持巨型塔盾 钢毛 身穿重型战甲的金刚盾位 能拔地而起 直接跳上百米高的长墙吗 很显然 金刚盾位没这个本事 可是既然跳不上长墙 带他们来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证明 天魔盾位根本就不理地面部队 就是追着妖族的空军杀 杀光了妖族的空军 朱衡宇就赢了 所谓的地面部队 在天魔盾位面前 那就是移动的火靶子而已 根本没有半点威胁 带上金刚盾位 有百遍而无以利 因此 今天大军开拔之前 金雕妖帅将金刚盾位留在营地内修缮营地内的建筑 而且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们还可以在岛星的湖泊之内 捕捞一些鱼类 以充当军粮 不得不说 金雕妖帅的安排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 一直以来 他都忽略了雇佣兵的特点 以及中立种族的特性 大怒之下 金雕妖帅的身躯 不由得再次摇晃了起来 眼前一阵阵发黑之间 金雕妖帅的身躯 颓然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金雕妖帅 难道就这么脆弱吗 不 事实上 金雕妖帅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妖王境了 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脆弱 其实也是很无奈的事 首先 在与朱衡宇那巅峰一战之中 金雕妖帅身受重伤 一直到现在都没能恢复 其次 金雕妖帅的身躯内 现在还有三道森罗之力 犹如复古之躯一般纠缠着他 折磨着他 北当金雕妖帅急怒攻心 失去了对心智的掌控 对身躯的驾驭时 三条森罗阴蛇便从阴暗的角落处 窜江出来 在金雕妖帅的誓海内 身躯内 吞噬他的灵能 翻江倒海 胡作非为 否则的话 人家堂堂一尊妖帅 甚至是接近妖王的存在 哪可能这么弱不禁风的 看着自半空中 颓然掉落下来的金雕妖帅 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金雕近卫 即时飞空而起 接住了金雕妖帅的身躯 因此 金雕妖帅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不过 即便如此 金雕妖帅也足足昏迷了三个时辰 这才清醒了过来 可是时到此刻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 必须要赶回去了 不然的话 今天夜里 所有的妖族大军 恐怕只能风餐露宿了 尽管内心里万分不愿 但是既然杨伟成 已经被蛮牛族占据了 那么妖族大军就不能对这里发动进攻 无奈之下 金雕妖帅只好下达命令 全军返回到新营地 再次散出了三千金雕进位 妖族大军调转过头来 顺着来路往回走 可是 刚进入山谷不到一个时辰 天穹之上 再次红了起来 仰头朝天穹上看去 密密麻麻 灿若星辰的点点火光 自天穹上洒落了下来 不好 是天魔敬畏 看着那漫天的星火 一时之间 妖族大军顿时陷入了无限的惊慌之中 茫然地坐在豪华马车之内 一时之间 金雕妖帅彻底茫然了 他已经提前散出了金雕进位 彻底掌控了方圆百里内的一切情报 可是即便如此 他们却还是遭到了埋伏 怎么回事 那些家伙藏在哪里 为什么金雕进位的侦查 没能发现他们 如今 金雕妖帅连朱恒宇的大军 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到底用什么手段 制造出了这漫天的星火 就算他想立刻开始反击 灭杀朱恒宇和他麾下的大军 都根本找不到目标啊 同一时间 山谷的另一侧 朱恒宇的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 正全力战斗着 既然已经放弃了阳角城 那朱恒宇自然将苏小婉和他统帅的一千天魔禁卫 以及一千蛮牛禁卫 全部调集了过来 三支大军和兵一处 再次恢复了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蛮牛禁卫的规模 朱恒宇将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 分成了三十个小分队 每个小分队有一百名天魔禁卫 以及一百名蛮牛禁卫 其中 三千天魔禁卫 凭借着高达万米的射程 负责对妖族的大军展开偷袭 而三千蛮牛禁卫 则凭借白金锻造的符文飞斧 负责保护天魔禁卫 一旦有金雕禁卫试图靠近 试图冲击天魔禁卫的军阵 那三千蛮牛禁卫 便用飞斧招呼 就算金雕禁卫冲到了近处也不怕 蓝牛禁卫可不是远程兵种 近战才是他们的拿手强项 近距离下 所有靠近他们的金雕禁卫 都会被蓝牛禁卫直接给撞飞出去 只要对方的力量 不超过蓝牛禁卫的力量 就一定对抗不住蓝牛禁卫的种族战绩 蓝牛冲撞 即便对方有远程攻击 也不怕 迟到如今 那三万金刚盾位 已经被朱衡宇收编了 正如金雕妖帅担心的那样 就在妖族大军抵达阳尾城的那一刻 朱衡宇率领着三千天魔禁卫 以及三千蓝牛禁卫 对金刚盾位 发动了全力攻击 金刚盾位的巨盾 确实堪称无敌 太高 太厚 太沉重了 魔能火枪 魔闻子坛 在巨型塔盾面前 根本和挠痒痒似的 可是事实上 正因为那巨盾实在太高 实在太厚 实在太沉重了 所以那些金刚盾位 平时根本不会随身攜带 正常的情况下 金刚盾位只有在开战之前 才会从军械库内取出巨型塔盾 而平常的生活中 只要不是脑残 都不会随身带着如此笨重的巨型塔盾 甚至于 就连身上的超重战甲 都根本没穿 当朱衡宇抵达到新营地的时候 三万金刚盾位 都只穿着一套硬皮战甲而已 他们有的在修复腰纹 有的在编织渔网 试图去旁边的湖泊里捕捞一些淡水鱼 还有的人则在搬运石块 试图围营地建造一堵围墙 表面看起来 这些金刚盾位也太不警惕了吧 怎么这么容易 就被朱衡宇偷袭了 其实 这固然是因为金刚盾位不太警惕 不过事实上 这一战的功劳 八成却要归功于英灵二 驾驭着那尊女魔帅留下的战区 英灵二开启了前行 一路潜入了岛新营地之中 偷偷地 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英灵二用次元指环 将三万金刚盾位的虫甲 中盾 中矛 全部给偷走了 因此 安置在高处 负责警戒的金刚守卫 其实提前一刻钟 就发现了天魔禁卫 以及蛮牛禁卫的踪迹 提前一刻钟 就知道他们要来进攻 按道理说 有一刻钟的时间 足够让那些金刚盾位 穿戴上全套铠甲 拿起中盾和中矛了 可是所有的虫甲 中盾 中矛 都被英灵二偷走了 金刚盾位也很无奈 左卫 人为刀卒我卫鱼肉 当天魔禁卫 和蛮牛禁卫一路杀到岛新营地之后 金刚盾位连挣扎都免了 直接选择了投诚 第3946张玉窟五类 金刚盾位虽然强大 可是在失去了中甲 中盾 中矛之后 赤手空拳之下 他们的肉身 可挡不住符文弹头的传射 如果硬是要反抗的话 最多只要百息时间 三千天魔禁卫 就可以杀死所有的金刚盾位 在天魔禁卫面前 手无寸铁的金刚盾位 不见得比山羊族妖兵生命力顽强 一串符文弹头射过来 他们的血肉之躯 也一样是无法抵挡的 面对金刚盾位的投诚 朱衡宇很干脆地接受了 事实上 这一行 他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接受了金刚盾位的投诚之后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三万金刚盾位放弃了岛新营地 不但没有继续修建下去 反而还将修复的部分 全部给破坏掉了 一通破坏之后 朱衡宇统率着三万金刚盾位 一路赶去了阳角城 有了三万金刚盾位守护 阳角城绝对是固入金汤 原本今天这一战 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出乎朱衡宇预料的是 那妖族大军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竟然驻扎在阳尾城前族族三个时辰 一步都没有魔动 有这么好的机会 朱衡宇哪可能放过 一声令下 朱衡宇 苏紫云 以及苏小婉 再次统帅三千天魔晋卫 以及蛮牛晋卫 赶去了峡谷之中 进行埋伏 六千大军 分成三十个小组 快速潜藏了起来 之所以要分成三十个小组 是因为埋设预官 需要的时间太多 不如聚集在一起 挖一个孔洞 就可以埋下十几个预官 多人合力之下 效率更高 速度更快 事实上 妖族大军进入山谷的时候 天魔晋卫和蛮牛晋卫 才开始钻探孔洞 金雕晋卫一路侦查过来的时候 他们才刚刚埋伏完毕而已 妖族大军如果再早一步返程的话 朱衡宇就会错过这次埋伏的机会了 漫天的枪林弹雨之下 金雕妖帅尽管愤募万分 但是好在 他还没有失去理智 迟到如今 他还不知道朱衡宇和他的大军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如何弄出这漫天的流星火雨的 因此 违今之计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全速冲锋 只要冲出流星火雨覆盖的区域 大家就安全了 如果不能尽快冲出去的话 那就只能葬身在这里了 一声令下 妖族各支大军 原地转身 朝着羊尾城的方向 全速逃窜 一路狂奔之间 当妖族大军 终于全体退出山谷的时候 妖族大军 再次折损了近十万士族 侥幸冲出山谷的妖族大军 都是速度比较快的 赶在流星火雨落下之前 成功逃离了那片区域的士族 而速度比较快的 自然是三万多苍蝇敬畏 三万多师救神社 三万多突救射手军团 以及三千金雕敬畏了 至于那十万山羊族妖兵 以及三万暴雄军团都不会飞 只能在地上奔跑 自然绝无可能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逃离那片区域了 看着狼狈不堪的十万妖族空军 竞标妖帅简直欲哭无泪 迟到如今 妖族大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陆军 只剩下了空军 还继续存活着 可是 在失去了空军的情况下 他们要如何与天魔敬畏对抗呢 虽然在军力上 妖族依然遥遥领先 虽然三十万大军 只剩下了十万 可是这剩下来的 可都是绝对的精英 都是妖族中 隶属于皇族的禁卫军 以及禁卫军 但就战略而言 依然有覆灭天魔禁卫的实力 可是现在的关键点 并不在这里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营地 失去了落脚点 迟到如今 夜色已经降临 他们却被堵截在阳尾城外的平原上 随着夜色的加深 阴煞之气将会从大地中升腾而起 空气中的阴煞之气 将比白天浓郁十倍 白天的时候 有阳光照射 阴煞之气会被阳光中和掉 可是晚上可没有阳光 没有阳光中和 那阴煞之气将比白天的时候 浓郁十倍 因此 在崩坏战场之上 没有夜战一说 夜晚的战斗 将没有人是赢家 现在 金雕妖帅 和他的十万大军 已经是进退两难了 退路已经被断绝了 迟到此刻 妖族大军的身后 是蛮牛族战局的杨伟城 他们这个时刻 是绝对不敢攻击的 否则的话 一旦三万蛮牛大军也参加战斗的话 妖族大军的末日就到了 如果前进的话 就只能摸着黑 再次进入峡谷之中 可是那天魔禁卫 现在可能还守在那里 一旦再次中了埋伏 那结果谁都不能预料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们根本不知道天魔禁卫藏身在哪里 那些家伙 可谓是神出鬼没 完全不可捉摸 他们似乎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 对妖族大军展开攻击 刚才那片区域 金雕禁卫明明已经仔细地侦查过了 可是随后 天魔禁卫却还是突然出现在那里 对妖族大军展开了毁灭式的打击 这要怎么防 此时此刻 金雕妖帅彻彻底茫然了 退无可退 进步可进 留在原地的话 深夜的阴煞之气 绝对会把妖族大军清洗的削弱不堪 要知道 昨天晚上 因为朱衡宇的军队 破坏了岛新营地的腰纹 妖族大军已经被阴煞之气清洗了一整夜了 如果今天晚上还是无法好好休息的话 那接下来的战斗 也不需要打了 连续两天的不到休息 妖族大军的实力 将被削弱六成以上 这还怎么打 妖族大军竟是死 褪是死 留在原地 还是死 绝望啊 真的没有办法了 呜呜呜 凄厉的叶峰 掠过了荒芜的平原 厕缩在刺骨的叶峰之中 妖族大军师魂落魄 陷入了必死的绝境 他们的敌人 明明就只有六千人 可是却自始至终 都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除了第一战外 他们甚至连正面一战的机会 都没给妖族 光是这条大峡谷 对方就反复用了三次 第一次 发生在一个多月前 那一次伏击 直接将金雕妖帅挥下的主力军团 一口吞下 连根骨头都没胜 第二次伏击 妖族损失了猛虎军团 狂狮军团 以及蛮牛军团 其中 那蛮牛军团 现在已经投降到了 对方的阵营中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 三万蛮牛战将 便会成为朱衡宇最死忠的铁杆 第三次伏击 就发生在刚才 这一次伏击 妖族损失了山羊族妖兵 以及暴雄军团 迟到如今 除了空军之外 妖族已经失去了全部的陆军 第三千九百四十七张肺腑之言 看着周围的十万妖族大军 竟叼妖帅不由得闭上了双眼 这一战 损失真的太大了 不过好在 战时来说 这样的损失 妖族还是可以承受的 可是 如果继续损失下去的话 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这十万妖族的皇家空军 也全部折损在这里的话 竟叼妖帅恐怕只能自杀一切天下了 即便以竟叼妖帅的身份和地位 也承受不起如此巨大的损失 不需要妖族军部追责 他自己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而且事实上 妖族的军部 也绝对不可能放过他 一定会追责下来 如此巨大的损失 竟叼妖帅就算不被处死 也一定失去所有的前途 再也不可能被重用了 迟到如今 继续打下去 已经不可能了 一旦这剩余的十万大军 再继续折损下去的话 竟叼妖帅就真的完了 这个完了 值得还不仅仅是他自己 连他的妻子和儿女 甚至是他所在的家族 都将遭受妖族最严厉的处罚 因此 如果牺牲自己 就能保全所有人的话 那么 竟叼妖帅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 厂长的吸了口气 竟叼妖帅道 所有人注意了 你们暂时在这里等待 我去和对方谈判 听说竟叼妖帅 要去山谷内 找朱衡宇谈判 周围的几名妖将顿时嚷嚷了起来 能够做到妖族皇家禁卫军 以及禁卫军首领的 都绝对不是耸包 有一个算一个 他们绝对不是怕死之人 既然要谈判 他们自然也是要前往的 虽然因此 他们很可能回一去不回 被朱衡宇杀死在山谷里 可是即便如此 他们也是一定要去的 不然的话 万一将来回到妖族 军部一定会追查这次的战役 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他们因为畏惧死亡 而不去谈判的话 那么军部就算不为此惩罚他们 也一定会就此断绝他们的升迁之路 妖族的宝贵资源 自然也在没有他们的份了 这一辈子 基本就毁在这里了 见到所有妖将 都踊跃地要参加谈判 金雕妖帅苦笑一声 只能答应下来 不过 不可能所有人都去 必须留下足够的将领 以统帅大军 所有主将 都可以参加谈判 至于副将 就留在这里 负责统帅这十万大军 很快 十万大军的十大主将 纷纷站了出来 和金雕妖帅一起 朝着山谷内赶了过去 无论如何 这一战应该结束了 谈判必须要进行 也一定要商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议案出来 半个时辰之后 通天峡谷之内 朱衡宇与金雕妖帅 以及十大魔疆 终于碰面了 原本 朱衡宇一心是要歼灭所有妖族大军的 可是既然金雕妖帅要谈判 那么他也必须给他一个机会 无论如何 听听对方说什么 又不损失什么 见到朱衡宇出现 金雕妖帅长吸了一口气 按捺住内心的怒火 双眼紧紧地锁在朱衡宇身上 金雕妖帅怒声道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想彻底挑起妖族与摩扬族的战争吗 面对金雕妖帅的话 朱衡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不快地看着金雕妖帅 朱衡宇冷声道 怎么你是想威胁我吗 面对朱衡宇的回答 金雕妖帅不由得已愣 不然地看着朱衡宇 金雕妖帅道 这怎么能算是威胁 我只是在询问你而已 无论如何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如果你真的不在乎挑起两族大战的话 那我们也只能舍命相配 我们妖族没有怕死之人 听着金雕妖帅的话 朱衡宇顿时眯起了眼睛 就在这个时候 朱衡宇的试海内 英灵二开口道 相信他吧 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听到英灵二的话 朱衡宇默默点了点头 过去几天以来 金雕妖帅连续被朱衡宇打击了很多次 连续几天 金雕妖帅连续昏迷 每当金雕妖帅昏迷的时候 英灵二都会催动森罗英蛇 疯狂地侵占和吞噬金雕妖帅的试海 三次严重的昏迷 帮助英灵二最少缩减了30天的时间 迟到如今 三条森罗英蛇 已经侵占了金雕妖帅八成的战区和吞海 因此 金雕妖帅到底在想什么 说的是不是实话 根本瞒不过英灵二 得知了金雕妖帅的说辞 全部都是肺腑之言后 朱衡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仔细想想 其实还真就是这样 虽然朱衡宇想一口气 把这30万大军都给吃掉 可是事实上 他如果真的这么做了的话 恐怕会直接挑起两族的大战 之前斩杀的那20多万妖族大军也就罢了 最重要的是现在剩余的那10万妖族空军 这10万妖族空军 除了突救射手外 其他的三支军团 都是隶属于妖族皇室的禁卫军 一旦彻底绞杀了这三支军团 就等于狠狠地抽了妖族皇室的脸 到了那个时候 不管妖族愿意不愿意 都必然与摩扬族爆发全面的战争 否则的话 妖族皇室的脸面就根本无法保持 而一旦妖族皇室的地位和威严遭受侵犯 那么妖族皇室在妖族内的地位 也会受到影响 一个不好 就会引发妖族内部的动乱 甚至是会导致妖族各大种族之间的大血排 因此 只要朱恒宇敢动手消灭这十万大军 妖族的三大皇族 就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暴富袭击 不识被 百倍地讨回丢失的脸面 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的问题是 朱恒宇战时来说 还不能 或者说不想离开羊角岛 别的不说 但是那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便让朱恒宇难以割舍 而且 就算没有那座超巨型魔能石矿 朱恒宇也不能离开羊角岛 不然的话 等待着他的麻烦事 真的太多了 现在的朱恒宇 还只是绝而未起 最起码 还是要两三年时间 来巩固和消化 一旦他彻底整编好三万金刚盾位 以及三万蛮牛力士 三万暴雄战江 那么 朱恒宇麾下的魔将数量 恐怕族已与魔羊族一整个种族相提并论了 而且 巨猿族的金刚盾位 蛮牛族的蛮牛力士 以及暴雄族的暴雄战江 都是有妖帅级的大帅坐镇的 也许有人会疑惑 既然这三大军团是有妖帅的 那么为什么负责挑头的 却是金雕妖帅呢 事实上 这并不奇怪 和魔族不同 妖族的阶级划分 可不是按照实力来的 妖族的高层军官 不仅仅看军衔 最重要的是要看对方的出身和协同 金雕妖帅 虽然他和其他人都一样 都是妖帅级的存在 可是金雕妖帅 是妖族的三大皇族 金雕族的妖帅 战时来说 金雕族在妖族内 是排名第一的皇族 金雕族 苍蝇族 施族 这个排名和次序 决定了彼此的身份和地位 第3948章遮掩 除非有妖王清零前线 否则的话 虽然大家都是妖帅 但是金雕族的妖帅 肯定会执掌军队大权 拥有着最高的权力和地位 如果这里没有金雕族的妖帅 那么按照顺序 就是苍蝇族妖帅出来带队 如果苍蝇族也没有 那就施族 有皇族的妖帅在 闻不到其他族的妖帅出来说话 因此 即便金刚盾位 蛮牛力士 暴雄战将 这三大军团都有谋帅在 但是他们的权力 只局限在军团之内 另外 那三万暴雄军团 是朱恒宇的意外收获 原本 朱恒宇没指望着能够降服暴雄军团 毕竟 暴雄军团性格乖张而又火爆 即便在妖族之内 都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崩坏战场之上 暴雄族被称为是战斗民族 其性格也蛮好斗 性如烈火 这样的一支军团 又怎么可能被降服呢 因此 在朱恒宇原本的计划中 这支暴雄军团 是要被歼灭的 可是没曾想 刚才的伏击中 这支暴雄军团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但是却并没有死 遭受了惨烈的打击后 他们不但没死 甚至都没有受到重创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一口气 冲出峡谷出口 与妖族大部队会合 好奇之下 朱恒宇亲自赶往战场 检查了一下情况 经过检查 朱恒宇发现 这些家伙 穿的虽然只是中型战甲 但是那银白色 亮闪闪的亮银甲 竟然是名副其实的黑金战甲 要知道 黑金战甲可是妖族的皇族警卫 都穿不起的铠甲 可是这三万暴雄军团 竟然一人一见 这太夸张了 不过很显然 这三万套黑金战甲 是经过伪装的 在黑金战甲外面 刷了一层厚厚的白银 从外表看去 仿佛就是一套亮银战甲一般 可是从模文弹头打出的擦痕上看 那层白银之下 覆盖的赫然是黑金 所谓的黑金 其实并不是黑色的 黑金其实就是暗金 其硬度 韧性 以及能量导性 都无比的优秀 除了混沌白金之外 没有任何金属 能超越黑金之上 在朱恒宇的询问之下 那暴雄腰帅 解开了朱恒宇的疑惑 距离现在 大约一千多年前 暴雄族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黑金矿坑 经过开采 一共开采出了三十万吨黑金矿石 经过提炼后 这三十万吨黑金矿石 被也炼成三万块黑金板 原本 按照妖族的规定 所有的黑金和白金 都是要上交给妖族皇室的 可是很显然 暴雄族并不想这么做 他们将这三万块黑金板 炼制成了三万套暴雄战甲 为了掩人耳目 又在暴雄战甲的表面 镀上了三层白银 以做遮掩 多年以来 暴雄族掩藏的都很好 没有人知道 他们身上穿着的 竟然是黑金战甲 可是没曾想 遭遇了天魔禁卫之后 还是暴露了 原本 暴雄战将是不必投降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三万暴雄军团 已经是进退为谷了 如果就这么冲出去的话 一切可就都暴露了 在魔纹弹头的打击下 暴雄战甲表面的白银镀层 被打得斑斑点点 雾满了无数道划痕 透过底层看去 一下就可以看到暗金色的材质 如此一来 暴雄族可就犯了大忌了 他们发现了黑金 却没有上交皇室 反而还私自将其炼制成了 黑金战甲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难道是想造反吗 事实上 暴雄族作为妖族的 三大王族之一 还真就有成为皇族的野心 一旦暴露了 那么整个暴雄族 必然遭受三大皇族的 镇压和制裁 这对暴雄军团来说 绝对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 如果光是曝露了黑金战甲 其实还不要紧 关键是 战争进行到这个地步 暴雄族的妖帅 看得已经很清楚了 妖族大军 拿天魔禁卫 根本就没有办法 就算他们战时跑掉了 其实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天魔禁卫 是妖族最大的克星 妖族的皇族 都是飞行兵种 金雕族 苍蝇族 狮族 都是可以飞的 众所周知 崩坏战场的重力 实在太恐怖了 作为飞行兵种 连中型铠甲都不能穿 更不用说重型战甲了 可是不穿着重型战甲 对上天魔禁卫的时候 就基本是送菜的 暗天檀幕喷洒过去 妖族空军瞬间就像下饺子一样 扑速速地往下掉 因此 就算这一次 他们侥幸逃出去了 也终究是难逃一败 多番考虑之后 那暴雄族的妖帅 与麾下的三大万人将 一致做出了决定 为了避免黑金战甲泄漏 也为了尽可能地保全 暴雄军团的有生力量 他们向朱衡宇提出了投降 按照暴雄军团的想法 投降虽然很丢脸 甚至为人所不耻 但是最起码 他们可以为暴雄族 保存有生力量 等此战结束之后 完全可以通过谈判 赎回他们这些战俘 如此一来 黑金战甲的事就被瞒过去了 而且 暴雄族的三万战将 也都得以保全 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对于狡猾而又凶残的 暴雄一族来说 所谓的面子 根本一文不值 只要能最大程度的保全 有生力量 那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当然 暴雄族之所以要投降 最大的原因 是为了避免黑金战甲的暴露 一旦黑金战甲暴露了 那么暴雄族肯定会遭受 三大皇族的打压和制裁 而且 就算他们安全回到了妖族 三万套黑金战甲 也一定会被三大皇族收走 一旦真的如此 那么暴雄族崛起了契机 就彻底失去了 面对暴雄军团的投降 朱衡宇当然不会拒绝了 虽然对于魔族来说 暴雄族绝对不是最好的招募对象 魔族的各大种族中 也没有所谓的魔雄族 历史上 投降的暴雄族也不是没有 不过最终 他们却全部反叛回了妖族 因此 暴雄族的投诚 是不值得信赖的 换了是其他人 也许根本不会接受暴雄族的投降 还是直接斩杀他们 吸收他们的灵能 多分离出一些森罗阴蛇才更划算 可是朱衡宇可没这个担心 既然他们敢投降 朱衡宇就敢接收 至于说 这三万暴雄军团 将来会不会反叛 逃回妖族 这一点 朱衡宇是不担心的 有因灵而在 只要在他们的市海中 种入森罗阴蛇 那么 这三万暴雄军团 便将成为最最死中的大军 即便朱衡宇派暴雄军团赴死 也绝对不会被拒绝 当然 朱衡宇没可能 将森罗阴蛇浪费在暴雄军团的身上 对于朱衡宇来说 还是天魔敬畏 才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值得投资 第3949张代价 暴雄军团虽然强大 但是却还不够资格 分配到森罗阴蛇 刚才 朱衡宇最开始 其实没打算接受对方投降的 虽然这暴雄军团有黑金战甲保护 防御非常强横 可是不要忘记了 三千天魔敬畏可都是有森罗之力在身的 那黑金战甲 虽然可以保护他们的肉身 却根本无法阻挡森罗之力 那源自灵魂上的切割 只要不断打击下去 要不了多久 那些暴雄战将 终究还是会被灭杀的 不过后来 朱衡宇却被英灵二说动 接受了三万暴雄战将的投诚 朱衡宇之所以会接受 是因为英灵二有把握 彻底降服这些暴雄战将 要知道 森罗之力 可是灵魂系的终极力量 那森罗阴蛇 可不仅仅能增幅修饰的破坏力 那森罗阴蛇 也不仅仅只会吞噬灵能 事实上 森罗阴蛇是灵魂之主 一旦任由森罗阴蛇攻占了世海 那么对方的一切 就不在对方的掌控之内了 用英灵二的话说 只要将森罗阴蛇 种入对方的世海之内 英灵二就可以帮助朱衡宇 将三万暴雄战将的地魂吞噬掉 拘禁在朱衡宇市海内 那十八层炼狱宝塔之内 如此一来 失去了地魂之后 那三万暴雄战将的三魂 就少了一魂 而一旦生物少了一个魂魄 那问题就大了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的话 朱某个人 怎么痴痴傻傻 呆头呆脑的 像丢了魂一样 丢了魂是什么意思 丢的是命魂吗 命魂就是生命 命魂掉了人就死了 那么是天魂吗 当然也不是 天魂是虚无缥缈的 也是至关紧要的 天魂一旦丢了 那人就成了植物人 不会有任何的意识可言 天魂一旦丢了 就算人还活着 但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思维和意识 而不是痴痴傻傻 呆头呆脑 老话说的丢了魂 其实丢的就是地魂 一旦地魂丢了 修士的智商就会大大降低 变得呆头呆脑的 但是他们却依然可以行走 可以战斗 可以吃饭睡觉 甚至可以思维 只不过 他们的心思 会变得极为单纯 心灵 会变得极为纯净 用句俗话说 就是很傻很天真 基本上 朱衡宇命令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会做什么 不会叫苦 也不会叫累 更不会贪生怕死 事实上 丢了地魂之后 就等于是丢了智商 虽然还可以活着 但是事实上 已经从一个智慧生物 变成了低智慧的宠物了 丢了地魂后 这些暴雄战士 基本就和一只中犬差不多 无比的忠诚 无比的勇敢 但智商却并不高 面对一只如此强大的军团 朱衡宇当然是不想放过的 虽然这么做 也许有点不道德 甚至有点残忍 可是暴雄军团的兄名 朱衡宇可是听说过的 暴雄军团最喜欢做的 就是生死魔羊族的士族 每次屠杀之后 他们都喜欢将魔羊族修饰的羊腿斩下来 带回去做成腊肉 或者直接烧烤 然后就可以每餐一顿了 妖族对魔羊族的入侵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为了获取资源 妖族可是要吃人的 他们入侵最大的动机 就是猎杀魔羊族修饰 吞吃他们的肉身 喝他们的鲜血 在暴雄族内 他们称呼魔羊族为 两脚羊 在暴雄族的内心里 魔羊族和普通的魔兽 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根本没把魔羊族 当成是智慧生物看待 而是把他们当成了食物进行猎杀 彼此分属敌对 而且还是死敌的那种 既然如此 朱衡宇自然不介意 对这只暴雄军团做任何事情 过去几千年来 死在这三万暴雄军团手中的 魔羊族子民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 这三万暴雄湛江 都是极为凶残的 每顿都要吃烤羊腿 而所谓的烤羊腿 就是魔羊族修饰的双腿 而且 三万暴雄湛江 每顿都可以吃下一条烤羊腿 算上晚上的夜宵 一天下来就要吃掉四条烤羊腿 也就是说 三万暴雄湛江 一天就要吃掉近六万魔羊族子民 而这样的事情 他们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的时间 对于朱衡宇来说 对这种吃人的狂魔 做在残忍的事都嫌不够 魔羊族绝对是智慧生物 而且即便在智慧生物中 也绝对属于智商最高的那个阶层 可是这暴雄族却全然不顾 吃得不亦乐乎 完全没有给魔羊族应有的尊重 因此 朱衡宇答应了暴雄族的投降 并且第一时间 收走了他们的黑金战甲 然后 派遣三万蛮牛敬畏 压解着三万暴雄战将 朝羊角城赶了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 朱衡宇不想参与 也不想插手 因灵儿会代替他 抽掉三万暴雄战将的地魂 关入炼狱宝塔之内 如此一来 那三万暴雄战将 便会成为低智慧的生物 而且 由于他们的地魂 关押在朱衡宇的十八层炼狱宝塔之内 所以他们对于朱衡宇 将无比的忠诚 这天下间 再找不出比他们更忠诚的存在了 这边刚刚送走了三万暴雄军团 还不到一刻钟 金雕妖帅 以及十大魔将 便一道赶了过来 与朱衡宇展开谈判 这十大魔将 其实真正的军衔 都和金雕妖帅一样 都是妖帅级的存在 只不过 这里金雕妖帅地位最高 所以主帅只能由金雕妖帅来做 而其他的十大妖帅 就只能战时冲作魔将来用了 毕竟 一个军团 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主帅麻 初规正传 这一切输来很慢 可是事实上 这不过是朱衡宇一瞬间 脑海里闪现的思绪而已 深深地看着金雕妖帅 以及他身后的十大妖疆 朱衡宇知道 他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力 挑起全面战争 否则的话 第一个对上妖族的 就是他朱衡宇了 朱衡宇正处在绝而为起的重要阶段 只要给他十年时间 他就可以组建起三万天魔境卫 这里注意 天魔境卫不是天魔境卫 天魔境卫的数量 将高达三万 而不是三千 而现在的天魔境卫 将继续保留 毕竟 这支军团 为朱衡宇立下的军功 实在太大了 无论如何 朱衡宇也舍不得将其解散 然后 他还会整编三万蛮牛力士 三万金刚盾卫 以及三万暴雄战将 将他们彻底转化为自己的庞大势力 包括天魔境卫 炼狱境卫 兵魔境卫 蛮牛境卫在内 朱衡宇的主力部队 将接近十五万 而且 这所有的军团 都是由魔将级的高手组成的 其军事之强 足以支撑朱衡宇面对任何挑战了 因此 朱衡宇最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去整备 十年之内 他还经受不起太大的挑战 无论是魔阳族 还是妖族 他暂时还都惹不起 思索之间 朱衡宇慢慢抬起头来 朝经雕妖帅看了过去 我无意挑起两族大战 不过 就这么放过你们 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顿了顿 朱衡宇继续道 作为战败方 你们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吧 第3950章给句痛快话 金雕妖帅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道 想要什么代价 你尽管开口 点了点头 朱衡宇道 首先 我想单独 与妖族签订一份停战协议 单独签订停战协议 听到朱衡宇的话 金雕妖帅顿时一脸的疑惑 看着金雕妖帅疑惑的样子 朱衡宇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所谓的单独 是因为朱衡宇根本代表不了 摩羊族军部 他现在只能代表他自己 因此 朱衡宇想单独与妖族 签订一个停战协议 未来十年之内 妖族大军 不许进入羊角岛周围百里内的海域 当然 既然是停战 那就肯定是双方的 按照约定 朱衡宇的大军 也不可以离开羊角岛周围百里内的海域 这个区域内 为停战区 安全区 面对朱衡宇的第一个要求 金雕妖帅转过头 与十大妖帅商讨了一下 很快 金雕妖帅便转回头来 看着朱衡宇道 没问题 你这个要求 我们可以代表妖族军部 答应下来 得到了金雕妖帅的答复 朱衡宇顿时笑了起来 面前这十一尊妖帅 可是妖族海军主力军团的统帅 他们麾下统帅的 可都是妖族皇室的至高力量 因此 别看他们只是妖帅 而不是妖王 但是只要他们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情就一定能通过 事实上 面前这十大妖帅 便是妖族北海舰队的十大元帅 整个北海舰队的大权 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北海的军事大权 他们一言可绝 别人想从他们手中 抢走北海舰队的大权 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 光是签订停战协议 还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战败方 他们还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 才可以 环顾一周 朱衡宇知道 接下来 他可以来个师则大开口 狠狠地咬上一口了 微微眯起了双眼 朱衡宇道 在场的每一位 都是妖族之栋梁 想要换你们一命 每人拿出一套天宝丹的药材 你们看如何 天宝丹 听到朱衡宇的话 十大妖帅先是一惊 不过随即 十大妖帅同时苦笑了起来 这天宝丹 是各族通用的 用来提升70段占体的珍贵药材 70段占体以上 所有种族需要的药材 基本都是通用的了 不再有妖族 魔族 海族之分 同样一颗丹药 需要的药材是一样的 每个种族吃了 都会提升一段占体 因此 其珍贵程度 可谓是百倍提升 在场的各位妖帅 也仅仅是妖帅而已 他们的妖体 都还没有达到80段 还不够资格成为妖王 因此 对于这天宝丹 他们也是非常想要的 朱衡宇这一开口 所取的赔偿 可一点不小 用施则大开口来形容 也绝对不畏过 不过 虽然朱衡宇所取的赔偿很夸张 但是在场的十尊妖帅 却都说不出什么来 难道说 他们的一条命 还不如一枚丹药值钱吗 而且说实在的 虽然非常的心痛 但是在场的每个人 努力的凑一凑的话 还真的能凑出一套 天宝丹的药材来 虽然他们自己也非常需要天宝丹 但是现在他们不是战败了吗 为了尽快了结目前的困境 他们根本没得选择 即便朱衡宇所取的代价再大 他们也只能捏着鼻子韧了 一番商讨之后 金雕妖帅苦着脸 对朱衡宇道 没问题 是一套天宝丹的药材 我们会在三个月内 交付到你的手中 不不不 听到金雕妖帅的话 朱衡宇嘿嘿一笑道 他们不过是腰僵而已 一套天宝丹的药材就足够了 微笑着看着金雕妖帅 朱衡宇继续道 可是你不一样 你可是这只妖族大军的主帅 想换你的命 得拿一套天华丹的药材来换 什么 你 听到朱衡宇的话 金雕妖帅顿时瞪大了双眼 剧烈地喘息了起来 金雕妖帅 确实是在场的十一大妖帅中 实力最高的 也是最接近妖王级别的超级高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手中 还真准备了一套天华丹的药材 只不过也不知道这朱衡宇是猜到的 还是瞎萌的 竟然一开口 就要向他索取天华丹的药材 看着金雕妖帅那怒急的表情 朱衡宇内心不由得暗笑 他之所以知道金雕妖帅 有一套天华丹的药材 可不是猜的 更不是瞎萌的 这是英灵儿通过森罗音舌 自金雕妖帅的记忆中 搜寻出来的信息 朱衡宇道 别你你我我的 给句痛快话 行还是不行 面对朱衡宇的强硬 那金雕妖帅虽然非常愤怒 但是现在人为刀卒我喂鱼肉 由不得他不同意啊 不然的话 一旦真的兵败了 受到最大惩罚的 就是他这个主帅 用力吸了口气 金雕妖帅怒声道 没问题 十套天保丹 一套天华丹的药材 将在三个月内 送到你的手中 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听到金雕妖帅的话 朱衡宇顿时亮起了眼睛 原本索取了这些赔偿后 朱衡宇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迟到如今 他的魔体段位 一直卡在七十段 有了十套天保丹 以及一套天华丹 他就可以将魔体的段位 提升到八十一段了 如此巨大的收获 足以让朱衡宇满意了 可是没曾想 这金雕妖帅 似乎还觉得赔偿的不够啊 双眼放光之间 朱衡宇兴奋的道 怎么 还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吗 看着朱衡宇双眼放光的样子 听着朱衡宇兴奋的叫声 一时之间 金雕妖帅差点气炸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很想抽自己一耳光 这太愚蠢了 看着金雕妖帅 怒不可恶的样子 朱衡宇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要以为 朱衡宇这是恶趣味 事实上 越是惊怒金雕妖帅 英零二的森罗英蛇 就越是可以趁机大肆攻击 朱衡宇的一言一行 都是有目的的 思索之间 朱衡宇眼珠一转之间 大声道 好吧 现在该谈一谈 那十万大军的赎身费用了 赎身费用 听到朱衡宇的话 十大妖帅顿时恐惧地瞪大了双眼 如果要用金钱 去为那十万禁卫军 以及禁卫军赎身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啊 面对面露恐惧之色的十大妖帅 以及那怒极攻心的金雕妖帅 朱衡宇摆了摆手道 你们不必那么害怕 我又不会吃人 这样吧 十万妖族大军 你们拿十座大型魔能石矿来换 这个不算过分吧 什么 十座大型魔能石矿 听到朱衡宇的话 金雕妖帅不由得怪叫了起来 政策不由得怪叫了起来 任命 进行 过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